作詞 初詞 Continue minutes 太陽出來 月亮落 日月旋轉如穿梭 啊 春夏秋冬 匆匆过 四季描绘着咱的生活 过日子 我的就是那股间 我日子不可能没有坎坷 嗨嗨哟 嗨嗨哟 都说活着不容易啊 为啥不和他个开开心心呢 开开心心乐乐 嗨嗨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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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活着不容易啊 为啥不和他个开开心心呢 开开心心乐乐 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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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歇着吧 你身体不好 别累坏了 快给我看 没事 我帮你干点啊 齐晓啊 我看这些豆子腊完就差不多了 做两把豆腐够你卖一天的了 歇着吧 行 妈 嫂子 嫂子 你给我做你豆腐脑呗 豆腐脑给你做好了 屋里小庄儿呢 谢谢你 嫂子 去去去 别忙着你嫂子 快累点 把我学习啊 妈 你别说她了 春桃就爱吃我做的豆腐脑 她啥都爱吃 春桃啊 你帮嫂子抱点茬会呗 好嘞 姐夫 我跟你说啊 这袋子漏了呀 漏袋子坏了 我 我想买几个袋子过去行不行 那你别着急 我 我先带给你送过去 那你快点吧 把袋送过来吧 我马上 七朝 出啥事了 满锅儿她那个袋子都蹲坏了 豆子撒得一定 你说她得给她送过去 你说她还干点啥行 你可是 这豆子还得 嫂子 我陪你去吧 没事 慢着点 七朝 大姐 我来捡两块豆腐 我给你留好了 在屋里呢 你姐夫一天不吃 你这豆腐牙就养下了 知道 妈在屋呢 你干啥去 我呀 七朝现成 妈 妈 七朝给我留下豆腐呢 我站着吧 她拿去吃去吧 她进城干啥去了 这不是满棍吗 干啥啥不中 把豆口袋炖坏了 她给她送口袋去了 满棍 借个挫子呀 大叔 你这挫子借我用一下 行不行啊 谢谢啊 我就跟你说吧 让你换几个新袋子 你就不听 说要省 省吧 省得最后全坏了 撒一地 那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 吃不穷 喝不穷 算计不到才受穷呢 换那个口没事 回家补一补啊 照样能使 叫 叫 媳妇 这 你来的时候 村里有啥豆腐没有 啥豆腐啊 包鱼桃的事呗 包鱼桃不干的话 咱俩干嘛 那啥时候能发现 还靠你没豆腐 这 我 干 干嘛呀 听没听见小孩哭啊 他哭得这么吓人呢 你干嘛呀 谁家的孩子 这谁家的孩子呀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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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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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家把孩子弄转了 谁家的 谁家的小孩 谁家的小孩 他把孩子弄转了 谁家小孩 谁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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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 不过 不过 别打 别打 赶紧把孩子送过去 不行 不行 一会儿 咱们给村里抱回去 那交村委会 你让他们说行不行 别挫活 管你这事 来来来 你送我去 不行 看他哭呢 来来来不哭不哭不哭啊 不哭 不哭 不哭不哭 别了 别啥 不行咱给有才大哥吧 他们俩结婚好几年了 不是没生吗 我听玉兰嫂子说 他们俩生不了了 他弟弟的事 这两天好像 张禄在县里抱养一个呢 行行行行了 我跟你说 你万一这孩子 啥毛病咋整啊 咱来看看 你看看 我看看 这小手不挺好的吗 是个小女孩呢 你看 你看那小姐 这不都挺好的了 这孩子挺健康的 咱们就给他得了 行不行 抱财药是儿子 你送他这姑娘 他能要吗 你看你看 这小孩长得多好啊 你看 没准 咱俩抱回去之后 他们俩就喜欢上了呢 是不是 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 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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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口子 咱还抱回了一个孩子呢 这两口子 什么狗屁在乎 居然说我精神有病 那气死我了 我跟你讲啊 领导 从我祖爷爷的开始 我们家就是性财 我精神有病的话 那能有我吗 狗屁在乎 我看他才有精神分离症呢 你别这么生气 你听错了 大夫说的 是你精子有问题 不是精神有问题 你别老这样啊 你要老这么动真气 咱再看几回大夫啊 你就真成神经病了 我跟你说 说什么都没有用 只要能生出我医院半女来 就说我有神经病 我也不在乎你 你看 既然你都这么想 那咱就按方子吃药 行不 吃什么药吃药啊 我都吃了多少年药了 这肚子里边都快成药匣子 他也没生出一儿半女了呀 那你到底想咋的 那你要是不想吃 咱就不吃啊 我天天给你熬药 我熬着闻着药都想吐了 那你不也得喝吗 不行了吧 就听我姐的吧 药还还得了 关键是她也生不出来啊 气死我了 那药 也不是说药就药啊 姐都给咱找多长时间了 也没找到合适的 我就发现啊 娶了你之后啊 这孩子一直就没有 你这命里啊 就是个没有孩子的命 我看出来了 怎么一提生孩子 你就埋怨我呢 生不出孩子 怨我一个人吗 不是 说你两句你就哭 不 我怨你怨谁啊 我怨别人 谁谁高兴啊 刘彩大哥 刘彩 哥 嫂子 你们俩看看 这孩子你们喜不喜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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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来 看看 看看 书 chunks 水啊 叔啊 你跑啥啊 她家家 ắc啥 马过来和她媳妇回来的啊 喂呀 去买酸子去了 不错呀 我明明看他两口回来了 我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呢 是你眼睛花了还是喝了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他俩抱小孩回来 跟哪儿啊 咋跟你打准说说话呢 没大没事 真的 他怀里真抱个孩子 抱个孩子 该不会给抱财家抱个孩子吧 肯定是 你看 好玩了 别说这孩子长得真真儿心了 不是 你看他长得多像你呀 大眼睛 双眼皮 还挺水灵的是不是 可不是咋的跟我长得 是挺像的 不是 那个气球 这话这不是还没整明白呢 你那意思这孩子 是说放我们家还怎么着 有才大哥 这可不是留你们家 是我们俩专门给你们两口子 捡回来的 我们俩捡到这孩子就往这儿来 直接送到你们家 连家还没回呢 那谢谢你们了啊 辛苦了 晚上在这儿吃 早都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 不是 你不是 他这孩子 用啥毛病了是吗 哥 没啥毛病 你看看 这小胳膊小腿啊 我都替你检查过了 你看长得多好啊 还有那手指甲都可骨溜了 你看你看 他转起来可有劲了 你不信你试试 一定没毛病了是吗 要不他能这么欢声 你看这孩子多有劲 也不知道这孩子是谁家子呀 你知道吗 你傻呀 你要孩子 你不就得要这无钱无挂的 你长大了 就对咱俩好 是不是 说得也对啊 是这么理啊 那谢谢啊 谢谢 谢谢 那我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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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看有才大哥多喜欢这小孩啊 嫂子 哥 你们俩到底是留下还是不留下呀 留下 张青啊 你这有才两口子 就这么老往城里跑抓药 也不难为他们俩的 是 我这倒没啥 关键是他们两口子现在啥心思都没有了 就想要个孩子 你说 你总不能端个药碗子 过一辈子吧 是啊 我想不行咱就要个孩子 小七不在县医院吗 她跟我说啊 他们医院最近住了个孕妇 生个八斤多重的大小子 那女的丈夫一直没来看过 我想为准是个私生死的 我要小七盯着 要是没人要啊 咱把她抱回来 你别 别说 这 这倒是个办法 嗯 你们俩干啥去了 还是她回来呀 妈 我不是给满棍送袋子去了吗 我是说你们俩回来以后干啥去了 妈 今天可出个大事 我们俩回来的路上啊 捡一个小女孩 妈 你知道那小孩就这么点儿 长得可好看了 我俩直接给包有材价送去了 还真捡个孩子啊 嗯 你以为那是捡东西呢 说得这么轻轻 我跟你说妈 尿哈可好玩了 白白惊惊了你知道吗 就搂路边上了 那好歹那是个生命啊 后来我想那包有材 不要小孩吗 我就给包回去了 你说你们啊 还给人包有材价送去了 那不给人家添乱吗 你没听说人两口要自己生孩子呀 人家到处逃动药治病啊 你说这捡孩子可不是小事啊 你说这孩子以后好了坏着的 你俩不得落埋怨吗 姐呀 你啥埋怨呢 谢我还来不及呢 谢你 他真想把孩子留下了 留下了 姐 妈 那包有材大哥 他不一直想要个男孩吗 可是要了很长时间 也没找着合适的呀 今天我俩把那小女孩送去 那杨玲能乐坏了 他打开一看 那小孩又白又胖的 双眼包皮的 还会笑呢 他乐完了直接就抱起来了 把他们两口子正高兴坏了 妈 行行行 别说了 先给人家添乱 自己事还没整明白呢 和人家地还没出苗呢 瞎添乱 生气了 赶紧瞎惹事 不能让他生点心 喂 喂 小琪 真是老天爷承见咱老包家 我跟你说 小琪 你给大姑盯住了啊 大姑明天一早就过去 好嘞 真说着了 真是个私生子 主任呢 主任在家吗 谁啊 妈 大嘴来了 老嫂子 怎么在家呢 有事吗 我说呀 你们家呀 应该呀 百作喜吃喜的 不是 说些什么 不是 吃 吃谁的喜啊 不是 那有才家天然进口了 你说该不该吃喜 不是 大嘴你说什么呢 谁家天然进口了 有才的家 不是 这是你 这么大事你当起了 你当起 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有才要了个孩子 是满贵两口子 当捡的呀 丫头小子 那你说捡的孩子 能是小的吗 那肯定是丫头骗子 没人要了 让他们俩给我捡了去 不是 你干啥去啊 我干啥去 那丫头骗子咱可不能要啊 我这边帮他连这个小子呢 不是 主任啊 不如你 老嫂子还是真得去看看 那两口子 不定跟哪儿捡回个孩子 给有才换鱼躺着去 有才多实惠 那一高兴换了 他俩这些猫都成了 是不是 所以说呀 这个孩子 丫头小子咱都不能要 行了 你别在这儿瞎搅和了 我过去看看去 来 不是 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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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看看去 行行行行 这孩子太可爱了 你说了 小两个都不出来啊 考照去 看我了 这孩子小表情 怎么好像一个人呢 像谁呀 像谁呢 你说这一时我还猛住了 咱想不起来了呢 像谁呀 这是我姑娘 当然像我了 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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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你们嘴啊 都给我拔点门啊 这将来要是孩子大了 你们瞎说 再把我这么好 大姑娘给我说走了 林大长 那啥那个 一会儿收拾收拾 那上姐姐去 那把孩子也带上 让那姐姐歇歇歇歇 行 走走走走走 走啊 走了 那月亮嫂来了 月亮嫂来了 姐 你咋还呢 我正准备帮孩子 啥子去呢 不是 这 这孩子 怎么回事啊 哪儿来的啊 我跟你说 我费劲巴力 给你们联系了个大胖小子 你说这边抱上了 我那边怎么交代呀 不是 这这这 什么大胖小子 你说咱要养吧 他爷爷得养个带伴的吧 给咱老爸家的信盯上 对得起咱老祖子 你们可倒好 整个丫头骗子来 你说什么 有猜呀 你姐呀 说得对 你说咱要是包养的话 你 你 你咋的也得抱个小子吧 对不对 你说 你说 你抱个丫头骗子 你这玩意养大了 还是别人的 对啊 咱不白养吗 说什么 你跟他瞎乐了啥呀 男孩女孩不都一样吗 老关你 不姐了 这事你也没跟我们说呀 我不是也刚知道结果吗 你看我这还没来得及说呢 你这活两天都抱上了 急什么呀 姐 她不是急 她是这么个事她 她那谁 那满棍啊 那和她媳妇啊 设计班都是捡的 你看 你看这孩子 多张鲜啊 多好看哪 你忘了你投射的跟我们说的 说那不行的话 那干脆去要一个完了 不不不 我一想人家也是好心肠吗 不是啊 什么好心哪 我看是别有用心 我问你 她是不是说用这个孩子 换那个鱼塘啊 她 她不是要换 她说转让 让我让给她 这 那不是一回事吗 那目的就在这儿 我跟你说 现在啊 我怀疑这孩子 还不定到哪儿来的呢 那两口子 就没安一啥口心 不行 这孩子咱不能要 那马上给她送过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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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这说 说 说痛的是吗 武才啊 你姐说话 你也走路走 我还是说 武才 你把孩子给我抱回来 我可喜欢这小姑娘啊 文强 我姐说得有道理 我过去看看 你先回我了 你先回我了 我过去看看 你先回我了 回我了 刘继琼 刘继琼 我跟你说啊 这孩子 我们可不帮你养 以后你再捡个 什么小猫小狗的 你自个儿养着吧 小子 这咋个事啊 那个有才大哥 他们俩不是挺喜欢 这孩子的吗 才给我抱过来了 怎么的 这还讹上了 你们两个捡过来的孩子 我们不送给你们 送给谁呀 奇巧啊 是这样 现在孩子 那大小也是个人 不能像小猫小狗那样 说养就养 说不养就不养 要收养呢 得弄明白 才能办理收养手续 不是 什么收养不收养的 这孩子我们压根就不能养了 再说了 你们自作主张地 给我们捡了 这么个丫头骗子来 算怎么回事啊 嫂子 当时捡这孩子的时候 我跟满棍没想别的 就看这孩子挺可怜的 然后一想 我有才大哥跟嫂子 到处张罗要孩子 就把孩子给抱回来了 可怜 那可怜孩子多了去了 你们看着可怜 你们自个儿养的 送我们这儿干下去 我们要是不收养所救助站 不 你说啥呢 人家满棍两口子 也是为咱家好不是 人家是想帮有才的忙 这孩子能收就收 不能收咱再说不能收的 说那些没用得干啥 捡就捡了 还捡了这么个 没人要的丫头骗子 那不是坑人吗 我说兰子 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 咱们一个囤子住着 关一处得都不错 那他们俩捡回来孩子 是丫头是小子 他们说得也不算 是不是 把孩子给你捡回来了 你不说一句感激话 也不能出口伤人吧 就是啊 嫂子 我是听铃铛跟我说过好几次 她就喜欢小女孩 所以看见这个小女孩 长得挺好的 还挺健康的 才给她送去的 我跟你说 铃铛喜欢小女孩 我们老包家 可不需要小女孩 其巧啊 就算呢 你们俩啊 帮我们捡孩子 那得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是吧 你也知道 那我们老包家呢 到我这块 可是一脉单纯的 那得看我言语相忽 所以说 这事啊 你们做得 真是有点轻巧啊 我说沈子 您的儿子和儿媳妇 把那小账 都算到我们老包家头上 他们俩打了那什么主意 他们自个儿心里清楚 嫂子 你这么说话可不对 我们心里哪有什么小账啊 就是觉得当初 我有才大哥他们两口子 到处要孩子 想养孩子 我们俩就捡到一个孩子 给他们送去 就这么简单 你不领情还埋太人 你说你把孩子 给我送过来了 我们咋养啊 那我不管 我跟你说 杨气桥 这孩子 说出大天来 我们都不可能养 这孩子大哥 这都别着急 我回去再跟他们商量商量 你这些 他行 那是他人呢 你们俩办的这事啊 过来了 妈 那孩子睡了 睡时常了 我姐不是说有事吗 我就是跟你们说 那孩子没有那么随便捡的 你捡回来容易 往出送就难了 当初你们说帮老包家 你现在听听老牛婆咋说的 人说你俩坑他呢 害他呢 你这不是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吗 你说这个老包家 啥人批那一个个的 你说我和七小姐 这点孩儿的熟了吧 也没有想到 这男孩女孩儿的事啊 你就没长心 在咱们农村 你捡回一个小男孩儿 你好往处送 谁愿要那小女孩儿啊 你给谁呀 给谁 给不出去咱家也不能留着 咱们老钱也养活人家 那孩子 那算咋回事啊 这孩子咱家肯定不能要 要不 就把他送村委会去 送村委会 去吧 借点这忙呀 送村委办点事 好 沈子 这 这 这 长青啊 你看这孩子这事该解决了吧 那他们不要 这孩子我也不能留啊 是不是 这满棍他们两口子吧 也都是好心 这我都知道 连老包家的事 就我说的也不酸哪 哎呀 张青啊 你看你做不了主 这孩子我也不能留 那个婶跟你说 这孩子吧 婶不是不可怜的 我是负担不起 你看你家春桃吧 现在那么小 还正念书呢 人家满棍两口子刚结婚 人家将来呀 还想要个自己的孩子 现在我们家 就只得满棍两口子 卖点豆腐 挣点钱啥的 你说再多一口人 我真负担不起 其实吧 这些我都想了 可是呢 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 收养这个孩子的云呢 要不这样 你看行不行啊 咱们商着商着啊 我呢 把这个孩子放进家 你先帮着照看几天 我马上就去联系 收养这个孩子的人 要是找到了 我马上就把这个孩子 都抱走 那不行 主任 你说我妈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说这孩子在我家吧 又哭又闹呢 我妈心脏又不好 肯定受不了 这个孩子呢 你村上要是不收 我们家也肯定不能留了 那啥 来 给你吧 不好了 走走 妈回来 我走了主任啊 你歇一遍 我 歇一遍 我 歇一遍 妈 饭好没啊 我都饿了 饿饿饿 就值得饿 去看看你爸去 咋还不回来呢 好 我回走 把他找回来 知道了 妈 我爸回来了 来 开门 爸 哪还有抱个孩子呢 你别管 赶紧回那屋去 不是 知道了 老牛啊 你怎么个意思 这咋也把孩子给抱回来了呢 老前妻吧 养这个孩子确实有难处 刚才前大婶子呢 到村部 把这个孩子给送去了 你说我又不能不管 我心思吧 就是先抱回来 咱们养几天 等有人愿意要呢 咱再送走 不是 你说得容易 那是养几天的事吗 一个丫头骗子 现在没人要 那以后更没人要了 不咋的 你抱回来还想自己养啊 不就是吃口饭吗 不是 你说得容易 那是吃口饭的事吗 那大志念书 吃得用的 那什么地方不需要钱呢 自己都够紧巴的了 哪有闲钱养他 我告诉你 我可没那么高的觉悟 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啊 你说我是村长 你说要没见着就算了 见着你说我能不管吗 那必定是条生命嘛 那村长 你说你这个村长当的啊 好不让我没跟你见着 倒霉事贪生一大堆 怎么呢 别人捡孩子你就得养啊 我说你小声点行不行 别 别 别 孩子吵醒 我告诉你老娘 你今天敢把这孩子抱回来 我明天就给他绕过去 这家是你说的算 还是我说的算 刘长青 如果你敢养这个孩子 这个家咱谁也说的都不算 散伙 你说 那小孩今年咱 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村里这些干部 全都是男的 他们能照顾好孩子吗 操那心干嘛呀 反正不能把孩子 弄到大马路上去了 好 妈 快吃吧 一会儿这饭都凉了 不吃 行了 行了 你别跟这窗户了 你赶紧过来吃吧 我妈不吃我也不吃 你看看 你不吃那孩子都不吃了 过来吧 行行行 我哪有心思吃啊 这鸭头片子不送走 以后这都吃不上溜 你不吃了 这孩子又哭了 那就这样 你过来啊 看不到这啥子 是不是掉了 我妈 自作自受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过来啊 还真不放心 小孩儿 是小孩儿 是小孩儿 是 真是你小孩儿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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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把这孩子放这儿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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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这谁干的事啊 你说这大清小 把孩子扔地下来 这这啥人的你不能 合着要合着不要 你也不能这么对孩子呀 我看看 这孩子还发烧呢 都烫手啊 妈 肯定是包玉兰干的 我跟你说 咋能发烧呢 就是冻着了呗 你先别说了吧 孩子给我来来来 回去找 找出哪儿 这么点小孩儿 往哪儿去饿下 赶紧带孩子上医院 走 跟我走 我就不信找不到说理 走 孩子这么小 怎么烧成这样 才给他送来 你们这些当疯了的 太不拿孩子当回事了 如果有了大事 你后悔都来不及 是是是 赶快去交款去吧 好 我 大夫啊 那个啥 我我来得太着急了 没拿那么多钱呢 我那还站着干嘛呀 还不赶快去张了钱去 那你能帮我看一会儿吗 我我 放着吧 放着 那个我 我我我 快去吧 快去吧快去 谢谢啊 喂 丰收啊 别提了 你小孩有病了 我帮他上镇里医院来 打针来了 对了 丰收 你你手里有钱吗 我忘带那么多钱了 打掉瓶开不了药 我说长青 亏了你还是个当初 你就认得 你 你 你们两口子 怎么能这么处理事呢你们 沈子 我 我又做啥对不起你的事了 主任 这事没有你这么干的 是不是 大青早上就把孩子扔地下了 那还扔我们家门口了 你家啥意思啊 这不含着我们呢 我跟你说啊 这孩子信已经赶帮花手了 自己找了办吧 是不是你干的 你咋能干出这样的事呢 是我给他们扔回去的 那孩子是他们捡的 那凭啥黑人我们家了 我说你懒得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要是你自己家孩子 你舍得往地下扔不 那是个人 怎么也不能扔地下吧 那不扔地上 我扔哪儿啊 你们不就是在地上捡的吗 你们捡完孩子 给别人家了 就算拉倒了啊 你们一家回去睡觉了 你知道我们怎么过的 我跟你昨晚上 那孩子哭了一宿 我一宿都没合眼 马上你也太坑人了 这话啥意思啊 这孩子是不是 被你们老抱子捡的 我抱抱抱出错来了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老抱就求你了怎么的 谁让你帮我们捡呢 你这么说是吗 我觉得你们家 孩子喂个老弟 你信不信 凭啥你捡我们家孩子啊 你说怎么办 我说行啊 我说行啊 行啊行啊行啊 都别抢去了 行不行啊 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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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行啊 咋呀 给孩子看得有 没事 可以大声说话 对了 谢谢啊 谢啥都是老同学 洗手治老的事嘛 你啥 回到家我就把钱给你啊 不着急 你今天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呀 有事啊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情况啊 确实不适合养了一个孩子 要不 要不你就把孩子交给我吧 我养 你养 你开玩笑呢吧 你一个大小伙子 你哪会养小孩啊 我怎么就不能养 我替你养还不行吗 季晓 你也知道 上学的时候 我追过你 你一直也没同意 现在 你和钱满棍结婚了 我知道 你心里 只有满棍一个人 说句心里话呀 我是真的挺羡慕她的 她能找到你这么个好媳妇 是她的福分 但是 就算是这样 做一个老朋友 老同学 我帮你一把 也不算啥错事 对吧 谁说这是错事了 我就是觉着 这孩子养起来 挺麻烦的 那 那麻烦啥呀 潘龙叔 咱俩没白同学一回 你真够意思 那行 那没啥事 我就先回家 好 孩子咋样呢 别提了 小孩太胖了 扎针的时候 扎了好几下才扎上 她哭坏了 妈呀 可怜死了这家事 你大夫说了 好 没啥事 嗯 那就好啊 冯少 你咋来了呢 那个孩子发烧 那个七角兜里没带钱 我就送点钱过来 给她改的药 好 我只要走那你就来了 我先回去了 你们聊 走 你瞅这大小子 就是比那鸭头强 这回啊咱老包家后继有人了 姐 你听不听说啊 听说那个杨七巧 要自己养这个孩子 现在村里边人哪都知道了 大家都在议论这事的 这有什么好议论的 那孩子是杨七巧捡的 他要养啊 那就对了 真是 早知道他要养 那何苦闹出这么多罗烂事 弄得全村鸡飞狗跳的 姐 你不知道那杨七巧 那口气有多大呀 说了不去养个孩子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养的话那我养 我去那口气 可不得了了 他不就那样吗 不就会做那几个臭豆腐吗 把他嘚瑟的 咱们村都还搁不下他了 这回啊 他真是嘚瑟出花来了 活着生的呀 给千本棍戴挺绿帽子 在院那块 千本棍把潘风收 给堵了个正潮啊 我跟你说 我早看出那小媳妇 不是啥文的钱 是 你说那孩子 会不会跟那个潘风收 有啥瓜哥呀 为啥那孩子一生病 那潘风收 火结火了得砍起来呢 是的 跟潘风收哪有什么瓜哥呀 再说那孩子是满棍 和七巧一块儿捡的 我跟你说别乱说 要杨七巧听见了 他可不好惹 听见的 也不见得呀 小宝贝 闭眼就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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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대통령 珅 我有句话 你不要我心里去了 我说就是你俩啥事 就找那个潘风收呢 你还钱 你给我打电话 我就跟他Ep 你看你这人真是的 在医院子告诉你了 是他給我打的電話 真假的 你啥意思 我沒啥意思 我也覺得吧 這事挺蹊蹺的 咋就那麼寸呢 給你打電話 行了這事咱不提了 你這在盤木桌 隔壇唱舞咧 老王咱去跑勺兒啊 說幫他解綠豆子什麼的 我覺得他是衝你來的 那回那回感激 是不是他趕著茉莉船 把你拉回來的 是啊 可那回真是趕巧 我自行車壞半道上了 正好在路上遇上他了 他就把我給燒回來了 咋的了 跟你説巧 我覺得這事嘛 以後你離他遠一點 行不行 是啊 您倆同學 從小關係挺好的 這大家都知道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你不是那樣的人 但是別人不知道的呢 不打形子這事啊 明白了 以後我注意一點 見了他不説話 走道碰見了 我繞著道走 真假的 真的唄 超 你看看 你看看這些孩子 抱抱抱抱抱抱抱 對對對 幹啥呀幹啥呀 你們這是啊 一會兒風一會兒雨 一會兒霞光萬丈的 咱老前妻在這臀子 可唱了大戲了 奇巧啊 大姐說句話你別不愛聽 咱們老前妻呢 這一大家人 是指著你賣豆腐 過得挺寬裕 但是你也不能想 幹啥幹啥呀 你上村子裡去聽聽去 現在你跟豐收那事啊 大夥風言風語的 吹 吹信 我知道你不是那樣人 但是我們聽著心裏不得勁 行了姐 我倆說這孩子的事 扯上潘風收幹嗎 說說去唄 不說潘風收 就說這孩子 你們自己不能生啊 非得替一萬人 養活這孩子幹啥呀 咱爸走得走 媽把咱撒拉扯大也不容易 我沒有生男孩的命 你倆才這樣 咱們老前妻不就絕根了嗎 這日子要這麼過 那就散花了 田姐 啥叫絕根啊 咱老前妻不能絕根 我還沒生的嗎 再說了 這個孩子啊 折騰來折騰去的 已經折騰出病來了 如果咱們家人不管的話 那是不是梁先生過不去呀 不管咋說 他也是一條小命啊 這這看是條小命 又好玩又好看 等你養大了 那是一隻養不肥的貓 媽說得對 這羊肉貼不到狗肉身上 咱們村子老胡家 那不就是個例子嗎 要一個孩子養活著 等養大了以後 人家親爹親媽來給接走了 這孩子五年了都沒回來 看得了胡家的事吧 是 這隔層肚皮隔層山哪 姐 你要這麼說我可不贊成 我也是孤兒 那從小我養父養母 把我養大的 我也沒説對我養父養母不好啊 是我給他們養老送中的 我挺孝順他們的 我說七巧啊 那天底下 像你這麼孝順的孩子 不就你這一個嗎 有幾個養七巧啊 媽說這句話你不信 你把這孩子養大 將來就是個 搶食高人殼 空婚系 躺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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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慢快 噓 說說得不行啊 本來孩子送走得了 你說兩句 她願意養她自己養 姐妹 不拖累你 管那麼多幹嗎呀 媽你看看 就是個窩能肺 當不了媳婦的家 好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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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你別幹了 咱媽走了 去哪兒了 咱媽到姐家那兒去了 她跟我說 只要孩子在那地方 她就不回來了 你說咋整個 你說這黑燈下火的 你自己就出來了 伸一腳淺一腳的 你摔著呢 再說你憑啥走啊 那是老前傑 要走也是她走啊 你給她到啥地方啊 是 媽 你不能走 你走咱就沒煮辛苦了 她是滿貴 你也不是不知道 她能當起喜歡她家嗎 你說這麼大家 讓楊奇巧管理 那不管爛套了嗎 憑啥讓她管呢 跟你說這楊奇巧 都是你管的嘛 從打她一過門 啥事都依著她 你還我給管的 那人楊奇巧 這幾天司機 給咱家起早貪黑的幹 你看不著啊 這家不全的人 就支撐著你嗎 哪個家庭婦女不幹活啊 還起早貪黑的 都是她忙的 那我待著了 一說你這行 我就不願意 就向著 還我還向著她 你說這麼的也不行 那麼的也不行 您倆有啥主意給我出出 我到底咋整形 一說奇巧你就不願意 她好你還上我這兒來 怎麼跟媽說話呢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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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跟我生氣呢 跟我回家唄 媽回家唄媽 回哪個家呀 您倆可真行啊 這黑燈下火的 讓媽自己出來 這身一腳淺一腳的 這摔著呢 你還直到處理找啊 大姐啊 我知道 咱媽就是因為我 撿回那孩子 她還在生我氣 媽 你別生我氣了行嗎 你這樣我心裡 特別難過 我覺得如果對不起你 你還知道對不起媽呀 媽身體不好 你哪不是不知道 你說你撿回一個孩子 一天哭過鬧過的 媽能休息好嗎 我倆氣什麼 這句話吧 倒不應該我這 當姐夫的講 你說你們倆以後 不得要個孩子嗎 你說這麼大個家庭 這老老少少的啊 在家外講個孩子 這裡一般外一般 咱不說能不能養活氣 你說以後咋經過呢 那玩意 姐夫 你不是沒看見呀 那孩子太可憐了 那可憐的孩子多了 咱都抱回來養活著 咱咱這日子過不過了 知道的是你 揚起腳抱養的孩子 不知道還以為你這私生子呢 姐啊 說話怎麼這麼難聽呢 什麼樣是私生子啊 那計較什麼人我不知道嗎 真正不怕影子愛 那說說話去 真難聽說話 我說啥話難聽了 我是啞巴呢 我不說話吧 行吧 我說哪句話難聽啊 行吧行吧行吧 不是你 你說 你說這晚上 那我說說姐沒外人 我說說咋的啊 那你別再說話呀 我說別吵了 說你就像人 哎呀 奇巧啊 回去吧 媽這兩天身體不好 哪兒都不好受 就想跟你大姐這兒 都住寫日子 啊 回去吧 媽 你就回家唄 那回家行不行啊 別磨叽了 媽都說不回去了 沒聽見呢 趕快趕快趕快走走走 那行 媽 你要是願意待的話 就在我大姐家住幾天 啥時候想回去 我來接你 你先回去吧 我跟媽說句話 媽 剛剛我跟奇巧說你在這兒的 她可著急了 只有我看到你們這樣 我心裏也著急上火了 要不你就待兩天 然後我回去跟她說一說 我勸勸她 行不行 好 注意她身體 奇巧啊 我找你說件事 那個 你真的決定 要領養那個孩子了 決定了 決定了 那個健康證辦了嗎 放心吧 都辦好了 滿貴也同意了 在家幫我看孩子呢 那個太好了 那個奇巧啊 那個民政局的人說 要想領養孩子 必須由他們的人 親自來喝茶 你回家等著去吧 他們馬上就來人 是嗎 那行 那我回家等著了 好嘞 費心了村長 別客氣 姑娘 咱們呢 就像咱昨天晚上合家那樣 把這孩子送得越遠越好 給他找個好人家 馬顯了 咱們這良心也就算對得起他 對吧 奇巧啊 孩子咋樣啊 挺好的 這是民政局的李科長 這是楊奇巧 説是要來核證一下 收養孩子的情況 李科長您好 您好 奇巧啊 我今天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就是根據我們當地的 公安部門調查 這個孩子確實是個孤兒 是 他們已經來調查過了 沒找到他親生父母 是吧 但是我仍然 今天要核定一件事 你的經濟狀況 符不符合領養條件 李科長 這個你就放心吧 我是做豆腐的 是祖傳的楊家豆腐 生意還不錯呢 不信你問主任 是是是 可好了 是這樣 對我家還有林子 還有地 所以養一個孩子 真的沒問題 好 但是領養這個孩子 你們夫妻都同意嗎 同意啊 他們夫妻都同意 認領這個孩子 都同意 那我仍然有一件事 要核定 那就是收養這個孩子的人 一定就是你和你的丈夫 有沒有傳染病 這個還真沒有 我我那個健康證都開發了 在哪兒發呢 在哪兒 來了我發 我相信了我相信了 我相信了我相信了 李科長 我給你們民政局 打電話的時候 有個通知說 在我拿到領養證之前 你們還要把孩子給抱回去 送到部位院呢 李科長能不能把這孩子 就留到我家呀 你看我啥條件都合格 就算培養感情了唄 要不這樣吧 我給你們開一份寄養證明 但是有一點啊 事先說好 這個孩子在寄養期間 所有的法律責任 可都有你們承擔的 對 放心吧 李科長 你不知道 我就是個孤兒 從小是被我養父養母養大的 所以你一百個放心 我一定啊 會對這孩子好的 我知道了媽 你放心吧 來 咱咱快走唄 早去早回 走吧走 你要是餓了 你的飯在鍋裏坐著呀 放心吧 嗯 媽 幹啥來了 給你們送豆腐啊 順便問我媽 跟不跟我回家 媽剛吃完 我給她蒸的雞蛋糕 拿回去吧 看著你就生氣 那那啥 去找你跟媽撈哥 我倆去蓋裡買化肥 快快走走走 你你跟媽撈 媽 你都兩天沒吃我做的豆腐了 你不想啊 媽 跟我回家唄 傻孩子 你啥時候都知道 當媽的心呢 什麼玩意啊你是啊 餵你就吐餵你就吐 是吧 醜死我了 這時候還整呢 來 叉叉別動 別動啊乖啊 鬧死你了 屁你了 你說你這是何苦呢 一個大老爺們 整得像奶媽子似的 那你說咋整 這樣咱媽咋樣了 心裏還有媽呀 媽媽說了 這孩子一天不走 他就一天不回來 那咋整啊這是啊 咋整 你說這孩子在咱家 你鬧不鬧心 咋不鬧心那一天 看著頭頭頭 給他送走 你幹啥呀姐 你幹嗎呀 你真送走啊 那不真的還假的 姐姐還在外面等我呢 不是 你要把他送走的話 那雞腳雞腳生氣的 我扛不住啊 啥玩意你扛不住 再那麼怕他呢 他要生氣你讓他找我去 你要我還在外面等我呢 我找你 姐姐 阿齊 洗澡啦 洗澡啦 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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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沒了 孩子哪兒去了 快說呀 孩子沒了 不知道 你不知道去哪兒 那誰知道啊 剛才你不是看孩子來的嗎 你問我 我哪兒知道啊 孩子哪兒說話呀 說話 說啥也說呀 沒了就沒了唄 那因為這孩子 咱媽都不回家了 沒得到省心了 什麼省心啊 是鬧心啊 人家民政局的人都說了 拿了寄養證 孩子就歸咱們管 咱們要付法律責任的 快說孩子在哪兒呢 怎麼沒了呢 不知道 你是不是跟姐弄走了 還是你給送哪兒去了 你快告訴我啊 萱兒 你還別說啊 這孩子跟他們家 還真有緣哦 是啊 我今天剛稀罕的孩子 這長得挺好看啊 挺好看的 你這一道叫我呢 這家大大大就不叫我了 是 當大人家也算太想腹了 行 兩媽一個心病 對 大姐 姐夫 你們倆把孩子送哪兒去了 快告訴我 什麼孩子 啥孩子 你們知道 我不知道 家裏的活兒不幹 滿大姐找孩子 哪有你這樣的 大姐 這孩子你不能送人 領養手續我正在辦著 這兩天就下來了 而且季養證在我這兒 這孩子已經是老錢家的了 你要是把他送給別人 他辦不下來手續不說 還犯法呢 你少嚇唬我 讓公安局來抓我吧 我就把你孩子送走了 你挨打打地 走 大姐 不是 大姐 大姐 大姐我求你了 大姐我求你了 你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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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啥晚上啊 幹啥呀跟我還動手啊你 幹啥呀這是 抽了吧火兒的 丟不丟人哪 馬國你看你媳婦啊 這家把你娘家的 把媽氣走了 現在又跟我動手 是不是 你要反天啊你 激穗你幹麻呀 怎麼還跟姐動手呢你 我沒有啊 我就是求大姐 幫我把孩子 帮我回来 你开帮我脑袋 杨青晓 你这日子能不能过了 你要是不想过来就不过 你看你看 他还有脾气了 你看 你看他像啥你就是 什么 你们还打起来了 别怪我 妈 妈 快把药拿回来 赶紧的 妈 你别吓我 我咋的了这是 妈 妈 快 妈 那把药吃 妈 来 一会儿 来 来 慢点 慢点 你说你跟着着啥急 上啥火呀 没事 没事 妈 你靠一会儿 再一会儿 再一会儿 没事 没事 咋的 那七巧为了这孩子 连日子都不想过了 妈 不是她说的 是我说的 刚才她都跟我 接俩当手了都 妈 你没看 七巧那样呢 那像个婆夫似的 跟我拨拨喊 要不我能跟她打起来吗 你也是的 当姐姐的也没个大样 你说还打起来 这回好 咱们老前妻 在全村算出了大名了 那不都怨你儿子 找那好喜闻 你不怨我 你给我住嘴 儿子 听妈话 赶紧回家 去劝劝蹊蹺 行 行 我劝她妈 那我问你这事呗 那孩子你到底送哪儿去了呀 我说你这孩子 你是咋回事啊 还问这孩子呢 送出去就是送出去了 你还能把他求回来呀 是 你说那小孩那么小 现在又有病了 你万一送了一个 没有钱的人家 那看病都看不起 是不是 你这样不是 把孩子给害了吗 你咋知道没有钱呢 人家余叔腿的老孙女 贼有钱 能 那个什么 谁家 那 那什么 那家挺有钱的 亏不了孩子 你放心吧 不是 妈 那你说 别问了 别问了 你也别打听了 送出去就是送出去 人家日子肯定比咱家过得好 那孩子去不着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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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呀 妈 回家 趁你娘换 赶紧回家劝劝气笑 我不回去 要不妈不放心 快 赶紧回去 好好劝劝他 晓雯 来 来 亲手为你做的 都负脑 尝尝我的手艺咋样 来 来 高一 尝一下口行吗 你看你 在这儿做了这么长时间 咱那儿动物还没长呢 什么事 好 来 听话 别吃小点 好不好 来 尝一下口 好不好 孩子呢 啥孩子呢 那小孩呢 不知道啊 你知道 真的不知道 知道我就告诉你了 你骗我 你看着我 你肯定骗我了 我这毛病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这骗你的话你能看得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 你就是骗我了 你忘了咱俩结婚的时候 你咋说的了 你说 从今往后 咱们谁也不骗谁 对吧 你还说你会对我好一辈子 对吧 对 你还说过呢 你说你结了婚之后 啥事都听我的 那你这事咋不听我的呢 媳妇 我 我真的没骗你 我就觉得吧 你说这小孩又是 被一个条件好的人家捡下来 其实是一些挺好的事 你说呢 去谁家了 你还是骗我 你现在开始骗我了是不是 你跟大姐还有妈 你们不同意让我收养这个孩子 所以你们就联合起来骗我 背着我把孩子送人了 或者是把孩子给扔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都怨我 我对不起这小孩 我不应该捡他回来 要是有良心的人给捡去了 没准这孩子现在已经挺好了 让我给捡回来了 结果把你们给送人了 或者给扔了 别哭了 我什么骗啊 媳妇 你别哭了 你听哪话能不能别哭了 我没闹 那小孩不知道去哪儿去了 他那么点儿我也有什么 三成两短子怎么办呀 你别哭了 你不哭了我告诉你 媳妇 谁让你骗我了 我骗你了 你别哭了我告诉你啊 你骗我就是欺负我 好了好了 我跟你说吧 我跟你说 我从我杰力嘴里给套出来了 你要孩儿在遗充屯的 老孙家呢 媳妇 小刀了 这是老孙家 你看看 有人吗 有人吗 请问有人吗 大半夜的你们找谁啊 大半夜的你们找谁啊 请问 这是老孙家吗 对啊 你们家是养甲鱼的对吧 对 那太好了 就是你们家了 大姐啊 是这样的 大半夜的我们俩过来 是喂孩子 我们家的孩子被我姐送到你们家了 你能把孩子还我们吗 抱孩子 我家也没有孩子了 大姐 孩子在你们家 我俩已经知道了 是送孩子的人告诉我们的 要不然 我们俩哪能找到这儿啊 是吧 不知道不知道 你们赶紧走吧 大姐 是这样 我们两口子呢 是这个小孩儿的父母 今天把孩子给你送来的那两个人呢 一个是我姐 一个是我姐夫 这样呗 你把孩子给我们呗 行不行 我们赶紧走吧 别搞这儿磨磨磨叽叽的了 不要 大姐 雨天 你骗不了我们了吧 这孩子在屋里哭呢 大姐 这孩子不是你们家的 把孩子还我们吧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赶紧走吧 再不走我就喊人了 大姐 你喊人也没用 这个孩子啊你留不下 来 你要不信的话 来 你看看 这个呀是寄养证明 现在我们俩已经向民政局申请了 这个孩子将来我们俩认领 过两天手续就办下来了 所以这个孩子从现在开始 就是我们家的了 大姐 不瞒你说 这孩子不是我们俩生的 是我们俩在马路边上捡到的 所以这个孩子 你留不下 即使你留下来 你也办不了手续 真的 是犯法的 我们赶紧走吧 我家根本就没有孩子 你要再有人不好 我就喊人了 大姐 你要是不给我们孩子的话 我就报警 姑娘啊 我就寻思这孩子 到这家能不能代付 那家人家对他好不好 也不知道啊 当时给他时候 瞅着那家人家挺仙的的 妈呀 从哪儿我俩回来 你都问得有二十遍了 我这耳朵都起奖子了 我不跟你说了吗 人家那条件可好了 那大院 那房子 我跟你说妈 那孩子和大家好有缘似的 人家一抱他一斗就乐了 我跟你说人家一想憋疑 我都市前 跟那条件咱家跟人都没法比 叔叔你别惦记了 别问了 我再问你烦 你没骗妈吧 我骗你干啥呀 就是 妈你看 我们俩还能骗你吗 那孩子一进一家门 那小辈儿小床嘎嘎嘎心的 那么好的家庭 那还能受车吗是不是 我们俩能骗你吗 是 妈呀 这孩子不送出去是块心病 这送出去了吧 妈也不放心 毕竟她是个孩子不是吗 妈 你不放心呢 妈 那要不这样吧 明天我和林子再去 到那儿呢 把孩子给你抱回来 别 别 姑娘可 可别抱回来 那孩子好 妈放心 妈放心嘞 那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许再提那孩子了 你说咱们给这孩子 找个好人家 咱家这一天云子也全散了 是吗 是 做饭 是 我 我做啊 有点好吃的 我做啊 那我做啊 快去 快去 我去 你呢 你呢 你们 你们这是 这孩子咋还抱回来了呀 爸 昨天晚上我俩连夜去老孙家 把孩子要回来了 杨七乔 你有病啊 我们好不容易给孩子 找个好人家 你又把孩子给抱回来了 这个家要是过点消停日子 你是不是就不输他呢你 你啥意思啊 七乔啊 七乔啊 老前的那个家 你说全当了 到底我是你妈 还是你是我妈呀 你办事得出马一条鞋 你说七乔啊 这事就你付的错犯错了 你知道吗 不是说当姐夫的说你 你干什么玩意啊 咱们前天要把孩子送 后天要把孩子结回来了 你这不给妈添堵的吗 满棍 你能不能管过你媳妇 妈有心脏病 你俩知不知道啊 我都说啥呀 我说呀 这孩子抱过来了 这下谁 谁听过我的呀 你就是个无垃圾 谁说啥呢 杨七乔 你赶紧把孩子送回去 你要不送我送 姐 姐 拿来给我 你妈妈的伤了 谁干啥呢 姐 我求你了 姐 我求你了 这孩子不能送人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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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给我留下来 不行吗 姐 咱不送人了 妈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知道你是为老前妻好 可是你们把孩子送人 我受不了 你知道我从小就是孤儿 要不是养父养母把我养大 妈 我能活到今天吗 我能嫁给你们老前妻吗 妈 我觉得这都是缘分 我跟这孩子就有这个缘分 要不然他给扔到大马路上了 怎么就我跟马棍撞进了呢 我觉得这孩子他就是从我来的 姐 这孩子我养定了 这孩子我养定了 不会你们放心 我就是砸锅卖铁 我也肯定会自己担着 我不会连累老前妻 我不让他花老前妻一分钱 行吗 妈 妈 我求你 妈 就算我对不起你了 就让我把孩子养大了 就让我把孩子养大了 妈 我求你 媳妇儿 你咋了 我不知道咋的了 你突然有点恶心呢 这鸭袋也没坏啊 我不吃了 你吃点别的 对了 我一会儿去他妈那儿看一下 我给送几块豆腐去 你去的时候啊 好好跟妈说 劝妈早点回来 那个 孩子的名字签好了吗 七号啦 叫啥啊 叫小艾 小艾 听我听 那什么 我跟你说 咱爸可说了 不能姓钱 那就让他随我姓吧 叫杨小艾 啥呢 鬼故事事找啥呢 别吵了 别吵了 不是 今儿 这孩子找回来了 怎么一点重静都没有呢 怎么没打起来呢 奇怪啊 你怎么好心啊 你们俩干啥呢 吃完了 语无伦次了 一看就没干啥好事 怕那偷听啥呢 进屋听去吧 谁偷听了 再说了 你家有啥见不得人的事 怕偷听啊 我家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啊 我家这点事都在这摆着呢 你俩不能生 我弟弟帮你们捡回一个孩子 你们一会儿要 一会儿不要的 是人能干出你们这事的 前春秀 你说谁不是人呢 我俩不能生 我们自己能解决 我们没穷蛮棍和蹊跷 反倒是他俩 不知道在哪儿捡个孩子 没地儿养了 放我家了 我们不养就急 就吵就闹 哪行这个的 这不是欺负人吗 就是 杨玲的 你说话拍拍良心 我弟弟好心给你们捡个孩子 你们不但不感谢 反倒跑这儿来 慢声细语地来气我来了 是不是 不是 秦春秀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慢声细语地气你 那孩子啊是你兄弟姐的 你兄弟那也答应养了 我说你怎么还没有 没了瞎墨迹呢 啥玩我墨迹啊 谁跟你说我弟弟 答应养的孩子了 这孩子到我家 我家闹成啥样 你知不知道 跟你家闹成啥样 公公有关系吗 跟我们一模价关系吗 对 你找七巧去 他还跟满棍儿捡的孩子 那我没关系啊 你俩要这么说话 你俩就一顿无赖 只不知道 哪有你们这么说话的 怎么 你这人说话的 你这人说话 你这人说话 说话办事 怎么不都咋了 行了行了 行了 别说了 行了 别说了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行了 行了 别说了啊 别让我搭门口来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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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少说了就能咋了 这我干啥 你看看他那样 我一看他老包子那样 我就生气 妈呀 干啥呢 妈 你收拾衣服干啥去 你可别跟我抢了 你咋干 随快随便 我回家 看看你们一个个的 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我回家等死去我 来来来 妈 啥回家等死 你干啥呀你 妈 你这 妈 别生气吧 咋的了这事呢 小爱 你还睡呀 享受 不愧你 太好玩了 那妈回来了 妈 回来了 太好了 妈 妈 小艾睡着可好看了 你 你别摔我了 这回你高兴了啊 你自己喜欢吧 妈 妈 妈 行吗 行 这劲儿行吗 实在劲儿 我背这块这块管 这一天哪 行了 别省气了 我说那满贵靠不住嘛 一见她媳妇就拉松涛 咱是谁呀 咱是外人呀 她能听咱的吗 这不听我 行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家里够乱的了 满贵就是个窝囊废 以后他们的事啊 我也不管了 原来我这样不让你管 看你非不听我的话 你现在啊 弄你妈的生气了 你说咱图一啥吧 你说那废话 我不管 那是我妈 我弟弟 你说我能不管吗 要是别人家的事 你以为我愿意管呢 我管也行 你以后有啥事 你跟我商量办行不行 你听点我一话行不 行 以后啥都听你的 我下点下点 妈 来 趁热我要喝了 我不喝 不喝 妈不喝了 来 听话 来 这喝一小口 这一小口去 你别给我喝掉了 妈呀 出你这身体 你要是有啥子 你为什么给我咋整呢 儿子 这个包袱 咱们老千年算背上了 算也算不掉了 妈 别这么想行不行 别着急伤口吧 说得倒是清楚吧 摘上容易 可以掉难哪 厉害 小媛 你咋的了这是 你别吓我你咋的了 我老想吐 吐不出来 媳妇啊 你是不是有了呀 有啥 有孩子了呗 你这个月给没来 不能吧 这才刚过几天呀 再说 咱们俩结婚都一年多了 也没怀上 那能说坏就坏啥了 行了行了 不管咋说的 咱俩到医院检查一下 你万一有了呢不更好 就没用的话咱检查一下 都会踏实了 谢谢你别干了 走吧 没干啥呀 就不是我说万一呢 这玩意多的是 没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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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右 咋样啊 火焰结果出来了吗 下去了 这夹事的 来 转圈我看看 来 我看看 这夹事的 咋的了 这夹事的 你干啥呀 化验结果呢 自己看 这也看不懂啊 到底怀上没怀上啊 大夫咋说的 喜多伯伯 怀疑四十天了 你知道吗 真的 别动了 老师拉你都动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媳妇 好 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嗯 走啊 等等 我抱你 好 好 如果你 这个 我叫你 她不刚叫个孩子 就自己怀上了呢 说不懂 妈 这可太好了 妈 这可太好了 咱们老前妻终于要有后了 妈这颗心哪 一块石头过地了 七小 妈跟你说啊 从今天开始 咱家里里外外大的小小活 包括那豆腐房 啥活你也不干 你就呆着 到时候啊 给妈生个大胖孙子 妈 不用 七小能像你说得那么娇性吗 不就怀个孕吗 我那时候都要生了 我啥活都干 是 你姐皮色 再说了你说 这捡着一个孩子 就够满棍忙活的了 你这家里外头的 吃喝拉撒全交给满棍 那不把她累死了吗 是不 七小 可也是啊 你看你姐说得也有点道理 七小 要不咱们这么的 咱们呢 把这孩子给人 到时候咱们自己生个孩子 咱们好好伺候伺候她 你说要不然 再养活她 咱们自己再生个孩子 俩孩子把你拴住了 那你说剩下那活都叫满棍干 她也忙活不过来呀 对 是不是 还是又要离开 妈 妈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这俩孩多好看呀 多好玩啊 你别老说送人的 那 七小你看你这话说的 谁老想给这送人呢 你现在怀孕了 肚子里是咱们老前提的孩子 这个孩子是剪的 奶头青奶头重 你分不出来吗 就是啊 哎呀 都在家呢 咱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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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坐下来坐下来 坐下来 告诉你们那好消息吧 啥好消息 领养证明皮下来了 太好了 等我说咋的 太好了 主任啊 我也告诉你好消息 我媳妇怀孕了 啥 怀孕了 有了 咱们家正闹这事呢 那这事可坏了 咋了 民政局规定 说领养了孩子 就不能再申请生育指标了 还有这说法 那可不是啊 不是 那那 我不能两个一起养啊 那法律上不允许啊 除非你把这孩子送走 你看看七小 这事实就摆在眼前了 咱这孩子你想留也不能留了 那这样吧 大姐给她找个好人家 送走吧 给孩子给解释 姐啊 姐啊 妈 妈 那个村长 咱不能商量一个别的办法吗 再想想办法呗 那 那不行 这事就我说了算了 这孩子必须送人 咱老前妻自己有孩子了 为啥不养活自己孩子呀 还养活人家孩子 那不有病吗 不 把孩子给我来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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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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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真是故意的 別著急了 沒事了 媽可對不起羲俏了 誰是楊羲俏的家屬 我們都是 你們想不想要孩子 想 想 要保住孩子現在有點困難 因為那個孩子 在母體裏發育得不好 有可能要流產 大夫我求求你了 你千萬千萬要給我保住這孩子 一定給我保住這孩子呀 對人的子宮比較小 一般不容易受孕 受孕以後呢又容易流產 流產以後有可能不容易再孕 或者是終身不孕 反正哪一種情況都有可能有 別急了 大夫想想辦法 你們再考慮考慮啊 好 別老急了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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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 childhood 兒子 兒子 難受呀 兒子 兒子 那我说呀 咱就留着呗 我也想留着呀 可是大夫说了 我自身条件不好 这个孩子也发育不好 你生下来有可能是畸形 那你说咱俩要是生个畸形的孩子 可咋办呢 那你说万一没啥事呢 万一有事呢 大夫不是说了吗 不健康的鸡尾多 可能我醒了你知道吗 妈 喝点药 妈 你躺一会儿 不躺 妈躺不下 那我给你吹吹吹 春桃啊 我一会儿你上你姐家看看 你姐给镇上回来没 问问你哥你嫂那边情况咋样 春桃 那啥 你告诉你姐啊 千万让你哥把咱家的孩子保住啊 嗯 春桃 叫你姐我过来 把那容的孩子赶紧抱走 我知道了 妈 妈 抱好了 完了完了 啥事儿完了 这七脚的孩子流产了 没保住 流 流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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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贵 妈要是有个三串的妈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就让你的离心 你干什么呀 就让你的离心 你干什么呀 你妈都病成这样了 你不还闹 不要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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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起来了 快躺下快躺下 那什么 我要上一楼去看看我婆婆 你现在身体这状况去哪儿也不行 快躺下快躺下 一旦有什么问题我们是要负责的 我就看一眼 哪儿也不能动 没事没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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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没有任何把自己亲妈都快气死了 什么人哪 那算啥呀我跟你说 这就是媳妇调教得好 娶了媳妇 忘了妈 黄满锅那两口子 那就没安杀好心眼 巴不得她妈早点死呢 雨兰嫂子 你说当初啊 都可以没要那孩子 你说要不然 你不就上马过来 两口子当了 那如今呢 坑那就是你嘛 她也没看我是谁 我能上她的当 真有意思 门都没有 你看我这个长得 是 好 她的小子好 小姐 小姐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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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完啊 你看这孩子 让你费心了 老前家一时半晚 还回不来人 这孩子 你就帮着照顾几天 行 那个我代表村里 可满过媳妇 谢谢您 村长 看你说的 太客气了吧 咱村上下 就属你罪名道理 那啥 那我走了 我还得去医院 老前太太 这次病得不轻啊 村长 不会有什么事 谁知道呢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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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老走了啊 好 好 好 帮她再来一下啊 姑姑 姑姑 小可怜 姑姑 妈 妈 你醒了 孟儿 妈不是故意伤害蹊跷 妈对不住她了 妈 你说这些干啥呀 只要咱们一家人的 拼命安在一起 那是最好的了 你说呢 沈子 你只要能见你康康的 那就是接下人的幸福 现在啊 你什么都不要想 就安心养兵 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上天啊 满棍这孩子 心眼湿 这事有什么忙忙忙忙忙忙的的 以后你多多帮着他点啊 老沈子儿 你就放心吧 老沈子儿 老沈子儿 你和我 你好好照顾你妹春桃 还会小 七小是个好媳妇 金冬 钱家呀 实实诚诚地过日子 妈也打心眼地喜欢你 以后 你好好能借借过日子 听妈话 听你的 行吗 你收心了 听你了 你姐春秀啊 性格有点激烈 办事呢 有点自私 可是你姐她认不悔 你和七巧啊 都担待她点儿 毕竟你们是一个娘肚里 爬出来的亲姐弟呀 妈呀 这事你就放心吧 你别操心了 行不行啊 你好好想要病行不行 妈 可怜 你大姐跟七巧又吵上去 我这拉不开呀 妈 妈 妈 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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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不吵了 行吗 咱妈怎么不让我 你少带了 贾四伯 杨七巧 你去看看我妈现在 就啥样了 你这个小狐狸精 我们家不让你给脚散了 你就不堪心 是不是 走 咱俩下地 去下地跟我看我妈去走 下地下地 谁 下地下地 你干嘛去呀你 那家人都穿这样 你还整什么去 你干什么呀你 我正啥事呢 咱妈都傻样了 你还护着她 你干什么深够你 什么时候护着她 她是个病人心理知道吗 咱们病人 下地公理你干啥嘛 对 我告诉你别过分啊 只要立刻学校听见没有 你刚才都是那腿姐啊 怎么的 你 满棍 为了她 你打我 我白打你了 是不是 你打 给你打 给你打 行了 你打死我 打死我吧 满棍 姐 姐 我错了 姐 我错了 姐 姐 我错了 姐 姐 你打死我了 你打死我了 我错了 老太太不行了 要抢救你们还在这儿打 妈 妈 我忙咬 你好 快iggığ 黄先生 我忙怎么样了 谢谢家主 我 我我们全是 怎么样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 随便须便吧 想想想要呗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开始唱课吧 起立 考试好 同学们好 请坐 我首先说一下啊 这一次考试成绩下来了 我们办的成绩非常地好 校长 主任 对我们的印象都很深刻 好 老师啊恭喜你们 下面我要重点表扬一个同学 就是我们班的杨晓艾 晓艾 你平时学习这么好 都是谁辅导的 是我妈妈 晓艾 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呀 也是我妈妈给我起的 我认识的第一个生字就是爱 我妈妈说有爱就有希望 我就是我妈妈的希望 所以我叫杨晓艾 大家请听啊 还不如刚才教教杨希望得了呗 没笑了 都安静 人家杨晓艾说得多好啊 有爱就有希望 爱别人哪 就是爱咱自己 你们听着啊 爱有啥用 爱又不能当吃人又不能当喝 有啥用啊对吧 包黄金 说啥呢 包黄金 名谁给起的 我爸给我期待 安静静静静静静 我爹海岸大姑全叫小九 我爸说了 我就是爱包黄一块大金疙瘩 是纯的 别下去了 好了好了 你爸呀是挺有才的 好了 小艾坐下吧 同学们 我们开始上课 把书拿出来 来 春桃 春桃 牛大志 你在这儿干啥 我等你半天了 等我干啥 我听说你上乡里办事去了 办咋样了 顺利不 这事压根就跟乡里没关系 全都是村里说的算 我说你爹咋竟跟我打关签呢 原来就是想把这块地留下来 给你老舅重新建鱼堂 那哪能呢 我老舅前两年干鱼堂 陪得稀里哗啦的 他早就不想干了 而且 他现在不和我老舅妈 开个小卖店吗 那开小卖店 会比干鱼堂省心多了 他没那心思 可你老舅前两天 还上乡里打停这块 只要有他在 我就包不成 你们家人都钻前眼里去了呀 哪地会有人往哪儿盯 往后你也离我远一点 我可不想跟你家 有任何瓜葛 这 这哪儿 不是 就算是那样 那跟我也没关系啊 你放心 只要你想干 我就让我爸把那块地 包给你们家 我老舅那儿 我得跟他说去 不用了 牛大志 你以后别老跟着我 免得让你娘看见了 又是我勾引你 不是 勾引就勾引呗 我还要娶你呢 我牛大志 非你前春桃不娶 牛大志 你记住 咱们两家结了那么深的缘 我都恨死你娘了 这辈子牛前两家 都不可能结妻 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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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干啥呀 初晓山 没有 你哥 你哥在老伯子 小白天又喝多了 喝得离了歪些的 一道卡了好几个人 才到家呢 你快看看去吧 来接呼叫 来接呼叫 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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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咋摔倒了 又没有扶你一下人 啥第一名啊 他是马路边的野孩子 是个小叫花 对 大姑说了 他就是个克星 小克星 小克星 你那哪是克星啊 小克星 小克星 克星 小姐 小姐 干什么呢 我干什么事啊 干嘛我可惜 你帮我打你 你哥 你别叫我了 不是 你个小黑仔子 你怎么随便骂人呢 有没有驾叫啊 又有人养门人管呢 行了 以后你们呢 可少不能在一块儿 真是的 有什么好在一块儿的 那是什么嘛 躲不起啊 别跟他在这边儿了 小艾 妈妈 你过来 嫂子 小艾 小艾说啥了 惹你生那么大气 妈呀 还说啥了 你这孩子可厉害 骂我们孩子 是小克星 是 有啥妈就有啥闺女 野孩子有什么好嚣张 嫂子 当着孩子面 你大能说这样的话呢 小艾不是野孩子 她是我闺女 是 看出来了 多像你 能不是你故意的吗 走 妈在家告诉你啥了 是不是都忘了 没忘 妈咋说的 不跟别人斗嘴 还有呢 长辈说的话都是对的 那你咋做的呀 妈妈 对不起 这次是我错了 以后我改造行不行啊 说到做到啊 嗯 说到做到 你这儿 啥 那小艾考了第一名 还给多小红花 那算啥 不就是比我多认识 十几个字嘛 又不是十几个大金疙瘩 这算啥呀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呢 别动手啊你这 多啥给出傻了 姐 你不能往这么灌孩子了 这孩子灌的都没样了 那谁家孩子不灌呢 那不是你瞅瞅那杨奇小 把她那闺女给灌的 都成啥样了 还骂人都跟唱歌似的 那大撒门子 大姑 村里人都说小艾长得像你 你俩全都是大撒门子 胡说哪像我 真有意思 姐 你还别说啊 村里还真有不少人说 小艾长得像你呢 越大越像 不知道哪像我呀 哪有我好看 没你好看 行了 儿子 你赶许多叶去了 我饿了 我要吃肉 一天你就知道吃 许多叶去 你给我做肉吃 我就去许多叶 好好好 你马不许多了 大姑给做 等待 爸爸 爸爸 我来给你 我来点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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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ط 離開 handc introduced 了 衝 衝 爸 咱村都没事包鱼塘呢 那干啥还要扩呀 说啥呢 没头没脑的 你不是要把咱村 闲置那块地 批给我继续干鱼塘吗 他现在干小卖部 我干得挺好的嘛 咋还要重新建鱼塘呢 你听谁说的 要把那块地包完 你就做鱼塘了 我咋不知道呢 不知道啊 那你为啥不把那块地 批给春头盖刮棚呢 还让人家上乡里跑一趟 白白跑一趟 绕那么大圈子干啥呀 他找你了 人家找我啊 躲了还来不及呢 躲着点好啊 我跟你说 你少跟那丫头打练练 春头有啥不好的 我为啥不能跟他打练练啊 不是 好也不行 我跟你说啊 哪家姑娘都行 就不能找那老前妻的 我一看她的嫂子扬奇巧啊 我这儿啊 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还不是因为你跟老前妻结了院 都怪你毁了我一生的幸福 幸福 咋的 找了前春桃你就幸福了 那没出息的玩意儿 我跟你说 那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力气的人哪 到处都是 找不找 我这辈子就想找春桃 不是 没门儿 没门儿 爸爸给你吃馒头 我不吃 我不吃 不喝了啊 不喝了 把酒瓶子给我 你别管我呀 你别管我 你别喝了 给我 给我 别管我 你别管我 来 来 睡吧 睡会儿 你吃点啥东西不 好 爸爸 给你米粥喝 给你大米粥 姑娘喂你粥呢 我不吃你爸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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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啊 没事的 爸爸喝酒喝多了 不怕 一会儿就好了 你叫我吧 你告訴我 你幹啥天天 這麼糟蹟自己啊 咱不喝酒了不行嗎 媽已經走了七年了 你就這麼天天喝酒 你幹啥呀你啊媽 那孩子被你犯你也不吃 管你叫聲爸你也不答應 你幹啥這麼對孩子呀你 你想要什麼對他 你幹啥呀 想要什麼對他 想要什麼對他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行了 什麼不好 以後家裡活我啥都幹 你不幹活 你只要不喝酒就行行嗎 那不喝 別把自己當成這樣行不行啊 你別把自己當成這樣行不行啊 你知道你喝這樣 我心裏有多難受啊 你幹啥呀 他咋就過不去了呢 你想要我咋對他呀 我想要我咋對他呀 你還要吵啥架呀 去幹啥呀 日子不過了呀 我哥都喝成這樣了 你咋還不一不饒地數了他呢 我哥不就喝點酒嗎 他心裏就是難受 他心裏要好受他能喝酒嗎 心裏不說他我知道 可這事不是已經過去了嗎 那你說在他心裏 咋就過不去呢 這日子不能好好過嗎 好好過 咋過呀 如果被氣死的是你嗎 你還能好好過日子嗎 別怪你 別怪你 走 你以為我願意管你呀 你要不是我金額 我都懶得搭理你 你就喝吧你 喝吧你 大葫蘆突然打開了 小姑娘從裏面跳了出來 被爸爸抱在了懷裏 小姑娘高興地喊著 爸爸爸爸 爸爸媽媽 爸爸怎麼從來沒有抱過我呢 媽媽 爸爸是不是不喜歡小安 爸爸媽媽 爸爸什麼時候不喜歡你了 爸爸什麼時候不喜歡你了 爸爸從來都是最喜歡你的了 是因為 因為你爸呀 願意喝酒 喝完酒之後呢 他就醉了 沒勁了 他怎麼抱你呀 媽媽 爸爸為啥要喝酒啊 難道他不喝酒 就能抱動我了嗎 媽媽 怎樣才能讓爸爸不喝酒呢 只要你好好學習 每次都能得一百分 爸爸就高興了 爸爸就能抱你了 媽媽 我一定好好學習 一定考一百分 回來給爸爸看 嗯 嗯 來 拔沟 嗯 親一個 春雨沙沙 染綠柳芽 她 降在田野 點紅桃花 降在池塘 喚醒青蛙 媽媽 青蛙來了 我們幾個孩子 你拖掉娘啊 兒子 你記住媽這句話 這個包袱 咱們老千年算悲傷了 她也算不掉了 大早安 麻煩了媽輩子 就怕這個孩子呀 媽想放鬆子呀 不停 傘 一擦兩躲 那是春天的鷹符吧 解凍的小溪 小溪 那是 小溪吧 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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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七乔 给我捡块豆腐 七乔 你这么做豆腐 能挣钱吗 我看外村啊 现在都用石糕点 用机器加工了 既省时省力 那成本也低多了 城里那豆腐啊 都捡不成块 我家这豆腐 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 味多好啊 那倒是 可做生意 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你看你们家 都做一辈子豆腐了 还不如人做几年的呢 那啥时候能发家呀 冯曼姐 我听说丰收找对象了 分哪个村的 是李向屯的 刚认识 姑娘挺实在的 家里也没啥说的 先出入看呗 奇巧 满棍现在咋样呢 我看她整天喝得 醉醺醺的 从那她妈走了之后 她就心情不好 整天喝酒 这日子可咋过呀 那前村五拐子 一喝酒就打老婆了 这不把老婆都打住院了 你可得小心一点啊 她不打我 从那结婚到现在 从来没动过手 还是我不好 是我对不起她 对不起老钱呀 那她妈走了 也不能完全怪你呀 你可得想开点 别太苦了自己 奇巧 你大姑姐来了 那我先走了吧 奇巧 我先走了 快走 账上的就您设的吧 我记账了 好的 好的 大姐 我捡一块 你放这两块干啥呀 都不好卖呀 以前不都是两块吗 以前你那豆腐好吃 现在太难吃了 吃一口豆腐满嘴 都是豆子味 大姐 这豆腐不都是豆子味吗 那还能有啥味啊 那你就不能少 放点豆子啊 家里那豆子都放进去了 这不是败家的吗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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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跟汽车走了 我咱俩都不搭理我 是不是李亚叔走了呀 是不是你跟他打仗了 找急啊 她今天等我 老崔大哥 你可真是闲不住啊 这又干啥呀 这么湿的湿的嘛 从哪儿你嫂子走了以后 我那屋里啊冷冰冰的 连得人气都没有啊 这一个人的屋里啊 是挺冷清的 你说她崔大嫂 咋得那个病呢 病苦呗 再不就跟颜婉爷有一腿 要不能把她逮去吗 我这人哪 这辈子就犯孤独 小林那丫头在城里咋样了 有信吗 别提她了 这孩子一提去闻来气 你说丰满 在城里吧 你说打工学理发干得挺好的 那前几段呢 给我打电话 非得抄着抄着要回来 马上就还想在村里 开什么理发店 还让我给投点钱 你说这不 这不胡闹你吗你说 波达的用户 来手发的头 请收 这人哪 这这一辈子 你说不上就能参与啥事 活着你就得乐乐呵呵的 那你就得对得起这个 是吧 要不这人一旦要死了吧 你就得死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 我说老崔大哥 你咋就能甩琴呢 我这不是牵着你 画 那个大哥我先回来啊 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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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你怎么又跟那小寡妇落上去 像个什么玩意儿 我在屋里又听得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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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个荡妇似的 你怎么说啥话呢你 干啥啊 那我说话还得用你管呢 这孩子啥玩意儿你 那你是不想把你爹憋死啊 那 那你也不能找寡妇啊 那我不找寡妇找啥呀 我找小丫子谁跟我呀 你你你乐找啥找啥 我我找满棍去了 你找满棍干啥呀 春桃跟他来电话 说满棍离家出走了 我就去看看去 离家出走了 前满棍离家出走了 听说呀满棍昨晚喝了不少酒 回去跟那媳妇记记几句 这早上一看人没了 还卷不开卷走的呢 你说这个前满棍啊 这些年咋还喝上大酒了呢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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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村里上干不开的呢 你说这杨妻小 这个小媳妇多好啊 又能干 里里外外一把手的 这钱满棍呢 不跟人好好过日子 左 说的就是啊 春桃 你说这小日子过得也不挺好的 就老打啥呀 你再说捡那孩子就也养大了 你就打啥呀 就过呗 这回倒好 这满棍一走啊 那钱春秀 能善罢干修吗 他们老钱家呀 这回呀又得打乱套了 是啊这一说呀 我还真得去看过去 不是 来来来来 不是你这是干啥叫跑的 姐 你知不知道 钱满棍离家出走了 早走呗 我跟你说呀 这回可有好戏看了 那老钱家都打开锅了 那钱春秀 就说他弟弟 是被杨妻小给逼走的 连钱春桃都进眼参战了 大伙啊 都在他家看热闹呢 你也过去看看去吧 这人都没了 我还拿我席子看热闹我呀 那人家没了跟你有啥关系 咋的 你还想去找啊 那得找啊 这钱满棍他欠着我的钱呢 不是啥钱呢 酒钱呢 还要打破是输的钱 他欠我们一千多块呢 这人跑没鹰子了 我找谁要钱呢 我呀 那得找啊 赶紧瞧我报警啊 我弟弟找不着 你这日子就没想过了 赶紧给我走 快快快快快 你干啥呀大姐 你说我干啥呀 来来来来 让他走出去 走走吧 走走别再去看看 快走别看了 走走走吧 走走来来来 走走走 你干啥呀大姐 你说我干啥呀 快走 我弟弟找不着了 你就别过了 往哪儿走啊 走 大姐 你干啥呀 你干啥所有家大门呀 你家大门呀 这是你家吗 你们大伙说这是谁家 七年前她把我妈给气死了 现在又把我弟弟逼得 离家出走了 梁七乔 你安得啥心呢 你想独占我家家产哪 我告诉你啊 有我钱春秀在 你休想得逞 没门 大姐 我从来没想过 要独占这个家 再说了 你干啥把我锁到门外 这大伙看着好看吗 你是谁家的人呀 你不也嫁人了吗 我是谁家的你别管 最起码我姓钱 我是钱家大门女 是老大 是 你是姓钱 那我姓啥呀 我嫁到这个家了 我是你弟弟的媳妇 我们俩没离婚呢 对吧 那你就没权利锁我大门 还把我轰到门外边去 说那些没用 媳妇咋的 你都把我哥逼走了 你还好意思住这儿啊 我没逼他呀 没逼他他去哪儿了 他上哪儿我哪儿知道啊 那你不知道找啊 咋回事啊 咋回事这又是啊 这一家人有啥话 不能好好说吗 寄个浪寄个浪 当这么多人面 你们好意思吗 把门还锁着呢 把门开开 我让你把门开开 啥事啊 主任 你来得正好 你可得替我们老前妻 说句公道话呀 他把我妈给气死了 我弟弟现在又离家出走了 这你都知道吧 这下一步 不就轮到我们家春桃了吗 你说我能不管吗 这样下去这家 还能不能过了 你这话说得可不在理啊 自打蹊跷进了你们家门 就没日没夜地干 你啥时候看着他闲着了 啥时候 要是没有蹊跷 春桃你恐怕连高中 都读不下来吧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咋的 还提一辈子啊 老太太必定过去这么多年了 这日子不还得继续过吗 咋过呀 我弟弟都走了 他跟谁过呀 他和满过儿还是合法夫妻 他就有权利在这个家住 不行 我弟弟不回来 他就休想在这个家待 不不不不 我哥回来了 怎么了这是 你去哪儿呢你啊 我钓鱼了 你转到我给你打电话 你才不接呢 我手机没电了 咋的了这是啊 这么多人哪 咋了 媳妇这是 不就是你们家那点破事 行了行了别围着了 都散了吧 走走走 都散了 今天就干啥了吧你这是 我干啥 找不着你我不着急啊 这是你 你来别说了呀 你去你去我 真是你去 爸爸给你这儿 来 给你出去 别动我 别动我 来 泡个酒吧 来 泡泡酒 干嘛呀 干啥去呀 喝点酒去 不喝了醒我 那个 咱不出去喝了 在屋里喝还不行吗 够了 别出去了 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呢 大姐张罗分家 这个事你不考虑考虑啊 咱不能分 你忘了妈走的时候 说啥了 你能不能不够 替我妈的事 我是咱老前家 唯一的一个男人 你看看 你看看啊 我爸家顾上啥样的 我对得起我妈 对得起我爸吗 我现在唯一的亲人 就是我姐和我妹妹了 我跟你说齐晓啊 我不想让他们 再给我操心了 行吗 这个家 要分就分吧 你说啥 这个家唯一的亲人 就剩姐跟妹妹了 那我呢 我跟小爱是你杀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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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儿 我 十二 十二 一尖 十二 一尖 爸 那怎么回事这是 不是 怎么了这是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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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汤饼 我妈不给我做 这孩子要吃汤饼 你咋不给做呢 都几点了还吃汤饼 再说他放学回来吃饭了 也不写作业 一天到晚脑子里面 就想着点吃吃吃的 你看看他都胖啥样了还吃 都快成饭桶了 妈 怎么能是饭桶呢 我儿子才不是饭桶呢 晚上不能吃太多了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这样 等明天 明天 爸给你进洪烧肉罐头吃 谢谢 你就罐吧 早晚罐出个活祖宗来 又是这些 tota咱们 逼连注 快点 guadem Dud 爸爸 你来干吗来了 请我睡觉去 我想陪着爸爸 我不用你陪 睡觉去吧 爸爸 我不能睡觉 我得看着我妈妈 我妈妈哭了 她说她要带我走 可是我不想走 我想和妈妈 给你爸爸做豆腐 你妈真的要走 爸爸 你妈妈真的要走了 她把衣服都收拾好了 如果我和妈妈走了 就没人给爸爸做豆腐吃了 爸爸求求你了 你哄哄她吧 好不好啊 让她别走了 我有哄过她 可是她不听 小爱 小爱 爸爸 你妈妈想了 得赶紧过去看看 去吧 照爱 这是 wie 都里踩走 Acho 圣 ? 天不还能生 来 媳妇 媳妇 那个什么玩意 媳妇 来 我帮你提吧 来 慢点儿 来 我帮你提吧 来 我帮你提吧 来 我帮你压吧 来 我帮你压吧 来 帮你压吧 我帮你压 行吗 来 媳妇 你听我说媳妇 我来吧 行吗 你听我说句话行吗 媳妇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行吗 咱以后好好过日子 咱以后好好说 有些好好过 行不行 我一会儿都听你的 好不好 怎么过呀 你告诉我你想怎么过 就像现在这样 你说不回去睡了 就不回去睡了 说生气就生气了 说埋怨我一顿 你就埋怨我一顿 是吗 媳妇 咱俩以后日子 就这么过吗 我不理事 我想问问你 我怎么了 我哪儿做得不好 你告诉我我改 还不行吗 你干啥这么对我呀 是 我知道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老前妇 我对不起妈 就是因为我不能生孩子 我就是因为不能生孩子 我在你们家人眼里 我就是个罪人 我全都是错的 我做什么你们都不认可 对不对 我没这么吓我 行吗 你听我说行不行 行你别你别哭行吗 听我说行不行 我知道这一年委屈你了行吗 那你要我咋办的 你是不是 行 你听我说 行 你听我说 行 听我说行不行 是 就这一年的时候 是我做的不对 你还记得吗 他来刚结婚的时候 我答应过他 我这辈子都听你的 什么都听你的 你说啥是啥 我说我的话 我永远都记得了行 我记得你高过心心开开心心 你知道吗 你做到了吗 你做到了吗 我知道我没做到 但你看你这样 我心里难受 你知不知道 但我希望你体力体谅我 你这咋马走了以后 你这有心里多难受啊 这心里可堵得了 你知道吗 这我不也想好好过这日子吗 行 来 我向你发誓 我从以后好好的 我再也不喝酒了 咱跑上过来这儿行吗 我真想你发誓 要不然你这样真的 你打我了 你打我了 行不行 你打我了 行 让我们照项我打我 行 妈 让我们照项我 妈 让我们照项我 咱们哭了 求你了 咱们哭了 行 你看你哭得不好看 对吧 我行不行 要不然说的是真的 真的 以后你再也不跟我吵架了 不吵了 咱们不吵了 不管以后别人说什么 你都像咱俩刚结婚那样 对我 对我好 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 好好过日子 我听你的 行吗 你说话算说 算说 好 你不吵了 我赶快拍你 你这跟小楼调那里 真烤 超老格的 咱俩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 干嘛去 干嘛去 行 行了 这这 这活我来干 你干不了这活 来吧 来我来吧 好 何叔 干什么 你把身份证拿着 签不字之后呢 到镇上找个工作处 把它公证了 这样比较稳妥 你竟然整些没用不得 都自己家人公啥证呢 这么大事不公证能行吗 你别说自己家兄弟嘞 我跟你说你就地贺吗 这玩意该公证也得公证 你走那法律程去 那那 满官 满官 姐 干吗呀 你俩都在呢 走了 你姐夫昨天连夜 写个协议 你们看不看 有没有啥要补充的 啥协议啊 咱们要分家了吗 那得正实点啊 亲兄弟明算账 省着以后犯口舌 姐啊 这山山林地你也要分哪 当然得分了 那是多年的老余术 也算家产哪 有妈的一份 就得有我的一份 是吧 姐呀 你看这样的 你们家翻盖房子是 大家也出家了 对不对 要这么说的话 是不是我和春桃 应该接班哪 那你要这么跟我掰着 那妈怎么说 我还拿桑桑费来呢 我跟你说 那当时我要不看 咱们是一家人 我早就把嫁给分了 那是因为春桃小 怕摊上份子 还说啥还说 啥玩我怕摊上份子 钱 满官 这一提到钱 我看你是六亲不认了 既然你不认 那大姐也就不义了 这三间房子归春桃 我跟你说 姐 你就这样说 那好 咱摆着摆着啊 咱发干正房子的时候 村里还有房管 是不是都是我掏的 是你掏 但是现在把豆腐房给你了 不管咋说 这豆腐房算个门是吧 你们要想要豆腐房 就得给我拿两万块钱 当补偿 不是 你掉全眼里 咋的两万块钱呢 说谁掉全眼里了 我说你呢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服 咱们就上村委会去解决一下 你还找谁找谁去 你咋说话呢 跟我 我就这么跟你说了 爷 你摔我是不是啊 我说话 得谢你 七小 你看我弟弟那样了吧 我跟他说不明白 你是个名是李的人 要不咱俩算算 不咱俩呢 你咋了这是 你哭啥呀你咋呢 你跟他说 谁欺负你了 说话怎么了 你别哭了 你别碰我 你不是我哥 军导 咋了这是你别哭啊你 是 我活是窝囊 但我有啥办法 你要是不想分这个家呢 可听你的 咱不分行不行 我要分 咱这个家 早就不是以前的老前妻了 我凭啥要听外人的摆驳 凭啥要让她在我面前 指手画脚的 那是你媳妇 要忍你忍 我不忍 行 分吧 早疼早疲惫 看春男啊 听个一句话 我问你告诉阿叔 可得疼你 我用不着 疼你媳妇去吗 离开你们 我照样过得好 分你讲这还不听话呢 咋的了你这是 你把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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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干啥呀 我这可是你第二本账啊 这本账啊 又快寄满了 你说寄满之后呢 还得换个本 还得借积一块钱 关键呢 这都是小事 最主要的是啊 你说你们家 今儿打明儿闹的 万一后天呢 这人说没就没了 那我找谁要钱去 那我这不是 这不成死账了吗 不是 你说话这么难听呢 什么样是说没就没了呀 不就一千五千 你至于这样 整那追皮有药啊 我跑了河了跑了庙吗 我这是 你放心吧 我钓了好多鱼 过来那儿卖了给你钱 你可拉倒吧你 就你这种调法 你什么时候都还了我呀 你都拖了我一年了 你要再不还 我就得找杨奇晓要钱去了 我说这俩事你至于吗 我指得还也行吧 真的磨磨唧唧的这是 真不意思 不是 大姐啊 你这要的是不是 有点太多了 这还多啊 我跟你说七巧 这加分的其实我没要啥 我就要杀上那一份林地 这豆腐房和我妈的地 全都给你们了 那给我两万块钱 这还多吗 我就想我这个当大姐的 吃点亏就吃点 吃点亏就吃点亏吧 这不多了 这咋还干呢 干啥呀 跟你酸张 你干活 算不算了 大姐 这家能这么分吗 能分得这么细吗 不怕人笑话吗 我嫁得老前妻七百年了 你说这些年 你吃我的 我用你的 有来有往的 你吃我块豆腐 我要跟你都算得一清二楚 你多伤心呢 你啥意思啊 还我吃你的了 你说我吃你豆腐了呗 是不是啊 你钱别整了 干啥呀你 这七年我吃你豆腐了 你把这钱给扣出去 四千块钱够不够 我不是那意思啊 你不是啥意思啊 会说不如会听的 你不是说我吃你的了吗 那我还给你 我给你 你看你干啥呢 这是啊 你看你干啥呢 这是啊 你看你干啥呢 这是啊 你算不算了 大姐 反正我觉得你要这两万块钱嘛 你等满贵回来再说吧 别干了 什么等满贵回来呀 你俩要都是这态度 那咱们就上村委会说去 找主任说就行吗 行行行 别干了 别干了 干啥呀这是 走走走走 跟我去 放去 我跪 家不分之活也干 七千活余啊 五年一千 赶紧的 又没了啊 这条件 这条件 五块钱一斤呢 拿个吧 来吧 来 三条 走 来来来 反锅 等会儿 来来 反锅 干啥啊 这啥事 叔啊 你快回去看看吧 你家大姐在村里闹她呢 拿账本费要跟主任算账 还要跟你分家 真假的 当年我家满贵 娶媳妇的时候 我给拿了四千 我家盖房子 我又拿了两千 他们俩把我妈给气死了 赃赃费我也拿了 这一笔笔账 我可都记着呢 顺兄啊 秦兄弟算得轻的一样 一家人 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 我倒是想糊涂啊 可是人家不糊涂啊 我吃两块豆腐 都跟我算的 你说她拿我当家里人了吗 大姐 这家是你先提出来分的 账也是你先算的 那咋的你算账就行 我不行 吃亏占便宜的 你心里没数啊 可也不能太过分吧 啥 我过分 我告诉你杨七巧 好 这我都看在咱们 是亲切份上 要不得这点钱不够 还得给我拿五千 咱们来来 坐 坐 姐姐这咋的了呀这是 她到这儿来了呢 啥事啊 你说咋回事 撞啥糊涂啊 分家那点事呗 姐啊 你要觉得委屈的话呢 那咱这家不分了 行吗 啥 不分了 这家必须得分 这家要是再不分 就不姓钱了 就得姓杨了 我告诉你啊 属于我们姐俩的份 必须给我 少一分都不行 姐 你这不是逼我吗 我给你抢钱去啊这是 别说他没用的 谁让你抢钱去了 没有钱给也行 要不这样 咱们当着村主任的面 把这个分家的协议签了 等你们有钱了 马上就给我 要不然就把那驢车 还有逗货房抵账 这你这是干啥呀 姐呀 你要我们一家三口 精神出货这是啊 谁让你精神出货了 你逼我说 我这家不分了 来 谁谁 走起吧 来 谁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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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润 你 你看呢 你看呢 这咋办吧 你肯定给我做主啊 真假的 前春秀要到着分家 可不是嘛 然后我就听他们说啊 说那杨奇桥在人老钱去 那是横行霸道一手遮天的 分家什么说啥 跟那个前春秀说的 你这些年你吃我多少多少个豆腐 得多少多少钱 算账 他就那德行我跟你说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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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见没有啊 不是 那个 这杨奇桥也实在是太抠了 怎么的 他自己家吃两个豆腐 那还要钱呢 我跟你说 最可气的就是那满贵 他跟他媳妇站在一个队伍 跟他解算账 那分家的时候 白吃的丁丁毛是毛的 那前满贵 在咱们村那出了名的怕老婆呀 这两年还行了 像个老爷们 完了 这回又回回去了 他呀 就是离不开那杨奇桥 说说大姐这家让他分的 驴也想要 牛也想要 连这房子他还想分一半 还有妈留下来那些地 要他这么分的话 太不公平了 咱还过不过了 我起眼呀 真的一点当起眼的样也没有 你说啥都想整 太自私了 我跟你说啊 给我闭起眼了 这家就不分了 谁谁 不分不行 今儿这家必须分 咋的 你俩说分就分 说不分不分了 耍我玩呢 我告诉你们啊 给属于我那份 今天必须给我 少一分都不行 要不你这凳房就别开了 这啥意思呀 行 好 我豆房给你 有本事的话 搬你家去 满关上你说的啊 多了 豆房给我 你听见了吗 那我现在就搬 大姐 大姐 你干啥呀 那豆腐房给你 你会做豆腐啊 那你要这么分家的话 我这日子也没法过了 你怎么过 我告诉你啊 这个家要是分不明白 谁也别过了 我过了 大姐 你这儿干啥呀 你这儿干啥呀 你说我干啥呀 大姐 不管咋分 豆腐房我不能给你 豆腐房不给我也行 那你就把属于我那份 折成钱 多少钱呢 两万 两万 你干啥要那么多呀 两万块钱还多呀 这我也没多抄你要啊 我跟你说啊 吃亏占便宜 我是当大姐的 我认了 两万块钱 少一分都不行 行 我答应你 我说那杨基晓 这人越来越邪惡 这本事是越来越大呀 你看 这没几年的功夫 就把朗强强啊 给拜承成这样子 彻底给弄得是家破人物 那就本事 咱也不知道 杨基乔使的是什么 狐媚的功夫 前脑棍让他给制的 那可真是服服帖帖的 不是 就那孩子那前脑棍 就接受了 不接受咋整啊 老前妻上上下下 那么多假厉害的 这么多年咋的了 你不都得看着杨基乔 照顾那小爱吗 这老爷们活到这份上 那可真是我服了 一马 杨基乔那德价 当菩萨一样供着 我跟你说 我就掐半脸眼珠豆 我都看不上他 不得性 姐姐姐姐我跟你说啊 你看那个满棍 就穷那样子 他欠了我一屁股债啊 他还找了个 比他大三岁的媳妇 人家不说嘛 女大三哪 抱金砖 我看到了 他抱得不是金砖 整个就是把筷子嘛 那不是吗 他能不当宝了 你知道他不得供着吗 你还说那杨基乔 他长得还行 那挺俊秀的 你说搁谁 谁不乐意啊 你这胡 你有什么乐意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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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你说搁谁谁的乐意 来来来 秀秀 来 给你洗了 这不满棍人 姐姐姐姐 不不啊 这马哥不在家 咱就总给你搬个好吗 家都分完了 早晚一点搬 早八晚找地走 不是 我走到他面子 没事 别磨叽了 这不这么小 咋住啊你 咋不能住啊 哎呦 没事 这都没收过人 收着自己收是呗 他没长手啊 你不在家 你别管了 家都分完了 早晚一点搬 早八晚找地走 要不一家不一家 两家不两家的 咋过呀 冬天行行行 夏天你都 夏天咋的 夏天也一样住 这能收开的呗 能收了吗 收不了你上这屋来住了 满贵 不是 这家伙怎么还躲着走呢 谁躲着走呢 这话说的 我到那边求点东西 啥事啊 不是 满贵 你去掉这么两条鱼的话 你欠我的钱你什么时候都还上了 不就一千块钱嘛 是不是啊 我肯定还给你行不行 你别跟我肯定肯定的了 满贵啊 不是我逼你 现在养孩子得钱了 你说我儿子吧 昨天晚上 还要抄抄吃这个肉罐头 没钱 我能工作上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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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磨叽了 快要给你求钱行不行啊 你又说求了一年多了 你啥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啊 大哥 实在是抱歉 你看你前几次那账都结清了 今天这豆腐账啊 手里太紧了 以后再改行吗 大妹子 你这豆腐做得这么好 四里八岁都有你 这么点账你接不了吗 我也是做小奶子 我等钱用过 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可是我真的今天 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你再容我几天 我一有了钱 第一个就还你 成了 大妹子 七天 就七天 七天以后我求钱 谢谢啊 大哥 来了 来 大哥 这家烦你美的 不是 你可别查了啊 就那点钱啊 不能存银行 等你查零碎了 还查 你说没成想 杨奇巧真把这给我拿出来了 这做买卖的人真就是不一样 给我两万块钱眼皮都没涨 看来这些年他真没少顺呢 谁都比你的弟弟强 一提钱就翻脸 一提钱就翻脸 他是造坑打井 房马开门 六亲不认的主 别老说我弟弟 这家也分了 钱也到手了 那满贵要是认亲呢 这钱我能拿当手 那瞎缠我啥呀 家里买豆腐钱都没了 没了 就剩两万块钱了 昨天晚上跟大姐签分家协议 这两万块钱都给大姐了 家里还有两万块钱呢 有这么多钱呢 那这些年卖豆腐攒的钱呗 去了给妈花的 家用的 就剩这两万 都给大姐 在手里可不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吗 傻媳妇啊 人家都给她了 你自己留点人呀 我倒不想给 可是不给大姐能干吗 给就给了 不管咱说 她是你姐 只要她满意就行了 我可不是生气 我可觉得吧 要说 媳妇啊 你说这家是你做主 但你是大事小姐 你跟我商量一下 能咋的呢 是不是 都给她人咋的任何事 没事的 没钱他们再挣呗 你怎么这么来不及的 不敢烫的呀 你出来扯了 我出去 你干啥去啊 没有 回来 别往来 吃饭了 好 吃饭了 妈 我回来了 大姑娘回来了 妈 我要吃饭 饿了 姑娘 去拿那盆 给妈捡两块豆腐去啊 还捡啥豆腐捡豆腐呀 现在是两家人了 人家还能供你豆腐吃啊 待着你的 我啥时候让她供豆腐吃了 我这些年没白吃她豆腐 你看分家时候跟我算的 盯是盯是盯的 我能欠她的 老跟着掺和啥 该干啥干啥去的 要我说呀 满贵两口就没有一个厂人 你赶紧把钱收起来 我告诉你 我一过都后悔了 就得来要钱来 姐 你看 来了吧 姐 姐夫 干啥 那什么玩意儿那个 我跟你那个杀点事 你和七要签的协议呢 不算数 这家不能分 啥 不算 那你媳妇都在协议上 给我签字了 白纸黑字 百成钉钉的事了 谁也不能变 我签协议咋的 不是没公正的吗 没公正也算数 那协议说签就签哪 你们说反悔就反悔 都成你们的了 给我这样去 你个 请借我一件我年纪不娘 给我过来还你 这我借一千块钱 你媳妇她不有吗 我告诉你啊 这钱到我手了 一般人都拿不出去 我跟你说 姐 你太过分了 该给你的都给你了 这家有这么分的吗 三间房子给你了 比我个春了都多是不是 就家里挣那碗钱 也被你熊去了 只要借出货咋的 你给我喊啥呀你 我给她喊咋的了 你少跟我比比划话 你打我不给你 不是 豆房给你还少啊 那豆房给你咋的 那是摇钱术 你媳妇她不有钱吗 还差这点钱呢 我们家就差这点钱了 今天买豆子钱都没有了 知不知道姐 我告诉你 那是你们家的事 你占了豆房 就应该给我点钱做补偿 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你懂不懂 你跟我喊啥呀你 我就不走 你还要摔了 怎么还要 豆瘦还豆瘦 来 手瘦 慢手瘦 手 慢手 快点 手 快点 快点回来 这没有人一姓点 王大 生达 生达 你看你哥打这鱼 奇巧啊 是吧 奇巧 满棍啊 和他大姐又打起来了 他把他大姐手都打肿了 郑公又上村委会了 这不主任吗 让您也过去呀 快走 快走啊 快快走 我说满棍 你干什么玩意啊 这可是你亲姐 为了那么点破钱 你还上个家来抢了啦 下死手啊那人啊 我跟你说 平常吃亏占便宜 姐姐姐我没啥说的 你这翻脸笔翻手都快 老爷们吐吐吐吐的 是个丁知道不 你说话总爱听的 除了八级跟有啥关系 谁 谁 我 我说 我身体解惑我我从 你说谁有这么看的吗 不是 你他 他 他这么说话你 我跟你说啊 整齐老家不分了 来 谁谁 二 谁 谁 哥哥 哥 你看啥呀 就为那点钱 还上姐家去抢去了 姐 你手咋了 你他白得 哥呀 你可真行哪你 行了 既然要分家就好好分呗 老人留下的财产 是让你们要过好日子 不是让你们结仇的 亲姊妹为了点财产 就反目 值吗 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我家咋回事 我们家吧 就剩两万块钱了 你说你也知道 我们家靠长的为啥 就卖豆腐吧 对不对 你说卖豆腐 我都没有钱了 我没有钱我咋买豆子呀 你说家这么分 那我怎么活呀 钱马棍 你少在那块苦穷啊 钱是你媳妇亲自给我的 又不是我去抢的 你干啥我会抢啊 这手掰得疼 这两万块钱 确实不是个小数 他要是没点困难 能给你要吗 要不这样 你把两万块钱还给他呢 以后呢 以后的事再协商 那不行 啥协商啊 咋协商啊 这协议都签了 这家就得分 这钱就是我的 陈水秀 你也太不讲理了吧 你这钱是欠满贯的 你凭啥不还给人家呀 包友财你在那儿待着啊 这是我们自己家 分家的事 你跟他商务啥呀 就是干几什么事啊 不是 怎么跟我没关系呢 你要不把钱 还给满贯的话 他干啥还给我呀 他还欠我一千多块钱呢 你说谁谁谁欠我欠我欠 我 你说个 包大哥 说不说不说 问谁都没说完事了 今天啊 我不能提 包大哥 他什么时候又欠你一千多块钱呢 我七晓 是这么回事 我告诉你 满贯 今天我不说出来的话 我让你 我立钱都给你打水漂了 你顶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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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 七晓 是这么回事 当着主任的面 没没没 正好我把他说清楚啊 我讲 是这么回事 我开那个超市啊 开了两年多以来啊 这满贯啊 经常上午再喝酒去 没钱他就欠你了 完了时不时他还摸了两码 输了呢 他也欠着 这一来二去的啊 总共欠了我是一千五百七十二块 那两毛 你看他这正起来 你看 绝对钱 发生完 绝对清楚 你看 没有 没说对吧 我姐妹那是村主任 是吧 咱相相亲呢 但利息我可以不要了 这本钱你都得还给我吧 你想干啥呀 你咋还堵上了呢 这日子咋过呀 你让我咋赶紧哭啊呀 齐晓 齐晓鸟啊 你 把钱都还上去 不还他都还我 给我喊啥呀 谁欠你钱呢 我欠你钱呢 谁欠你钱 你找谁呀 走走走走 这有你什么样 这有你什么样 你没有饿了 这有什么消灭 你小样你 不是 你干什么玩意儿啊 你 你干啥呀这是啊 做啥小孩这是 不是 拿衣服干什么玩意儿 你干啥呀 你干啥呀 你要干啥呀 那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 说啥呀 说 有你这样的吗 天天喝酒 现在更厉害了 出去赌 还欠人一千多块钱 你凭啥呀 钱是你一个人账的吗 不行 你听说 行 我不就喝点酒呢 我我也没干啥 我就喝点酒 然后我就 既然 我打点牌 我也没干什么 你这一群 我翻成老坤的 干什么坤呢 给我拿回来 怎么的呀这是啊 说话不停是不是 你 别坐 拿过来 干什么玩意儿呢 你想干啥呀 我装我自己东西还不行了 你拿我这一群 还有我衣服呢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说我以后不打牌了 好好过日子了吗 你谁让我咋的呀这是 能好好过日子吗 钱包棍 你觉得咱俩这日子还能好吗 怎么不能过的 你现在心里对我都是怨气 你一肚子怨气 这日子还能好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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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行不行 说什么呀 我对有什么怨气啊 我不怕你走吗 我在那儿等你一晚上 还怎么的 给我 你是等我一晚上吗 你为啥等我一晚上 我怕你走吗 你是怕我走吗 你是舍不得我吗 你是怕我走了之后 你欠人的钱你还不上 钱满贵我告诉你 从哪儿我嫁给你那天开始 我就是好好过日子 我任劳任怨 七早贪黑 我累死累活的 我埋怨过你吗 可你呢 你心里有我吗 我怎么没有你啊 我没有你啊 你有我你能对我这样吗 我告诉你 我在你们家我就是奴隶 你说什么话说的 跟我说什么啊 跟我说什么 你干啥说的我公谢你 我说你怎么的 那我在家说什么 我在你心里我说什么 家里大师小熊听你的 家里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 我最悲哀的是什么 我这辈子都当不了爹 我当不了爸 我都喝了 我怎么就喝了 我都喝怎么的 我 od不了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可不得 我不会 你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是我害得你当不了爸 我对不起你们老千言 你应该出去喝酒 你也应该出去度 你输钱 你怎么样都是对的 你当不了爸妈 我能当妈妈 你在乎的就是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心里怎么想的 我有多难过 你们心里没有人亲口 咱俩还过啥 别怪我 咱俩离活吗 妈 妈 我来看你来了 你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怨我呀 我大姐也怨我 春桃也是 妈 从你走了以后 春桃连一生嫂子都没叫过我 我不怪他 我不怪他 都是我不好 妈 我就是想你 我想你吗 妈 妈 从那你走了之后 门棍儿就一直喝酒 我咋劝也不停 妈 我求求你了 你在天有灵的话 你劝劝他行不行 我想跟他好好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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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他就不停我的 小艾已经七岁了 我想领到这儿来让你看看 这孩子特别懂事了 妈你要看见了 你一定会喜欢的 可是满棍儿不接受的 满棍儿不接受的 我不知道现在日子该咋过 我也不知道该咋办 妈 你告诉我该咋办 以前你活着的时候 我知道找谁商量 现在我不知道跟谁去商量 妈 我想你 妈 我想你妈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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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说 今年收成特别好 就除去一年的吃货外吧 能不能攒下不少钱呢 我妈说 明年给我这份价格 都够了 红月 是这样 你看 你看我们还年轻 要不 要不等 赚够了钱 再结婚也不晚 你说呢 我听你的 来 程唐 大勇 我有急事先走了啊 是不是姐家大勇吗 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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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兄 这还咋回事啊 不到啊 从小是这样 跟谁也不爱说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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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赌我干啥 我赌你咋了 谁让你爸上我家去抢钱的 还把我妈的手给搓坏了呢 你说吧 咋陪 我让我妈给你送把豆腐去 我才不要你家的破豆腐呢 顶个啥用 那你要啥 我要你叫我一声大姑 还得向我陪礼道歉 以后帮我写作业 帮我值日 帮我擦黑板 我不干 你干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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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你家欺负翠翠 不是 咋欺负人呢 我又没欺负他 我说给他赔豆腐了 你行吧 你别狡辩了 说他人不大吧 鬼主意不少 跟你那妈一模一样 小艾 不是谁欺负你们家那豆腐啊 真是 说小艾 啥呢 拿着拿着拿着 我过去看 你去我看吧 咱走吧赶紧走吧 小艾 潘叔叔 怎么了 孩子犯啥错了 跟我说话呢 也不掂练掂练自己啥分量 问问自己是哪棵树生的鸟 真是 行了 我跟你说以后啊 你们哪少跟着在一起 再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没看人家有撑腰的 这我也不怕 好了 行了走吧 回去了 走吧走吧走吧 小鬼头 他们欺负你了 是不是 区区让我帮他写作业 帮他做职日 帮他擦黑板 还让我哥叫他大姑 让我道歉 我不干 他就推我 给别人写作业 那是不对的 那潘叔叔也要问你啊 小艾的作业做得好不好啊 我妈妈说了 只要我好好学习 考了一百分 爸爸就能抱抱我了 来 叔叔抱 我看你沉不沉 一二三 我妈妈说了 我本来是仙女的女儿 因为犯了大错误 才变成了妈妈的女儿 其实我爸爸也想抱我的 他已经忍着 你爸爸都忍着 你潘叔叔可忍不了 我抱你回家好不好 跟叔叔说 在学校竟上什么课了 走 媳妇 行 你听我说 媳妇 出去 不行 你要我进去 行不行啊 媳妇 出去 啥事啊这是 哥 哥 啥呀 咋的 让人家撵出来了 啥被人撵出来了 我刚才闪着一下 还嘴硬呢 我都亲眼看见了 哥 你疼你媳妇 我能理解 可你也是 咱老前家的顶梁柱啊 咋就那么没骨气呢 你眼里只有你媳妇 可结果呢 人家是咋对你的 这就是你的下场 叔叔良心啊 哥是不想搬这个家 你看咱姐妹呀 这样才左一出右出 你说我咋 行了 哥 这些我心里都有数 我知道你心里难 我知道你不想奔这个家 这些年 我嫂子对我的好 我都记在心上 你妹子我对事不对人 我说 程德儿 听哥说 程德儿 小艾 乖 进屋红木你妈去 去吧 妈妈 你来干啥来了 啥意思啊 看我热闹了 盲罐 你们两口子这么多年了 有啥话唠不开呀 七巧毕竟是个女人 咱作为老爷们儿的 多少让她的点 能咋的呀 跟你说话放手 杨七巧是我媳妇 我爱咋管咋管 受管太宽了 盲罐 我不是来找你打架的 我想找你谈的 谈的是吗 对 谈吧 风收 咱先回去吧 风月 你先到我姐家去 一会儿我去过去 行 那你快点啊 潘风收 你有这么好的媳妇 你还不知足 你整天衣服不在我家 唤好啥玩呀 万贵 走 咱换个地方说话去 走吧 妈妈 你干啥呀 妈妈把这些衣服装好了 就带你走 妈妈 我不想走 妈妈不想走 我不想走 considerably 他在我ंн 真的不想走 咱们走了去哪住啊 嫖娱 姥爷 现在已经都走了 你就剩这一个家了 姐 你在家呢 咋求你自己 丰收呢 丰收得满棍家呢 可能还点得一会儿回来吧 满棍 她咋又跑她家去了呢 就是上次的人 见过那小女孩 叫小爱的 完刚刚我跟丰收 一起在路上碰见她了 一会儿把那小孩送家去了 正赶上那老前妻打架了 那个前满棍让媳妇撵出来了 这老前妻现在关系可紧张了 这个伙伙她还往前凑合什么呀 就是啊 真是 满棍 想吃啥点 今天我请客 有这都没用的 小说按你说吧 想咋的 我请客 买官 我听说你们村里有个鱼塘 一直没有人乐一包 你看咱俩把它包下来咋呀 咱不养鱼养鳖 一年八九万干啥去啊 问啥意思 你找我包一套是吧 我家里穷能盯得烂响 还买豆腐钱都没有 你没事吧你 钱不是问题 我可以把我的土地做抵押 到县里贷款 一切的风险由我来承担 你只要出人出力就行 最后我们五五分手 你看咋样 不是 我这 哥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啊 我觉得要不然我对耳朵有问题 要不然的话 就是你的脑袋被门给夹了 这好像是你找我 凭啥呀 乖的 你不知道 我们村啊有个姓唐的 养鱼养了好多年了 前段时间啊 他研究出一个新产品 这种鱼有两个怪毛病 第一要求水质必须得好 你们村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第二点呢 就是经常用豆腐水去养 它的生长周期就会减少 再加上控制好水温什么的 琢磨着 有那么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就能有成品上市 谢谢 谢谢 别说了 我没问你啥意思 不想利用我吗 利用我家的水啊 不 真有意思 他俩怎么还整一块儿去了呢 不知道啊 好像是谈合作的 说是要养什么鳖 其他听不清楚 养鳖 那不得有本钱吗 千板棍穷得盯他烂想 他哪有钱呢 还欠咱家一千多块钱呢 不对呀 有才 他又真养鳖 那不就相当于 拿咱家钱做生意的吗 对呀 媳妇 你说得太对了 你这王八蛋 你这王八蛋 跟我双孙的不还钱是不是 不行 你现在就把咱家的钱要回去 行行行行 这种场子它不合适呢 有啥不合适的 欠这个还钱天经地义 你赶紧去 快快快 快快 快快快 我要 你这干吗呀这是 还是这么稀啊 你说你欠着我这钱呢 那我能不急吗 一共才一千多块钱 你欠了我一年多了 连门带利的话 那加起来就更多了 我问你们家俩是放高利贷啥的 我不跟你说了吗 你给我点时间 我抽钱不是得了吗 我给你时间 我家都会扎脖子 你看你看 你在这块儿大吃饭喝的 我跟你说慢轨 今天呢 你就是把死人说活了 也得把钱还给我 要不然的话 你那个豆腐房就别开了 别别别 行行行 是不是好好说啊 这你说的行吗 我说怎么着 我说你们这一个一个 啥意思呀这是 都看好我们家豆腐房了 是 我们家豆腐房是块儿肥肉 但是轮不到你们俩嘴里 我打算给你还钱呢 就看你这样 衣服钱也没有 你还钱写一下 我喝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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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了 放我 快不开了 话还要跟你说 不可以够给钱了吗 不是 你猜我钱 你还有理呢 你说 我就欠钱了 来来来来 你欠钱呢 我就欠钱了 我就欠钱了 我欠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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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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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 听妈妈话 行吗 我想走 我妈 孙神家的母鸡要下鸡蛋了 猛虎爷爷大的小狗 要生狗宝宝了 还有那个 还有 还有什么呀 还知道你想要说啥 听我说 这个家 容不下妈 也容不下你 知道吗 听我 跟妈妈一起走 听我 妈妈 妈妈 我真的不想走 要是咱们走了 妈妈会很想我们的 走行不行 我以为要想爸爸的 你以为要想爸爸的 对不对 妈妈 你听妈妈话 跟妈妈走不行啊 我以为要让人 能不能一起 对对我一起生回 妈妈呀 好我 我也要妈妈 我答应你妈妈 我和爸爸都听你的我 不惹你 好不好 好不好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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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想你 惹人 惹人 惹家 你又不想 妈妈 我不想你 妈妈 你爸 我真的快点 阮叔叔跟妈妈出院了 你爸爸心里有我 你妈妈我找回来了 妈妈 妈妈 我回家回来了 妈妈 我回家回来 好不好 你爸爸跟潘叔叔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在家等着 妈去找你爸回来 妈妈 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走啊 好孩子 妈答应你 咱不走了 你就是杨琪巧吧 我叫洪玉 我是潘峰叔的女朋友 峰叔跟我说过你们俩的事 也提过你 他俩人呢 刚才俩人还在这儿呢 一会儿工夫能去哪儿啊 齐乔嫂吧 齐乔嫂子不好了 你快去看看吧 出事了 啥事啊 你们家满棍啊 被那包有财给挠了 都去医生所了 被谁给挠了 那个包有财 对了 还有那个潘峰仇啊 也被包有财给挠了 他两个家一块都没干过包有财 快带我去呀 好 你这点钱了 是吧 你太够挠了 你老爹 你这不是谁是老娘们 你怎么说啊 那我咋说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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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啥样了 出血没有啊 我没事 我没事 他妈问了 你安问他 不是 什么玩意 你还听得够挠的 不是 钱本贵 你怎么回事 你们家在咱们村 好歹也送个买卖人 就你那媳妇吹口劲 都比我们腰粗 咋的 这点钱拿不出来 什么意思 谁说拿不出来呀 妈呀 你可来了 赶快解决问题吧 你想咋解决呀 咋解决 欠钱还钱呗 一分钱不差的 把钱还过来 问题就解决了 那你们家人 打人就白打呗 不就挠两下吗 写过啥呀 就挠两下的问题吧 你看不就挠的 你挠我两下子 还我来呗 我挠你 我怕脏 我手会挠你 满味儿 你 真有意思 你欠钱你们还有理了 我没说不还你们钱吧 行了 咱啥也别说废话 杨气角 你就说 给个通话话 什么时候还钱 一周之内 我肯定还你 这是你说的 到时候我可来取钱 有财灵呢 走 咱们回家 气角啊 这事是我的 这大人你说一天都不强 不是 妈呀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那钱满过去远一点 你就是不听 还有那包有财 那是咱们村主任的小舅子 咱惹得起吗 就是啊 姐 咱挺能过日子 干嘛事事都唯唯诺诺的 你越胆小 人家就越欺负你 你看咱家那大勇 让你管的都管啥了都 是 姐 那天在路上我俩看见他 含了好几嗓子 明明看见了 转身就走 跟不认识似的 这小子咋这样啊 姐 那大勇是不喜欢钱春桃啊 钱春桃 咱家跟那老钱娘 也不倒是结了几辈子怨了 这辈子是扯不清了 她们是不喜欢的 你先看一看的 你先看一看的 我可以 你说吗 你真吗 你先看一看的 要是赌牌就赌牌去 喝一杯 喝一杯 晓晓 我也看得行吗 啥呀 陪我去说说话呗 我知道你生气了 行不行 就说一小会儿 好吗 说话呀 你不是说有话要说吗 我只要听的话想要跟你说的 可知不知道怎么说起 那就别说了 媳妇儿 你不认识吗 你看你的手 变成这样 你都没发现吧 都长得好一根本头发 我知道这都是一文文不正情 我作为老千年他唯一的男人 我让你操了这么多心 我把家过成这样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 我知道 可我没有办法 七年了 这七年了我毕业得好 知道吗 我心里堵得好 你说说我 要是没了这个孩子 咱俩像以前那样不好 开开心心 什么时候闯我家 你就想跟我说这个呀 孩子 还是想说孩子 那就别说了 我不想说了 跟我说行吗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吗 小点声不行啊 孩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我知道 孩子 对吧 谢谢啊 当我看了别人家的板地 跑的时候 只有些生死 孙 这是孙 我心里难受 还有怨 我很疼你知道我 你怨我当初把孩子捡回来 你怨我 你心里一直在怨我 对不对 随你天天出去喝酒 随你出去玩牌 随你输钱 随你对我不满意 我都知道 那咱俩还过啥呀 那我舍不得你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记得当初跟你说过一句话 我说我这辈子 永远地好好地爱你 什么时候都听你的 我发誓好好照顾你 我没有忘 你没忘吗 我没忘 那你对我好了吗 那你对我好了吗 这七年你对我好了吗 说呀 我没有错头 我知道 还是我不好 是我对不起老倩倩 跟你结了婚之后 没有跟你们家生下一个孩子 而且还捡了一个女儿 可是养了七年 这孩子已经像我孩子一样了 要是现在能把他送走 那我当初就不会留下他 可我就不明白 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这么讨人喜欢的一个孩子 你怎么就接受不了呢 我不是不接受他 你就是接受不了 你出去喝酒 不是因为这孩子吗 孩子冲你笑的时候 你笑过吗 孩子跟我说 说妈妈 为什么别的孩子的爸爸 可以抱他 为什么我爸从来没有抱过我 我告诉你 我明白你心里有多难 我也知道 你不是不喜欢这孩子吗 你就是接受不了 因为从这孩子到咱们家那天开始 你看见我抱他 你不高兴 你看见我对孩子好 你还是不高兴 我跟你说句实话了 你说 我不是不信我小爱 等我看到小爱 我就会想起咱俩的孩子 你知道吗 你知道咱妈 走受苦说的什么吗 阿贵啊 你自己一定要要一个孩子 妈什么都不求 结果怎么样 我看到小爱 我就想起咱俩的孩子 我每次看到他 我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孩子 我想走 可是我做不了我爸 我放不下你 我舍不得你 那你觉得我能放下你吗 你也放不下我 我知道啊 那你为啥还这样折磨自己 折磨我呢 我跟你说 我离婚的时候我是假的 那我能离开你吗 那也是我能离开你吗 那你为啥就不接受这孩子 那都七年了 你说咱们俩要想好 咱是不是就得接受这孩子 你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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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跟我说的话 还算数呢 什么时候 你说不跟我吵架 今天呢 那我们在这里 现在表个摊 好吗 我们从今以后 好好地爱你 好好地去疼小爱 不去赌牌 不去喝酒 行吧 你是真的吗 我心疼你呗 你看你头我都把脸换了 你知道吗 你看见了 看见了 你 我胜不得你 我更胜不得你 我更胜不得你 我怕你不要我了 我怕你因为我不敢生孩子 你再也不要我了 我爸和我妈都没了 我在这个世界上 你都亲人都没有了 我就是你了 你要是不要我 你让我伤害 我全都没了 我以后大家再也不吵架了 行吗 我答应你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 叫我生孩子 我认识你 我说 满贵让人恼了 咱是得过去看看他 你看我跟你说话 你听着没有啊 听着了 愿去你去 那是你弟弟 咱不能让满村人 说咱当姐姐姐姐夫 这不进人情味儿 跟他们讲啥人情啊 拿着 我跟你说啊 我把话搁着 两口子一会儿就得杀来 不是 你是说 满贵一会儿跟咱要哪个账啊 他签了我包的钱 不要他给啥还呢 看起来杨琪小的多少房啊 就真没抓到钱 这家拿出两万块钱 就嘚瑟了 就瞎嘚瑟 即使没几个钱 全是空的 这家就分对了 不是 那他要真的要钱咋办呢 要钱也没有 他杨琪小都在那协议上 给我签过字了 他要赶上咱家来 跟我胡搅蛮缠轰出去 那好吗那是 啥玩不好 别老跟着掺和 不是咱当大理 你干啥干啥去 当大理去 一边去 去去去去去 慢点儿 没事儿 毛工长 这咋的你家水姐 都打没了 又上山推水去了 那什么 那我们家的水 押不上来 我去打点水 买东西了 好了 走了啊 慢点慢点啊 这两口子 这神神道道 以后咱们再上山拉水啊 早点儿 省得他们撞见了 温这温那的 我跟你说啊 你说家里的水 和山津水有啥区别的呀 正点偷偷摸摸了 跟做嘴似的 你知道啥呀 这是做我们 杨家豆腐的秘密 你就听我的得了 行了 别拿死了 要不我拉回家 我来吧 你先拉吧 这是我干的 对了 待会儿进院 把水卸下来 你就开始磨豆子 我要上城里卖豆腐去 晚上小爱放学 我要是赶不回来 你去解 学校不远 歇长二姐姐 那能行吗 别人家都有接的 那咱家孩子不是孩子 知道了 顺唐啊 早上起来 我给你留到豆腐脑 嫂子给你端出来啊 我吃不起 奶油咋了 没事儿 没事儿 来 我给你拿豆腐去 老妹 咋了姐 你哥呢 在家跟她媳妇做豆腐呗 大早上这张老 说要上镇里去卖呢 上镇上去卖 咋想起上镇上去卖了呢 谁知道了 想多挣钱呗 她没提分家的事吗 分家 家不都已经分完了吗 钱不都分给你了 姐 姐 心思啥呢 你说我咋越想越不对劲呢 她俩就这么消停了 她俩不消停 她俩不消停 上你这儿闹你就得劲了 没事儿闲呢 不用你管我 走走走走吧 烦了 来 我说咱们第一名是谁呀 杨小艾 我画的这是什么呀 大树桃 给我念 大树桃 杨小艾 杨小艾 你干吗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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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艾 摔坏没有 没有 没事儿 她是肚子 让我不让她 这都怎么回事儿呀 你们看着小艾自己擦黑板 也不帮忙 她不是班长吗 班长就是带着烂骨的 有她就嫌不着我了呗 是不是啊 对 包黄金 每次都是你挑事儿 站出来 罚朕去解克 我大姑不是村主任 你不能管我 谁来都不行 好 站起来 罚朕解克 孙长 姐夫 姐夫 大行嫂子 你跑到这儿干吗 帮着开门啊 我不是找你有急事儿吗 我还找你有急事儿呢 长能耐了是不 学会挠人了 那就是个老娘们的动作 不是 他们俩欺负我一个呀 那我也打不过他 那不就得挠我吗 你 你可真有仇气啊 那就是什么 干啊 仇敢你瞎那样 我又不剁你手 真快 说你挺大的老爷们 留着长指甲干下 回去剪了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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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姐夫 剪指甲是次要的 关键呢 是要填饱肚子 上回跟你说那个事儿 让你帮忙联系 把我养一套的设备给卖了 怎么到现在 连个动静都没有啊 如果再搁去 那就得成废铁了 谁买呀 丑那套设备 让你给造的 都成啥样呢 谁能要的 不 那也是好使的 那 那不也得联系吗 回去等着去吧 不是 姐夫 姐夫 我穷点事儿 怎么就这么难呢 有财呀 咋的啊 又惹了事儿到这 赔里道县来了 不是 我惹不惹事儿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瞧那个名字叫的吧 大嘴唱 大嘴 大嘴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 你是不是 一直想包村里的鱼塘啊 包鱼塘 你都干不明白 我哪能干呢 我不是干不明白 我是不想干 不过现在的鱼价啊 是蹭蹭地往上涨啊 钱满贵跟潘风招舞 就是因为看到了 现在的行情 两个才合伙包鱼塘呢 他俩咋能扯到一块儿去呢 大嘴 不管是仇家 还是愿家 在利益面前 都可以成为青年 要不因为这事儿 我能跟咱俩搭起来吗 是这么回事儿啊 我听他俩嫡妇说什么啊 说 说养什么鳖 我天哪 这不是干大夫了吗 我跟你说大嘴 这样的下降 一年十万都挡不住我 我说大嘴啊 你说你啊 就这么一个人啊 你说成天在村里边晃晃晃晃的 闲着也是闲着 我跟你说 你要是不动手包这个 等别人包完了 你再去包 恐怕就来不及了 不是 那你才不干呢 不是 我是干不了 我那个小门店呢 就给我忙过去了 你再说 我也没那时间和金钱呢 反正呢 这个消息呢 我是告诉你了 干不干呢 你自己闲着吧 我 我能干得了吗 是 这 豆腐 豆腐 这 新鲜豆腐啊 这 两块 新鲜豆腐 买豆腐了啊 买豆腐啊 买豆腐了 杨家豆腐 正宗的杨家豆腐 一块钱一块 一块钱一块 豆腐豆腐了啊 快看看 正宗的杨家豆腐 一块钱一块 一块 拿好了啊 杨家豆腐 杨家豆腐 一块钱一块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哪儿 真是味儿啊 大雪儿啊 怎么想着呢今天 没啥事 咋的只要卖豆腐去啊 你媳妇呢 到镇上去卖豆腐去了 不是 怎么着 到镇上去买豆腐去了 我说行啊 你们家他要发展到镇上了 去试一试 还不知道行不行呢 好好好 豆腐 豆腐 正宗的杨家豆腐 原汁原味的 新鸡的豆腐啊 来 过来 新鸡的豆腐 正宗的杨家豆腐 一块钱一块 你那豆腐什么偷来的 你在这儿乱好乱叫的 你怎么出去脑乱嘛 让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谁说是偷的 这豆腐是我亲手做的 不是偷来的 你干吗卖这么便宜啊 这开一脚了 你做叫扰乱市场秩序 你知不知道 谁扰乱市场秩序了 你呀 你卖你的 我卖我的 你管我干啥呀 谁的 我就管定了 董事长 跟你问个事呗 听说你跟那个 潘丰满的弟弟潘丰收 要把咱村的鱼塘包下来 有这事吗 我这随便一说啊 再说我也没钱呢 我想干也不会跟他干 对 老爷们觉得有点不气 我跟你说 眼睛里不能揉沙子 你这人要脸 树要皮 你垫心肝子还得要水泥呢 对不对 对 不能干 这市场不能干 董事长 我听你的意思 咋的 对保写堂感兴趣啊 那 那你这 我这挣钱的满卫 谁不敢兴趣啊 你当真了哪儿呢这是 那你都瞅着挣钱 你说你能不当真吗 不是 我问你啊 你要说保写堂 真挣钱的话 那保写堂为啥不干呢 他干得了嘛 我跟你说他家的钱呢 全押在小门铺的祸上了 从人力物力都不行 真的 还说你可我实话 你说这保写堂 真的赚钱 能不赚钱吗 你不赚钱谁干呢 那邻村这老田家 那鱼堂包多长时间了 听说去年 包过一个大彩店 我还生好远的 那彩店都是五十二寸的 你算了吗 这跟你说啊 盲卫 这买卖就得分人干了 这老师好 天空 咱俩俩 喝得干 要不 咱俩俩 喝得干 你说你这逗了 我哪有钱呢 咱俩俩啥钱不钱的呀 是吧 不行我先给你垫上 等你有了你再还我 行不行 我就担心那你媳妇 这蹊跷吧 那孩子你说 太争强好胜了 你说你 你挺大的男人 你这成天舞在家里 一个女人挺门的 你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啊她这玩意 行 叔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先给你干 但这事呢 先被我媳妇说 咱俩这干完了 又再跟我媳妇说 行不行 好好好 就这么定了 行 那咱俩就这么定了 行 好 好 那我先走了啊 好了 好了 我们买豆腐 好 好了 好鱼糖 你干啥想我多了 怎么着呢 我们密码开张了都 那怎么回事啊 同志 我在这卖豆腐 她说啥不让 那怎么样 我们两块钱的大豆腐啊 她差不多从哪儿出来的 她卖一块钱 整个给我们的生意给搅拌了 我们没法开门门了 那你怎么弄的呢 同志 我是合法做生意 我上税了 这么看 你虽然上了税 但你是流动摊位 市场有市场的管理制度 要不你就上别的地方卖 要不你就在市场租个摊位卖 我 我要在这儿卖的话 得租摊位啊 对 这我不知道啊 那没办法了 你就上别的地方卖吧 明天不准再来了 高年不能让你卖啊 你卖一杯买了 快走吧 走吧 你还没有豆腐呢 我陪你一块儿 来 豆腐啊 豆腐啊 吸引豆腐啊 我不能卖了 好了 快走吧 别卖了 听不听听你 你管我干啥呀 豆腐你给人摔碎的 你不陪还不让人家陪呀 快走吧 快走吧 好了 你们别买了 快走 我说啊 大妹的 你这个豆腐是不就卖一块钱呢 对啊 我走到哪儿都卖一块 我还这样得了 要不啊 你把这豆腐全卖给我得了 你看行吗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 我这两把豆腐你都要了 都要了 但是有一点啊 说一块就一块 就再不许涨了啊 你说的是真的吗 快吃一会儿吧 那是你吃啊 行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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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给帮忙了 我都要了 没了 大姐 我是对面饭店的老板 你这要是一块钱一块儿啊 明天你就给我送货 有多少我要多少 真的 没错 明天我等着你啊 那太好了 梁晓艾太可恨了 我们总是因为她被老师罚 今天我们得出出这口气 就是 要不是因为她 我能让老师罚站呢 到现在我的腿还酸着呢 对 我们今天得调理调理她 怎么调理她呢 你们赶紧ugo 我来 你赶紧受你了 你的寻衣 你赶紧着你啊 我过去 你赶紧着你 可爱批地 我过去 你赶紧着你 就是咬在老师面前装馅 写积极 干啥办我 我又没惹你 我让你装 干啥推我 推你咋的 要不是因为你 我哪儿让老师罚站呢 到现在我这腿还缩着呢 这个仇 我一定得报过来 对 我妈说了 家里家外不消停 都是因为你 杨小爱 你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 是个扫把星 对 对 是个没人要的 是 我都逼得很好 走出来 走吧 小爱啊 这是咋的了这是啊 关山一直是人土的 是不是 他们欺负你了 大伯 没事 没事 那就赶紧回家吧 没摔着哪儿吧 大伯 我是没人要的野孩子吗 听谁说的 别听他们瞎说 咱有爹有妈的 怎么能是野孩子呢 那翠里人咋都这么说 那不不 那个没摔到哪儿呢 就赶紧回家吃饭吧 吃完饭 好写作业呀 大伯 我好好学习 学好了 爸爸还能报我呢 就是就是 你只要好好学习呀 爸爸妈妈都喜欢你 走 没事 咱们给你送回家去吧 走 没事吧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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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 习惯 好 这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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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来 来 来 这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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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玉 玉 陈子 你还行啊 媳妇 做重头豆腐我全卖了 那当然了 快坐 我是谁呀 豆腐西施 原来在我们团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能卖豆腐 人给我取这外号 别说这几把豆腐 再剁几把 只要我出去卖 我全都能卖了 行了 别吹了 你说啊 你稀释又咋的 我饿了 来 赶紧个做饭 我去做好了 行 放用 孩子回来了吗 还没回来呢 孩子还没回来 这都几点了 我让你去接他 你没去呀 你咋不把孩子的事 放在心上呢 不是 接孩子 你给我叫我啥儿叫我呢 这这啥时候了 孩子不回来 万一路上出点事呢 什么玩意 你就吃优惠了 把他摔了个大跟头 谁让他总是在老师面前 装向前递急了 就是因为有了他 老师才不喜欢我们的 那孩子最能装 见啥人说啥话 给 有女儿这么说话的吗 既然是见他的 跟咋什么关呀 离他远点不就完了吗 再说那杨琪小 正常没地位撒邪气 有他干啥呀 有他咋的 你以为我怕他呀 有能的他来找我了呀 那 你上哪儿去了 不早就放学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是不是在路上玩了 妈妈 我能不能上 别的地方上学 你呀 我不怕 你咋的了 为啥不在这学校上学了 咋的了 小九欺负我 到过去对他熊子抱我 他抱我都摔了 我看看 谁欺负你啊 小九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小九把孩子给弄成这样 那小九呢 小九欺负的你 对不对 你赶紧给他上药啊 我说你干吗去 我找他去 来 你回来 我找他去 帮我看看 来 来 疼不疼 疼 那有他不注意点呢 他把手都没在图了 我没看见 来 来 来 行 来 来 我吃吧 那我渴了 就是 不早点 早点出事 这有一天啊 真是 来了 你没来了 真不行 那个 七七啊 坐 坐 吃饭没有 我坐了 姐 你知不知道小翠 把我姑娘给打了 知道 知道 都给打坏了 那腿都打伤了 而且把孩子吓得 都不敢去上学了 这也太欺负我姑娘了 你喊啥呀 又不是村子自己打的 老包的那孩不也打了吗 有能耐上那喊去 我一会儿就去找他家 姐 我过来我就想跟你说一声 她不管咋说 咱们是一家人 他们俩是姐俩 你当家长的 可不能看这孩子 这么欺负我姑娘 那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都多长时间了 你们也不管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 你就别怪 咋的 别怪我不客气 你咋不客气啊 杨七巧 你这么说话 我可不愿意听啊 你干啥呀 来那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那小孩哪有不打仗的 自己那地里长不出萝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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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一个玩意还到祖宗宫里 捡一个玩意还到祖宗宫里 别理 我说你 把师傅说的 呆呆呆呆 别管我 什么都不管你的事 我你这么惯了还要惯完来 别怕这姑娘 惹你就挠腾 撒 哪撒 去去去 抱小九 抱小九 走 小九 姐 小九 来来来来 不是 咱们家小九啥事 有啥事跟我说呗 我跟你说也行 你出来说 不是 说就说呗 怎么还气势惊惊的 你出来 你不出来我怎么跟你说呀 怎么的 不得当大伙面说呀 咱俩有啥秘密啊 咋的气象 跟有才还有啥秘密 怕大伙儿听见的 我往这儿叫了呗 对了还有攀罗烧的 你们四人一起落都好 谁的 我告诉你们 以后你再拿攀罗烧 跟我开玩笑 你别说我把你们座子 给你们粥了 真有意思 这 要不是已经粥 到谁到了 你们什么都要 叫你男的 那都欺负人啊你们 是不是见老实人 都欺负啊 不是 姚继晓 你干什么无言不顾 咋我场子 你想吃人呢你 我想吃人咋的 你问问你儿子 干啥好事了 我闺女从小 她就欺负她 现在长大了 上学了 她还欺负她 有没有你家 这样教育孩子的 到我们家去看看 孩子的腿都让给打坏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装糊涂呢 是不是啊 反正今天得让你儿子 给我闺女赔礼道歉 而且还得保证 从今往后 不许再欺负她 我告诉你 姚继晓 让我儿子 给你姑娘赔礼道歉 那是不可能的 我跟你说 这话说来了 两个孩子打架 至于你这么大动尴尬了 两个孩子 你问问你儿子 他领一般孩子 把我闺女给打了 我告诉你 今天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你咋欺负我都行 欺负我闺女就不行 说什么法是吧 你咋我场子 我还说什么法说法啊 谁散你场子 我闺女回家都说 不要上学了 你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找你姐夫去 让她给评评理 要不然就男子连老师 他长什么老师 干什么 没有辣的经历的 我告诉你 你要是打我姑娘的事 我跟你没问没了 听见没有 这药费背着你算的 走 知道 ometer 太无赖了他 不 psłada 姑娘等你呢 快 问问 д Ge 老大 十八คร人 defensive 还要我药费呢 你太过分了你 是不是想先讲旺女子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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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去 不干啥 那你 咕咕嗖嗖 我拿着什么玩意儿 没事 那个 我先走了啊 你说你 为了这点事 上来揍了一圈 别按时都笑话 谁笑话呀 谁爱笑话谁笑话 我自己公家爱欺负了 我还能盼人笑话 我告诉你 今天我要是不跟他们发发火 以后还得照样欺负小爱 这会儿我看谁敢 别啦 这要死 唇头 大洋 你咋来了呢 我妈今天包饺子了 饧菜馅的 你最爱吃的 拿着 你妈亲手包的 真的 你趁热进屋吃 我走了啊 你干啥去 家里有事啊 没 没事 那你没事 你着急回去干啥呀 进屋坐会儿呗 跟我聊一天 不了 屋里没有别人 就我自己 那 就你自己 那我更不能进去了 那 那个 趁热吃啊 吃完了把这毛巾还给我 要不我妈发现该说我了 啊 走喽 大友 周太友 书也没电多少 咋就这么呆呢 没事就差这点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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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着点 一会儿就好 好 好 来 来 妈妈给你少点云南白药 来 以后记住妈妈的话 不跟他们吵架 也不能跟他们动手打架 你能打得过他们吗 吃亏了吧 我又没动手打他 是暴婚接线欺负我的 他在黑板上写 打猪头养小艾 我要去猜黑板 他就推我 他推你 你就不会告诉老师啊 你就不会回来找妈妈呀 那么傻呢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 不跟他们动手 要吃亏了 直接回来找妈妈 妈妈给你出气 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这样 姑娘 得几个一百分了 一个了 老师表扬你了吗 大人表扬我了 还送给我的一个亲笔盒 可是我送给小齐了 是吗 姑娘表现是真好啊 那期末考试的时候 能不能再给妈得一百分啊 大人狼呢 真的 真的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简直气死我了 咋的了 这个杨气小 到咱家的超市那块儿 又是大喊大叫 又是掀桌子 那个把握劲 你是没看见的 杨气小去咱家超市掀桌子去了 为啥呀 还不是因为小九吗 说咱小九啊 欺负她姑娘了 让咱小九 去给她姑娘赔礼道歉的 还得掏着一腰分 你说你们讹人的吗 那咱小九到底是欺不欺负人家呀 给人孩子打坏了 我也不知道啊 你这样 你去把小九找来 我问她 小九 不跟你去超市了吗 不 你说要带孩子吃什么 你又换她吗 不对啊 这小九 你看见那个 那个那个 那炸牙舞爪那个杨气小一来 早就可吓跑了 怎么着 没回家吗 没有啊 是不是跑到大姑甲去了 上姐呢去了 你说 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 你考虑咋样了 你要决定干 我这两天是 张楼贷款的事了啊 路主 这件事 恐怕给你干不了了 我错了你的鱼塘啊 已经有人包了呀 有人包了 咋这么快就有人包了呢 就是啊 我说得也是啊 我跟你说啊 要不这样 你要真想干的话呢 先入上一股 行吗 然后呢 这外面小丑的事 就得来负责 好不好 又财 又财 不是 咋回事 我咋听说杨气乔 跑你那小店 闹事去了呢 阴啥呀 还不是因为小九吗 那杨气乔说啊 说小九啊欺负她姑娘了 要找村里边 要掏那个医药费 要咱呢给她姑娘啊 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 让她做梦去吧 想讹咱们 我跟你说啊 想都甭想 不是 姐 小九到你家没 没有啊 没回来吗 哎呀 妈呀 这小九啊 肯定是让杨气乔 给虾磨磨磨了这是 啥出事啊 这就都挺长时间了 那还处在这儿干啥呀 赶快找孩子去 快点 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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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玩的没 没 没看着玩的 你这 没有 大哥 看着玩的大哥 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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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出什么事啊 二柱子 你看不看我们家小脚 没用啊 孩子没了 你说说 被那杨气脚给吓跑了 二柱子 你去老前家 把那杨气脚给我找出来 好了 有两嫂子你千万别着急 你快点 快点 快点 杨脚 杨脚回家 杨脚 那这样文官 等这两天 我抽空到你们村里去一趟 我们俩见面聊 好嘞 见面谈 好 谁给你打电话呀 我那一个鱼友 他问问我那鱼神咋整 要我教着他 好 文官 文官 不好了 老包家那小九她不见了 老包家全屯来找孩子呢 包一蓝说 七小嫂子给过去 那小九不见赵琪儿啊呀 包一蓝说那孩子 是被七小嫂子给吓跑的 不找你们找谁呀 你们家这回可惹上大祸了 炮琪儿 赶紧等一下我去锁锁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太轰心了 小姐 儿子 有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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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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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把孩子 给我下围的呢 就是 嫂子 你听我跟你解释 我当时是急了 可是我在屋里 我真没看见孩子 你是没看见他 但是他可看见你了 你进去之后 行我抹老虎似的 又鲜作子 又大喊大叫的 我让你下去 给他瞎没鹰子了 回来 回来 你别在这儿落地 回来 我别在这儿 我一定不来找孩子 我跟你同归一进 也告诉你 行啊 行啊 多大事啊 就同归一进哪 竟然这家残我 你赶紧找孩子吧 不是上大草茶 这一晚上 一个村都没找茬 我跟你说 那孩子要是上了沙 可怎么办哪 我看有你跟这残我 也找不着孩子 你跟他带着 生死人 生死人找孩子 走走走 快去找你 你别去找他 赵小山 快点 快点 好啊 我就家晓晓找不着了 大伙都要跟我爸 上山找孩子呢 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上山呢 那天都这么黑了 你说 我家也没啥家糊事啊 还要啥家糊事啊 你回家取个手电筒 就完了呗 手电呢 我家好像没有手电 瞅你这坑这别动的样 不许拉倒 好 赵小山 赵小山 你看见我哥们 没吗 是不是跟着你 上山找孩子去了 静整事 给人孩子都找没了 你说他 他搭上命的也赔不起啊 知道了 你这么耐 我陪你去找去啊 我经过手电 快点啊 你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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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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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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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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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我哥了吗 看见了 早前面呢 你不不来吗 什么玩意我不来呀 出这么大事我能说不来吗 那个牛大师我告诉你啊 你家孩子要真丢了 肯定也不爱人家春桃的哥嫂 你还真把自己当盆菜了 你是个干啥吃的你 也不颠着颠着自己是个啥分量 什么晚上就我啥分量了 我告诉你啊 春桃的事那就是我的事 你知道吗 你们瞎想个人指定不好吃 你的事 你算老几啊 刀切豆腐两面光 少够了这套 你 你怼谁呢你 咋的 行了 你们俩还有完没完呢 我家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俩还有心情在这块吵架 要吵上一边吵去 少在我面前吵架 真都能添乱的了 春桃 你 崔小山 我告诉你 往后你给我离春桃远点 小秀对你不客气 你这个小人 该的 还要丢了也该的 大友 你站住 你干啥去啊 妈 那包黄金找不着了 这事要是追究责任 就是春桃他大哥的责任 都上山找去了 我帮帮忙呗 你干啥去啊 村里那么多人 哪险着你了 再说了 出这么大的事 我还来不及呢 你还往前凑合 回屋睡觉去 快点回屋睡觉去 春桃 今天我跟你说 我跟崔小山 我不是故意跟他找查 是这小子太阴险 他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 她是小人那你是啥呀 我看你还不如她呢 最起码人家崔晓珊 没在背后讲究人 好 你要说我是小人 那我就是 但是春桃 我是真心喜欢你 我这辈子也没喜欢过谁 我只有对你一个人 是真心的 对我一个人是真心的 那你和崔晓菱呢 那你俩是咋个事啊 我跟崔晓菱 我俩压根也没啥事啊 而且从她去了城里之后 我俩都没联系过 联不联系的是你俩的事 跟我有啥关系啊 你以后别再对我这样了 按备份论的话 你还得管我叫声姑呢 这都啥年代了 干个叫呗 再说了 咱俩又没有血缘关系 行了 你别再跟我说这些了 我现在事已经够多的了 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 春桃 你别着急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只要我能帮你的 我什么都帮你干 行 牛大志 既然你说我的事就是你的事 那好 如果你家孩子真丢了 你能保证你不让你妈 到我们家来闹吗 还有村里那块地 你能保证你让你爹 把那块地包给我吗 这些都是我的事 如果你能做到 我就跟你好 行 春桃 有你这句话 我什么都能做到 你就等着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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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否认为了 阿智 阿智 那不是的阿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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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我实在对不起了 今天就是我不好 你说我要不发脾气的话 孩子也不能吓跑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友财大哥 雅兴小 你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我祸上了你的耳朵 亮点下霉了 你说你远口办什么事不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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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找到孩子 还有心的那个技个 进去找吧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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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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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给我 我去报警 把那杨鸡脚给我抓进来 晓晓 快进屋东西吧 晓晓回来了 在哪儿呢 晓晓 大姑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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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回来的 你这去哪儿了 妈妈踩我座里了 不如过去就睡着了 大姑 大佑 你在哪儿找着我们家小九的 跟你说话呢 咋还没反应呢 孩子都给你们送回来了 还反应啥呀 啥人呢你这是 三脚都拍不出个响屁来 本来我还想谢谢你呢 现在我都不响了 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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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把它弄住了 孩子 你这是弄的 你这是弄的 你这是你醒了 别说孩子了 回来就好了 这事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妈 我谢谢你 啥意思 儿子 儿子 喝点水 不是 琳达 这孩子好像着凉发烧了呢 我妈妈 不是发烧了吗 大智啊 赶紧的 为小九上医院去 快点 能整动吗 没事 你去给你姐夫打个电话 让她别在山上瞎搞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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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呢 实在不行咱报警行不行啊 对 报警吧 对 报警吧 赶紧报警吧 你说我咋把报警这事给忘了呢 好好好 快快报警 这谁来电话了这是啊 灵那儿啊 什么 孩子找到了 找上了 妈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在卫生所 走进去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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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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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 我知道 吴嫂 我告诉你 你认识 有点轻微的意思啊 发烧不大了 上 家属跟我哥来拿点药了 来 去 去吧 还不是 那里面呢 这能准成吗 要不打120 去城里的大医院吧 别把孩子给耽误了 对对对对 赶紧上城里吧 你弄弄吧 这烫手那烧手 是不是啊 别怕 你别一惊一乍的 姐啊 我看咱家孩子 就是受点惊吓 这发烧 这个点梯打进去 没准一会儿就好了呢 上去医院花那些钱 那不小题大做吗 真有趣 不不不不 你早上不吃多了你啊 你怎么胡说呢你啊 那光打这能行吗 这孩子是受惊吓了我跟你说 那都能吓傻了 就是啊 你说这啥样呢 我就是想在家 给他补补 养养天再说 少赌 补 补那不得需要钱哪 那孩子没有 怎么样 怎么样自己看了吧 这么怕高潮的吗就是 能看一看吗 发烧会博上 看一看的 大哥 大嫂你们放心 这打针吃药的钱 我们拿 光医药费就行了 你看看 看看 孩子他能上学了吗 本来学习就不咋地 现在功课耽误了 这个损是谁给补啊 行了 行了 别抢你了 人家不都说了吗 打针吃药的前人哪 那孩子病得也不重 可是他治好了 就得了呗 啥损失不损失 就在这儿治 不是 不是 那个嫂子 你放心 我们都负责 都负责 肯定把孩子的病治好 但是得等明天 我们去趟城里 卖完豆腐 回来才能看孩子 行吗 行行 不是明天啥意思 那不行 我跟你说 不不不 姐姐姐姐姐 你看 都乡里乡亲的 你不得给人点时间 回去凑钱呢 人家不说了吗 等到城里面 安斗吧去 好吧 行行行行 那走吧 记住说的话啊 好 你在这儿干啥呢 小哥 还疼吗 还疼 不得 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说你以后 能不能小心点啊 怎么总被别人欺负呢 个长得也挺高的 就是太笨 我告诉你 以后谁再欺负你 你就揍他 小哥 老师不让打人 你说你 你不随你妈 也不随你爸 都说谁养笑谁 你笑谁啊 我看你就像个小熊包 爸爸 妈妈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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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这孩子 别动啊 还疼不疼啊 疼 你还知道疼 小熊这回生病了 这回你高兴了吧 你以后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你干啥呀 干啥说孩子呀 没听他说呀 腿还疼呢 没热气消了 咱家肯定谈事了 你明天怎么跟老爸 都交代呀 没事的 走 妈抱你进屋睡觉 妈抱你 你就惯了 爸 老三尿 爸 老三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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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哎呀 等会儿都要三尿 等会儿 等会儿 你拿尿罐去 来吧 老三尿 来 老三尿 你怎么哭啥 没了 你这不折腾我呢 我要喝水 对对 我渴了 我要喝水 你这 我要喝水 我渴了 你这喊 你这上不下吧 这么不明白 你喝这个 怎么 我不喝这个 我要喝那肉的 那肉的那个 我渴了 这做的碗 这个豆腐 豆腐都出锅完了 媳妇 你说那什么碗呀 这碗给它送去 来不来得及啊 昨晚都得送过去 我答应好的事了 哪能失信呢 再说了 咱们家现在 不是等着钱用吗 我走了 行了 我走了 天姐 女儿坐 我看看 我看看 大姑 大姑嬷嬷怎么样了 不烧了 不烧了 那里坐 来来来来 我儿子精神 妈 这脸色也好多了 这回啊咱回家 大姑啊给你包饺子去 现在不能回家呀 咱得等这个杨继桥 把钱送过来呀 再说了 我儿子还得打臣吃药呢 我跟你说姐 这杨继桥啊 一天不把钱拿过来 咱哪 许子儿住了 咱就不回家 我跟你说姐 这杨继桥啊 一天不把钱拿过来 咱哪 去咱儿住了 咱就不回家了 对 你说太对了 这咱要是回家 那杨继桥要是耍赖 不给钱咋办呢 不能回去 对 不 不 我就要回家 不不不 儿子我帮你啊 这会儿就是咱家 等把钱拿出来之后啊 爸还给你进 两箱肉罐都吃 行呀 给我大宝吃肉罐的啊 不买啊 好 大姐 大姐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今天 哎呀我的妈呀 你可算露面了 我可叫你给海蝉了 于于 于 大姐啊 等着啊 我马上就给你卸货 等着啊 马上 我现在就给你卸啊 哎呀 别卸别卸别卸 是 是啊 说好了早餐来给送货的 今天我们就卖了点干豆腐 管理费都没挣出来 你太坑人了你 大姐啊 我真不是存心的 这昨天晚上啊 家里确实出点事 晚上豆腐我就没做出来 今天早上一大早 我是赶了十几里地 着急忙慌的 就给你们送来了 我怕你们俩说 我不讲信誉 那你这出来有啥用啊 你看及时都散了 是啊 我 我知道我知道 那要不然 大姐 你留着明天早晨吧行吗 明天 豆腐留到明天不收了 算了算了 这豆腐留不了了 要不这样 你就把它留下 但是又打个折 打折啊 打折也行 那你看多少钱 七毛钱一块呗 怎么样 七毛钱啊 大姐 你要是七毛钱的话 还不够我抛腿钱呢 算了算了 你不卖拉斗吧 算了我们收摊了 小妹 小姨你好 你咋来了 我拿两个馒头 上午咋那么休的呢 她俩干啥去了 她俩一早起来 就开始做豆腐 忙活来忙活去 做了能有酥板豆腐呢 然后我嫂子就赶车上城里卖豆腐去了 上城里卖去了 这么晚了就卖给谁啊 我听她俩说 好像是上城里哪儿去送货去了 送货 妈呀 她这么说这是干大着了 忙忙活活挣点钱 也不够对小艾给她败货的 这不给你老抱怨的 还给吓坏了吗 我听说在卫生所住着呢 人家就不回来 那是干啥呀 她那孩子不就在柴油堆里 睡了一觉冻感冒了吗 那至于在卫生所住着 就不出来了 想讹谁呀 能不讹谁呢 你那孩子现在是病了 我看杨起乔这回 她还消不消长呢 姐 那不管咋的 那也是咱老前家的事 分不分家 那别是我哥和我嫂子嘛 你咋高兴这样 我咋高兴了 我就看不惯杨起乔的那个样 你没看上我家去呢 你进屋 那小脸刮料一个 她就说好跟那意思 说咱翠翠气味的小艾了 那她那是孩子 我那就不是孩子 我就看不惯她那个样 我一看呢 我就来起一个现在 行了 行了 来自己包饺子了 凉了你要吃我倒是给你热了 你看你 姐吃东西都惦记你 你吃东西不惦记我呀 就这么敬想 你不能给我端一碗去 下回的 下回给你端一碗啊 端一碗啊 对了 白白啊 你那是不是有一袋小米子 我现在你自己也吃不了 那玩意是天长后生虫子 我也要拿回去 给你大外女儿插点虫 行 在关人呢 你自己拿去吧 我给你拿去了 好 包子饺子 面条子 熏肉大饼加长菜啊 要吃点里边酒 包子饺子 大哥 你还记得我吗 昨天我在对面卖豆腐来着 大妹子 你们家那豆腐一块钱一块 对对对 怎么昨天那豆腐还没卖完 卖了 我昨天那两把豆腐啊 卖给那大姐了 今天我又给她做了五把 可是我来晚了 她不要了 我明白了 你那意思是 想把你那没卖出去的五把豆腐 都卖给我是吗 不是 我 我是想卖给你 可不是没卖出去的 真的 老板 要不信你尝尝 我家豆腐是正宗的 杨家豆腐 对 你把那车杀紧了 咋呀 颜色微黄 包相是正宗的卤水豆腐 不光是卤水豆腐 而且做这豆腐还有秘诀呢 还有秘诀 那你说的这秘诀是什么呀 这是秘密 没想到你们瞎见人 现在也是会有忽悠人 我不忽悠你 大哥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这五把豆腐呢 你先拉回饭店 先用着 要是卖了了你给我钱 要是没卖了呢 我 我白送你 听你说这话 倒是挺有底气的啊 行 那我就尝尝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我给你嫁嫁去 真的 咱们一言为定 好 那咱就信货吧 信货 信货 你车赶进来吧 好 来 喝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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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你 喝啥了 喝啥了 看看 来 来 来 小艾 爸爸 你放学了 为什么不早点回家 你说你放学 不早点回家 你玩什么呢在路上 爸爸 我在踢路边的小石头呢 踢石头不是玩啊 以后大人说话 能不能不降嘴啊 走吧 你放手 怎么起车呢你 吓到了吧 一会儿你小心点 听见没有 走吧 别跑 别跑 慢点走 在哪儿呢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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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儿 饿了吧 待会儿就做饭啊 还不饿呢 这儿 宝珍 优优独播剧场—— tumor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 妈妈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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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放学了 妈妈 今天是爸爸觉得我 爸爸还抱我了 真的 撒谎的孩子被狼齿啊 不信你们爸爸 回来了 妈 那个 孩子说是你接他回来的 对 我把他接回来的 妈 咋了 没咋呢 看孩子乐够呛 我问这五百的我都卖了 不是卖了 是我把他交到一个饭店里 他们说试试看 啥要试试看呢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慢慢跟你说吧 先做饭嘛 都饿了 先回整饭去 真的 妈妈 我没撒谎 真的 妈妈相信你了 高兴呢 抱抱 妈妈 妈妈一抱 真沉啊 吃饭了啊 咱俩酒香不香 慢点吃啊 姐呀 咱俩孩子还没好利索呢 吃这么油腻的 能消化吗 你这孩子累吃 现在多吃点呗 慢点啊 那个啥 咋的了酒啊 不不不 怎么了 孩子 你这 怎么了 我弄得上 不是肚子还胀了呢 姐呀 他有这种毛病 一吃多了就央食 就这样事了 快躺下妈给揉揉揉 不是这吃多了 他还不知道呢 这不是傻子吗 不让你吃不让你吃 我跟你说姐 傻了 你是让央食要给瞎傻的 那可不是 我 姐姐姐姐 文叔 这事啊 不能这么简单就过去了 你知道 这不欺负他老抱歉人吗 我和你姐 不再让这个杨气丑啊 赔这个医药费 还得赔这个精神损失费呀 还有补品费 对对对 还有这补品费 对对对 你睡不久 不是这么晚了啊 他还没来 是不是躲起来了 躲 躲了今天 他还能躲到明天呢 我跟你说 他今晚要是不来 我明天一早就撵他家去 我看他还说啥 姐 他不是说到城里埋头去了吗 是不是 这回呀他也有钱了 咱那个 这所有的账啊 都应该清一清了 新账老账啊 咱得一块儿算 哎呀 你看看 这个桥建的桥 到底是几点啊 那重写 好好写啊 好 晓伯 听你刚才说话的意思 咱这五把豆腐 这白送是饭店了 啥叫白送啊 我就是放到那儿 让人先卖着 卖出去之后啊 他再给咱们钱 这卖不了呢 那豆腐不白瞎了 哪儿是叫你做生意的 那做生意不就得这样啊 我还能把那五把豆腐拉回来 那叫五把 拉回来不坏了 再说了 做买买的哪儿有不冒险的呀 你看老包姐 现在还催着咱们还账呢 着急用钱嘛 替老包姐 替老包姐生气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别去找那孩子 现在好了吗 给那孩子下病了吗 心急打扔人吃药的 这不你看着吗 肯定讹打门 天天啊 我是那天真没看见那孩子 那谁知道他们家孩子 就能下出病了呀 我说媳妇啊 咱就踏踏实实过日了 能忍就忍一忍 是不是 多说一句少说去能咋呗 你现在长这么多事呢 多不好 现在影响 爸爸 签字 爸爸 爸妈给你签字 你这人真行啊 孩子叫你你没听见呀 你这人真行啊 孩子叫你你没听见呀 你这人真行啊 孩子叫你你没听见呀 都不下面条了 你和你 真是你心情不好啊 我告诉你啊 这要是大人的事 咱的都行 我怎么忍都行 孩子的事 谁欺负我姑娘都不行 我就是不忍 现在好了 你不忍是吧 我不是以为 你把这豆腐卖了 我拿点钱回来 给那孩子买点东西 这要行喽 豆腐也搭水飘了 钱也没了 现在啥也买不了了 我要不给他买点东西 要不就给他二百块钱呗 行了你啊 别跟着瞎操心了 交给我还不行啊 等城里那大老板 把咱们豆腐买了 那手里不就有钱了吗 一听就做梦去吧 这种做梦了 一个无奸不少的一个个子 还等着给你送钱回来啊 你没死你了 你说 你等着吧 我看你能等到啥时候去 行了 谁先掌握日子 正当交学费 以后啊 咋着踏着在家里过日子 这做豆腐在家里卖得了 那还没去了 好啊 以后都听你的还不信啊 你也真假的 你妈呀 她也从西边出来了 今后我多吃点 姑娘 来 慢点吃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你扫你的 你别了 你好 我的宝贵女啊 咋的 给她拿电话想的了 你还想回来 你老子的话你从来都不听 行了行了行了 回不回不不管了 爹 老林儿回来啊 姑娘儿子 一个让我省心的 二姐你不是说进城啊 我进啥城啊 我得上村里去看看去 你不是上村里干啥呀 你不是上村里干啥呀 你不是要城里打散散的 鲍鱼塘的事吗 我得傻儿子啊 都傻时候了 你还有鲍鱼塘呢 那满棍和村长都打起来了 他们两天打仗 跟咱家鲍鱼塘有啥关系 儿子 那鲍鱼塘那是自个家 能干的事吗 瞅现在的行刑啊 我也不能再拉满棍一起干了 实在不行的 我就去找潘泛满的弟弟 潘风收 虽然不是一个村的 干起来事的不是那么方便 可那小子脑袋活跃 有见识 爹啊 我早觉着自到我妈没了以后 你就一直盯着 那姓潘的往复呢 你说啥话呢 说啥话呢 还有那个什么潘风收啊 你别跟他合作 春桃最搁养他了 我的儿子 现在呀 最主要得是挣钱 有了钱啥洗都取不到啊 不就是一个前春桃吗 你放心儿子啊 爹啊 一定帮你把他取到家啊 早点吃 吃完了把他拾倒下去啊 傻眼 这盘真买了 这个 你看 快快我给你拧下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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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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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杨继强 你什么意思啊 孩子给你吓成那样 你咋没动静了呢 谁说没动静了 我这不干着活呢嘛 就差这点了 想着干完了 就把钱给你送过去 谁知道你来了 送过去 我要是不来呀 你还猫在家里呢 行了 你也别猫哭耗子假自卑了 你自己过去看看吧 看看把我们孩子 吓成啥样的 他昨天晚上回来 孩子造的一身稻草 埋了不胎的 跟个小叫花子似的 赶紧给孩子看病吧 就这点钱 打发要饭的呢 二百块钱还不够啊 我也不跟你要弯子 你说吧 能赔多少 你想要多少啊 这什么叫我想要多少啊 你把孩子吓成那样 脑子就吓傻了 这是一辈子的事 我跟你说 我们的孩子 可是考大学的料 这要钱 股钱 再加上精神损失费 咋不得两千呢 两千 还有 你们家欠我们的一千多 加起来呀 凑个整个儿三千 少一分都不行 你听我说 我跟你说啊 嫂子 仙儿 我觉得你家小九啊 就是感冒发烧的 是不是 你说你家要这么多钱 你这分别在讹我吗呢 你听我说行吗 他这样 去找主任去 主任咋说 我们咋认 真有意思 上哪儿我都不怕你 我们家在里儿 走 上村去去 走 快点 快点 咋的啊 不服啊 还我凭啥服你呀 你算老几呀 有能的你把春桃取家去 我要真把春桃取家去了 你小子还不活了 就怕你没那能的 人家春桃现在天天吃 周大勇送的饺子吃的 那才香呢 大勇 等等 大勇给春桃送饺子了 啥时候 当然是晚上了 周大勇天天晚上 春桃这儿找春桃去 那家那俩这儿烙子 可好了 出来烙啥烙 烙啥烙 烙啥我上哪儿听去 黑灯下火 反正俩是痛痛苦苦 又说有笑的 烙得挺热乎 我说大致啊 你说你小小精神团 你使不得挣地方 你老盯着我干啥 你盯着周大勇去啊 你别看那小平时 念马不知声 更故隆啊 他肯定憋一度坏水 等着跟你交劲呢 跟我斗 定滑滑滑 还能 主任 我现在确实只能拿出 这两百块钱来 大家伙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啊 把我们孩子下成那样 就拿出这点钱 真有意思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 你欠了那么值钱呢 嫂子 这小九有病我也没说不管 是吧 我管 可你也不能一下 要两千块钱呀 我哪能拿出那么多呀 我就是去抢 我也抢不来呀 你是抢 你是怎么的 我不管 反正我们孩子的损失 你必须包赔 那要照这么说的话 小九还把我姑娘打坏了呢 那是不是我也应该要赔偿啊 还倒打一耙了是不是 你姑娘打坏了 咋还活蹦乱跳的 在外呢又喊又叫的呢 再去看看我们家小九 大家伙都看见了吧 那在卫生所 都被你给吓傻了 行了行了 现在也不是研究 赔偿的时候啊 现在主要是 要把孩子的病治好 小九病了 小爱伤的也不轻 那这样 齐晓啊 你把这点医药费 就交了算了 不行 吓人不能白下 欺负到我头上 门都没有 行了 你少说几句不行吗 就这么定了 那这钱不是给你了吗 拿这钱去抓药去吧 剩下的以后再说 不是这点钱 还抓药 连床费都不够付 那个 德仁 是这么个情况 这我家不刚分家了吗 加这点钱了 给我打紧了 我实在是拿不出来啊 这 要不然这样行不行 嫂子 你先替我垫上 凭啥 你先替我垫上 将来我有钱了 我还你还不行吗 就是咱们垫了 咱们替人家垫下了 西乔啊 你们先回去吧 剩下的事我解决 那主任给你添麻烦了 回去吧 回去吧 走吧 帮回去吧 好 好 大家伙 有没有这么干的 你火你 哪有这么犯事的 凭啥店呢 太热闹不犯事的 是不是 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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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见 大家伙的眼光是雪亮的 就这么犯吧 他就是太欺负人了 欺负人了 欺负人 欺负人 谁啊 什么眼下豆腐啊 你等会儿 等会儿 等你们 我是啊 我是啊 真的 行 我这就过去 等会儿 咱家豆腐妈也出去了 真假的 出去 快点 快点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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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桃 牛大志 你们家太欺负人了 你娘刚走你就到 你们到底想干啥 春桃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你有啥资格问我 忘了你咋答应我的呢 你妈不还是到你家来闹了 我真不知道我妈上这儿来闹 而且这两天事太多 我没腾出空来跟他们谈哪 那你就先回去找你娘 啥时候跟你娘谈好了 你再来找我 春桃 我肯定跟我娘谈去 但是我想弄明白一件事 周大勇是不是来给你送饺子了 而且这两天 你俩天天搁一块儿 有说有笑的 还说消消话 你跟踪我 那就是有这回事呗 我就说嘛 大勇怎么会那么卖力地 帮我们家找消久 还神神秘秘的 鬼鬼祟祟 我知道了 他就是作贼心虚 他想安地里讨好你 牛大志 是 我跟你啥关系啊 你凭啥质问我呀 对 我就是喜欢大勇 以后你别在我身上 费心思了 咱俩家的恩怨 这辈子都解不了了 村里那块地 我也不包了 我进城和大勇打工去 我进城和大勇打工去 马贵 这刹马呀 回家 马贵 什么事 找你呢 啥事啊 那个 走 到我姐家聊聊去 走 别别别 啥事在这儿说吧 七角进城了 都赶紧回家呢 七角进城了 豆腐不卖了 卖 城里的饭店要我们家豆腐 七角结账去了 那挺好的 那什么那个 你给我打电话说 你们村的鱼塘被别人包了 被谁包了 能不能跟他谈谈 咱们一起合伙干的 这个事吧 反正咱跟他商商了呢 是不是啊 我过去找我看看 好 不是 这不过来了吗 崔叔 崔叔 你玩了啊 这是崔叔 崔叔 风叔 从你姐那边论的 咱们都是一辈人 你就别叫我崔叔了 你叫我崔大哥 跟另个叫 跟另个叫是吧 对对对 这这么个事 这包鱼塘的事呢 他也跟咱一起干 该怎么弄这事 好啊 这人都好干活啊 这还不好吗 那行 那回去上家聊聊这事吧 走走走走 走 喝水 谢谢啊 老板 我真没想到 你把我们家豆腐 全都给卖光了 你们家的豆腐吃起来 是柔软爽滑 还有饺头 味道啊特别地正宗 不愧是老自豪啊 纯手工的杨家豆腐 我们饭店呢 以后就用它做招牌了 咱俩以后要长期合作啊 那太好了 老板 你要是长期订货的话 那我就长期给你送货了以后 没问题啊 这是这次的豆腐钱 你数数 老板 那个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点事 说说 就是现在这市场行情 我才了解 你看对面那个豆腐 都是两块钱一勤 还有两块三的 我这豆腐才一块钱 按之论价吧 你看你能不能 给我长五毛钱呀 几天不见 你也学会市场经济了 不是不是 我就觉得吧 你看我跟他们比 他们是两块多 我才一块钱 我要求你给我长五毛钱 这不过分吧 长五毛钱 还行吗 行五毛就五毛 你们乡下人呢 做点小生意也不容易 以后啊 咱俩要互相成全好不好 好 以后就一块五了 那太好了 谢谢老板 以后啊 你啥时候想订货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接到电话 就给你送过来啊 这啥时候啊 从明年开始啊 你每天给我送五碗豆腐 只要你能够上货 我这边 那鱼两不过 那我也是啊 你就是半夜 给我打电话 我半夜起来 就给你做豆腐 好 那我谢谢老板了 好 这个 大姐叔 我觉得咱们现在啊 最重要的研究一下啥呢 这市场的销售问题 你说像风筹 刚才说的那样 行不行 但有一件事呢 这挺重要的 这个前期的一个 起头资金 我这边拿不出来 万贯 大姐叔 我觉得是这样 市场销售没有问题 但是启动资金 除了要用实体做抵押以外 还需要申办一些手续 办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 风筹 我跟你说啊 我有一个老朋友啊 他有个侄子 专门帮人信贷 是吧 我没事我去找他 这一事他肯定能办 太好了 那太好了 那就这么定 不是 不是 您俩也搞销售 也搞心态的 我觉得我是不是 要多余了呀 满贯你不能这么说啊 多一个人多分力量 你一点不多余 对不大姐叔 对是 满贯我跟你说 你已经出力就行 说咱也几个一起挣呗 哪儿 那行 那就这么定了 不 明天早上 我把我家那个土地证 给你送过来 好吧 行 你看 这个 我们家的土地证 他欺巧那儿呢 他就说 觉得这事没成之前呢 千万不能让我媳妇知道 要不然准干不了 满贯啊 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 你啥时候 能自个儿当回家 说的算呢 我跟你说啊 男人你得干点啥 你这不干啥 你成前你一家媳妇 踩在脚底一辈子 这不得行人是吧 你不用那么句话嘛 叫什么 叫自强不习义嘛你 是不是 那我们俩情况 有点特殊 姑娘 来 妈妈 妈妈今天来晚了 快来来 上车 来 上车 坐好 你还拿一根筷子干什么 这么笨哪 往前点 坐好了啊 姑娘 今天有人欺负你吗 没有 那你今天在学校表现好吗 好 那就好 妈妈今天表现也挺好的 妈妈今天表现也挺好的 妈妈赚到钱了 一会儿妈给你买个新书包 好不好 妈妈 你别给我买书包了 小九都两天没来上学了 他们说 你把小九给吓傻了 咱们要是不给他治病 咱们就是土匪 谁说的呀 妈妈一会儿把你送家去之后 就去看小九 妈妈啥时候说不给他看病了 我妈这是干啥去了 我要吃饭去 你这什么 你妈给你打死你去了 我怎么也打死你去了 快点快点 你怎么也打死你了 别着急 妈给洗洗手的 那小脏爪咋吃啊 洗完手要不然吃完 那什么坏肚子嘛 那手脏的 来 我大儿子 就是嘴唧 你想吃啥呀 我要吃那水果罐头 吃水果的啊 快点起来的 别 别整上完了 快点 别擦她脸 先闭擦 先闭擦脸 要扬起小炕啊 你能瘦啥样呢 水果的啊 这水果的 来吧 妈喂你 甜甜 你给这儿子 等会儿我自己来吧 慢点吃着去 哎呀 大儿子 头还疼不 干啥呀 你看吃东西嘴这撞 要不咱明天上学去吧 老这么耽误也不行 上什么学上学啊 我告诉你 杨奇巧啊 一天不把钱拿过来 咱一天都不能上学了 咱俩是耗着 我看到他能闻得啥时候 对 爸 你这英明 妈 你得听他的啊 你看我儿子 真的 熊样子 一不让你上学还来词呢 还你爸英明 你就这点出息啊你 我饿 我要吃饭 妈 你给我回家做饭吃 儿子 你这口还没料 就想下口了 你看你这小嘴 看你这嘴巴 我饿吗 怎么呢 我还得爹没口 去 给我回家做饭吃 这饭能当饭吃啊 那孩子饿了 我跟你说 一会儿整点肉吃去没 那 捕上肉行不行啊 再把这给我 杨奇巧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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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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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我要吃饭 得得一会儿的吃 我再吃饭 我快躺着 要不然你得上学 快快 快快躺着 快躺着 包大哥 嫂子 我来看看孩子 从昨天晚上啊 到现在啊 一直就这样 不吃不喝的 也不说话 连我这个爸呀 他也不认识 是吗 小九儿 小九儿 那个 嫂子 大哥 要不行的话 咱们带孩子去医院吧 到医院咱们好好看看 别把孩子给耽误了 不 我不上医院 我不打针 我儿子 快走 不 我不上医院 我不打针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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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反病了 不 我不上医院 先躺一躺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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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肉 快走 我要吃肉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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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着说胡话 你这翻面又翻面了 那啥 大哥 不行的话把孩子 赶紧带他回去了 这大热天五个后背 别真捂出啥病了 回去好好吃顿饱饭 多吃点肉 明天要我上学 别因为一点钱 把孩子血给耽误了 不是 杨夕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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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你这是 你那意思啊 我儿子是没病装病呗 包大哥 你儿子有没有病 你心里不清楚吗 这么点儿的孩子 哪能会装病啊 这两百多块钱 是我今天卖豆腐挣的 去了吃药打真的 剩钱就给孩子买吃的吧 村里不是已经 判完咱们两家的事了吗 孩子病好了 到学校给我姑娘 赔礼道个歉 因为是你儿子 先打的我姑娘 我们不要赔偿 给个说法就行 不是 杨夕晓 别别别 来 不是 杨夕晓 你什么意思你啊 就这么点钱就算完事了 你说这不是受赖吗 这不是啊 别喊了 胡家给你伤了 少年跟着喊啥呀 不是 伤 我告诉你杨夕晓 不是 让我儿子 给你姑娘陪你道歉 你做梦去吧你 什么东西这是 是 媳妇 我刚才听你说话的意思 你花几百块钱 把这事摆平了 对呀 我跟他们说了 就这些钱呀 他们这几天打针吃药 肯定够了 剩下的钱呢 就给孩子买点吃的 我这么办行不行啊 也行 不过话说回来了 那小九毕竟是 老包就的命根子呀 你说呢 那小艾还是我命根子呢 他打小艾就不行 等过两天小九好了 我还得让他给我姑娘 赔礼道歉呢 你这个人哪 胆都挺好的 就是谁要逗你姑娘一下 就得拼拼着啊 行了 您别得理不要人了啊 差不多就行了 好 那当然了 我姑娘就是我命根子 是不姑娘 是 今天作业多吗 今天作业不多 今天作业不多 这个生字十一课 还差两篇就写完了 还有数学作业 慢慢写啊 秀儿 那你还别说呀 我发现这县城的 这买卖是好做啊 这屋本豆腐 这么快就卖出去了 所以呀 以后啊 村里的事儿 咱不跟着查啊 咱俩就想着怎么挣钱 我来 我来 这啥事儿也不能在屋鼠呀 来来来来 请 看见没有 这就是杨夕晓啊 给他钱 给他点这么的医药费 除了打针吃药的 啥也不挣 他就这么说的啊 给这点钱就拉倒了 拉倒了 怎么可能拉倒呢 人家还有讨说法呢 他说是他们家小爱啊 先收得上 先挂的策 得让他们家小九啊 就给他赔礼道歉呢 不是啥 咱小九都变成那样了 都住院了 给他赔礼道歉 我说杨夕晓 你冒着啥了咋的 可不知道咋的 这不是当鼻子上脸吗 这不欺负人吗 这不是 行 我等他找事儿门来 我看他能把孩子怎么样 行 我等着他找事儿门来 我看他能把咱孩子怎么样 你 姐姐 姐啊 咱得让他赔精神损失费呀 你想要 那钱在人家兜里 他能给呀 你说要就要 那 那咋整个 那 那咱家孩子 就让他百吓唬呀 我先让他仰本几天 等会儿我肯定找机会 把他找回来 找回来 那 咋找回来 我说你咋就这至少啊 有才呢 我看整个让他蠢猜 行了 我说赶紧咱俩去医院哪 把小九接出来 咱让孩子上学 这钱没讹着 客的耽误了 那咱不吃大会了吧 咱 我说你俩备手 和那倒过啥呢 我俩都说啥 这不说嘛 得把孩子接出来 孩子得上学了 这就对了嘛 孩子好了 就给接回来吧 那么过几天要考试了嘛 再耽误连课程都跟不上了 肯定是跟不上了我跟你说 咱那孩子 就毁在杨基乔手里了 那不啥呢 彻底给毁了 说那些没用的干啥 赶紧把孩子接回来吧 好 吃得 走 咱俩不回家啊 不死了 我不想回家 我不上学 我的病还没好呢 听话宝贝 听话啊 孩子 不开心啊 不开心啊 儿子你从小姐点出去 还不上学 不上学 都耽误多少课了 行了 孩子病刚好 我问你这么当妈的 我说话呢 快快 他呀 他就是在两天在医院 好吃好喝给他灌的 你不上学能行吗 你都拉多少课了 走跟妈回家啊 你别玩我 你不是我妈 不是 不是 这孩子 你怎么说话呢 她怎么能不是你妈呢 她是你亲妈 瞅你们两个挺大人 连个孩子都不会哄 好了小姐啊 挺好 大姑子 好好吃吧 咱走 行行行行 大姑子你做好吃的去啊 走走走 来 媳妇儿 求你怎么了 别别别别 回去我说的 回去我说的 别别别 回家我慢慢说的啊 回去我说 你你你咋咋 动了动了还动了 你来请问你那儿 姐 干什么 你来啦 来 给我吧 你进屋吧 我来就行了 行 你还没吃饭呢吧 我给你弄点饭去 没事 一会儿一起吃 行 大友 你也进屋吧 满棍 你把包给我拿出来 嗯 满棍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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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包给 妈 要跟一块儿去吧 不用 就到镇上去送这几把豆腐 还有你陪我去呀 好 待会儿想着 给小艾做口饭吃 行 我知道了 妈 我想跟你一起去送豆腐 小孩子 那么没出息啊 跟妈送豆腐 在家好好写作业 我昨天都把作业写完了 你就让我去吧 媳妇你带孩子去吧 带她玩会儿 作业都写完了 好 带她玩会儿去 带她去玩去吧 走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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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这儿 给妈拿鞭子 你把住了啊 别拽了 慢点赶啊 好嘞 这儿 走啊 走 这儿 这儿 把住了啊 小艾把住了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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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 这儿 我这儿 这儿 好 豆腐 正宗的杨家豆腐 豆腐 正宗的杨家豆腐 你别喊了 姑娘 咱们家豆腐 是给一家饭店专门订做的 你真把人喊出来买咱们豆腐 那咋办呢 你俩先一会儿吧 大油 天 瞅你这汗 给大油 冯州啊 你真要乘毛咱村鱼塘啊 我准备和那个大嘴叔啊 合伙一起干 崔大嘴 那还有谁啊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我还真不知道他找的人 那能挣钱吗 应该没问题 咋说呢啊 你们那个村啊 谁好适合高粮值 那 那得投多少钱呢 这万一赔了可咋整呢 姐 我觉得做事啊 就不能畏首畏尾的 要不然你说这辈子 啥事也干不成了你啊 是不是啊 人这辈子能平平安安过一辈子 那比啥都强 大油 大油 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大油 这大刺脚你能有啥事啊 我 我也不知道啊 妈 走 没事儿啊 杨家豆腐口味好 谁吃谁高相 谁买谁自然甜的啊 快点了 快点儿 好 大油要几块 到了 姑娘 看看就那家 杨家豆腐 这 杨家豆腐 好嘞 真是杜家豆腐 好棒啊 大哥 大妹了 你可来了 你这样晚来一会儿 我正好断货了都 大哥 你这门口怎么挂上 杨家豆腐的牌子了 我卖你的豆腐 我当然要挂你的招牌了 这只是一种宣传手段 手段 我不懂 这个你就不用懂 你只要把货给我供上就行 我跟你说啊 从明年开始啊 你一天再给我加五百 一天十百 一天十百 啥 十百 这十百还不见得 这量就够我卖的呢 你这一天 能卖那么多豆腐啊 我载时先订十百 货到不管 怎么样 没问题吧 不不 当然没问题 那这没问题了 那太好了 那咱们就卸货 好 赶紧把这个拉进来吧 姑娘 爹 哥 你怎么抬一来 我都抬着睡死了 行了行了 这不来了嘛 我刚跟爹把鸡下锅 没看到点了 马上就往这儿跑嘛 咋的还杀鸡了 林儿啊 你别看爹平时骂你 其实啊心里老惦记 你呢 一听说你要回来 这咋就一上午杀鸡宰鸽的 给他忙坏了都 等会儿等会儿 我看看我看看 这咋这身穿的 带劲呢我这一看呢 刚才我都没人来试你 我还行呢 这咋哪儿了 一个电影明星 咋把咱出来体验生活来了呢 哥 这那么好看啊 好看 那你点说说啊 我这儿哪儿好看 哪儿打人了 从头到脚都好看 闪闪发光的 都给你哥晃着了 哥 哥 牛大志呢 他知不知道我今儿回来呀 牛大志啊 你就别心思了 他现在追春桃 都追风雅子 哪儿还有心思 管你回不回来呀 追春桃 那两年他俩家打成那样 他咋能追春桃呢 可说是呢 但那牛大志如今就一根筋 就盯上春桃了 妹儿啊 要我说呀 你也别心思了 咱可别剃头挑的一头热 空穴开屏 自作夺情啊 你看你这孩子 你听哥跟你说 牛大志 有啥话你就说吧 我就想知道知道 你跟周老到底咋回事 啥咋回事啊 少跟我装算 自己做啥事自己不知道啊 那你知道你就说呗 你别以为我看不明白 你那点小心眼儿 表面黏了吧唧地 给我装老实人啊 背地离给我下黑手 周大勇 你挺阴的 大志 我不知道你说啥意思 那你咋知道 给春桃送饺子先殷勤呢 我就说啊 你还想把春桃给我 拐到城里头去打工 你竹一算盘打得不错呀 你要真能把春桃取家去 我就佩服你小子 回来 你到底要干啥呀 干啥 周大勇 你不有本事吗 我今天就看看你本事 到底有多大 走 咱俩上野炮子边上去 你今天要能打赢我 我就服你 我让你当老大 咋样 我不想当老大 我也不想跟你打架 你让我回家吧啊 真是个闹钟 牛大志 你说谁是闹钟 谁不敢跟我去 谁就是闹钟 我就说谁 走 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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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 走 铁儿 铁儿 他俩好像打起来了啊 老师啊 你快去看看 咱俩开什么呢 你自己拿这个 快去看看去啊 你也没干好 我有事出事真动手啊 我跟你玩呢 我那别仗着你别出事 欺负人啊 你让我加点油 你站着 小子 你是不是个爷们儿 你小子还挺有我呢啊 你是不是个爷们儿 起来 来 打 起来啊 就你这套后的 还要带顺岛出去资奔家 你是不是个爷们儿你啊 停下来 停下来 你爽祸 袁大枝 周大勇 你下黑手 你下黑手 走 凤叔啊 你说 那大刺找大勇 到底能有啥事啊 咋这么半天也不回来呀 姐啊 那个大智 是你们主任家的儿子吧 是啊 我咋瞅得连啥不对呢 可不咋的 他找大勇呢 有什么事啊 凤叔 去门口看看 看他俩说啥呢 好 姐啊 门口没人呢 没人 那 那大勇干啥去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大智跟大勇打起来了 凤叔啊 我没听错吧 咋说大智和大勇打起来了 不好 肯定是打起来 快走快走 那 这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大勇 我要吃肉饭了 喝 那得去找你爸去 你爸店里有 大勇啊 给你去拿去啊 我要吃鱼罐头 鸡大腿 你刚吃完饭能吃进去吗 人家饿了吗 不是 你这 不是你上位子 是饿死鬼头生咋的啊 又长个吃的心样 要得起孩子 就养得起孩子 你说那些没用的干啥 赶紧领他去买吧 想吃啥就吃啥 主任 主任 大智你看见了吗 我这咋大半天 都没看见他呢 他一个大小伙子 你管他干啥呀 咱村就这么屁大点地儿吧 他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呗 主任 主任哪 主任 那个快去看看你吧 李夏大智 让主打勇给打了 打过枪的 啥 在哪儿啊 这这这这给我给我走 给我走 主任你先进屋上 你这边打呀 不是不是看我 谁叫他打主任 在哪儿呢 在哪儿 别打呀 拿起来 拿起来 拿起来吧 他也在拿起来 快笨了去看看去吧 来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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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事干吗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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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啊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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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友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你跟人家动什么手啊你 到底咋回事啊 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呢 多大点事啊 都是相理相亲的 有这话不能好好说吗 你们幼稚同学 谁在兜的手 说 说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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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团了 团团了 团团 来 那个谁 大勇跟大志 好像打起来了 那有啥呀 好像因为春桃 不敢春桃 有春桃都跑了 慢点 姑娘 那个进屋先写作业 别吃小食品 别忘了洗手 妈妈 你要干吗去啊 我给你爸去看看你小姑姑 快 你们早点回啊 行了 走了 走了 等会儿 姑娘 我包拿回去 手包放好了啊 早点回来 你们俩还瞅什么瞅 你快回来 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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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了谁欺负你了 怎么了 行了 行了 现在都讲究和谐 咱们能说动手就动手呢 你们谁先动手 说 要是不说 我你们俩一块发 大志你个完蛋玩儿啊 你头都让人打出血来了 你有啥话不能说呀 你怕啥呀 我才不怕他呢 大勇 有本事你别带着他私奔哪 你把春桃取家去 不是 怎么回事 你们俩打架为了乾春桃 大勇 你虎啊你啊 大勇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你还要跟人家私奔你 你想气死我啊你 你气死我啊 你拉这儿 你把话说清楚 谁要私奔了 你无凭无据的 你少在会儿造谣 我造谣 你问大勇 让他自己说 大勇 你倒是说话呀你 妈 他来找的我 然后他就把我拉这块来 他开始一个劲打我 我一骑我就推他一下 然后他就摔那儿磕着了 你说怨我吗 现在说的不是打架 是私奔 谁要私奔了 那不懂你说的吗 那个牛大志 我觉得即便是私奔 也是他俩的事 跟你也扯不上关系 你怎么能上门 找大勇打架呢 你怎么说话呢啊 你们俩人还有理了 我跟你说 那乾春桃够三大四的 要赖你也得赖他们 有什么事啊 找他们老乾春说去 喂 你说啥玩啊 再说一个 姐 没你没事 你说谁呢 谁够三大四的了 我们老乾春咋的了 有啥事怕你问呢 我告诉你 我就算够三大四 这辈子也不可能 够到你们老牛家 听听 听见没有大志 你清醒 清醒吧 别耍了吧唧的了 春桃 原来你一直都在耍我 你一直都没打我 当回事 我耍你啥了 我凭啥要把你当回事啊 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 牛大志 你有点事 你冲我前春桃来 你少去找人周大勇家 春桃 前春桃 你眼光真是一流啊 我告诉你 周大勇他就是个窝囊废 牛大志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的 我怎么说话 我就这么说话 你以为你是个啥玩意儿啊 谁还不知道 你跟老前天有一腿啊 咱村儿谁会让那儿惑事 你 站住 说啥呢你啊 不是 你看看你儿子 说啥呢这是 行啊行啊都别讲解了 年轻人打仗 不能有啥说啥 就这师女咧咧出来 也别往基里去 都散了吧 不是 散了 我儿子都白打了 全全白打 不就喝点瓶吧 回家去 走走走走走 你说那大勇 咋就不让他娘省点心呢 越大越不明白事儿呢 你这 爹 这玩意儿真看不出来啊 吐个急了真是咬人哪 你说那小子 平时粘巴粘巴的 这动起手的一点也不含糊 那大志好像都没干过他 所以说呀 他们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咱就别跟他掺掺掺了 那钱春桃 除了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还有啥呀 那就行呗 爹 我还真就冲着那漂亮脸那儿去的 爹 你就说咱老翠姐这俩男子 都长得啥样了 又个长都跟那麻土豆似的 你咋跟你爹说话了你 不是 我不行呢 从我这边开始 咱就得改良下一代了 那你不能说 你爹长得像麻土豆似的你 你再说了 那漂亮的丫头有的是 你肥丁春桃不放啊 你说牛大日的不是大勇的对手 那你能整过他吗 牛大日咋的 那牛大日是个啥 我跟你说爹 就他俩绑一块儿 那智商夹起来 上成腰都不赶我一半 你儿子就是不乐意出手 一旦出手 他俩指定两败俱伤 儿子啊 你就出于衣吧你啊 牛大志 你说你为了前春桃至于吗 就他那样的缠上谁谁倒霉 他只适合找大勇 我自己的事我心里明白 你先回家吧 不用管我 牛大志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从城里回来呀 要不是因为你 我干吗要从城里回来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 我 我咋对你了 赤晓菱 我今天心里闹心 你赶紧回家 咱俩明天再说 行吗 牛大志 你看 你隔天喝水呢 给我倒一杯呀你 我这宝贵女啊 你说一回来就抓不着你眼 那鸡都给我得蹲着呢 就盛出来吃吧 不吃了没胃口 没胃口 你妈呀 用啥呀 因为牛大志呗 咋了俩 上火了啊 上火 上啥火呀 爹 你别问我 咱们咱们 这个仇啊 哥一定给你报 不是 不是 报仇 不是 跟谁 跟谁有仇啊 你问问问 我跟您有仇行不行 你千万万万的 怎么那么烦哪 闺女 你说倔子哄的 你说随谁啊你说 真是女大不可留啊 流来流去 流成仇 知道了啊 你听哥说的 我不听 咱家脸都快被别人说没了 咱过咋的日子 别人说说去吧 你不在乎我还在乎呢 这些全都是因为你 娶了个好媳妇 害得我在村里 被人家支持点点 说三道四的 都抬不起头了 要不是因为你们 大友能这样对我吗 咱家和老牛家 能结了这辈子 都解不开的结吗 那倒是过去的事呢 问题是 你和那大友 根本就不般配你俩 般不般配 那是我的事 大友憨厚老实 他比任何人都可靠 可是大友他撑不起一个家来 光撑起家有啥用啊 你倒是能撑起家 你看看咱家 现在变成傻样了 娘没了 家也分了 村里人下 瞅怪物似的丑咱们 咱家都快被兔们淹死了 找你 这么多年了 我还不了解他 是啥人哪 习惯了 你啥 你敢立车泄了吧 没错啊 不是 没事 没事 你腦不疼吗 不是 你怎么这么老实呢 硬挺着让他们打呀 你没长手啊 不会打他们 打 打 打 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这不越打越来劲吗 早就乱套了 你没看他们两家 何起伙来欺负咱们呢 还有那个攀风收 你就说他那德行 一个外村的第二家 怕他们来说话来了 让我儿子 两句话给他噎回去了 给那两句话老赶劲的 总算呢 除了可我心头恶计 我说你啊 越说越来劲了 那孩子都是你教唆的 当妈的不把孩子 往正道上的样子 你看他样子 样子咋了 你越学越像你了 像我咋的 我跟你说 我要是不是看在你 这村主任的面上 我让他老攀家呀 吃不了兜着走 你说他打两下人能怎么样 他骂你闹肿窝能废 那不就是多说一句话 少说一句话的事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在外面遇见事啊 能忍则忍 你说那老刘家 咱惹得起人家吗 人家咳嗽一声 咱都得哆嗽呀 你说你怎么就怎么不懂事啊 他来找的我 我没想跟他打架呀 你说找我来了 说一堆 后来就把我拉那野 抛到边上去了 他一个劲打我 我没还手 后来我就本能反应 我推他一下 我哪知道啊 平时撞得跟头牛似的 还倒了 你还这样说呀你说你 他打你你就跑呗 为啥不能还手呢 咱娘俩这辈子 就得这么忍气吞声地活着呗 这就是咱的命呀 这就是咱的命 就是我的命 从小到大 我就一直被人惨着 我被人欺负着 那时候我 我 我不吱声 我装窩呢 我是 我不想惹你生气 我不想再给咱家添麻烦了 可是现在儿子长大了 我也是个男人 我也做老爷们儿啊 我得挺着腰杆了做人哪 咋就不能还手了 快去那死 Constitution 即使 哥 干啥呀 这干啥呢 砸了天上掉馅饼了 没有 我就看这天吧 就好像要打雷似的呢 打雷 干啥呢 这大晴天要打啥雷呀 晴天霹雳嘛 你不懂 晴天霹雳呢 哎呀妈呀 啥晴天霹雳不吸力的 赶紧来爹叫你去吃饭 饿气吃 行 我就 赶紧来 我这个去啊 媳妇 春桃这孩子吧 说话是有口不心的 别再往心里去 那还有你说呀 多少年了 我还不了解他呀 没事吧 能理解就好啊 不过今天这场面 这就愈吵愈乱了 你要是这孩子真醒啊 啥都敢说 也不能盼不住 能不能接受得了 可嘴掌在别人身上 爱说啥说啥呗 回到鬼 他跟我打个电话 我就找样子 来 我发现你最近跟潘风说我走得挺近的 你俩有啥事啊 我俩弄小事啊 以后呢 咱俩身也不许再谈这事了 听见没有 谈多了对谁都不好 是不是 再说了 这么多年我喜有杀人 我不知道 他潘风说干十百点的 弄死他 行 心里有数啊 小啥呀 没事 没事 你快干活吧 今天晚上啊 咱俩得连夜 把这十把豆腐做出来呢 调了 油了 你要累了你就歇会 我自己来 没事 做个小丁 刘病人 eresa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那个 梦游来的吗 梦游 你又生啥的出息 梦游来的 你咋样的 那啥 那个大智那孩子 咋样了 没啥事儿吧 没啥事儿 能有啥事儿啊 碰个小包擦不得小瓶 你说这啥 你说这大勇的孩子 捏了八几的 你说更敢下手 这一点一点都不随他妈 他就随他那个弟 他爹啊 那个叔叔 没少给方板气瘦 五几万一一喝多了 你也接着得让方板陪着 哪句话说得不对呢 就丁光给方板一顿揍 方板哪 这辈子 没少受苦啊 那个 人家 我说大嘴巴 那个 我这正忙着呢 你要是没啥事儿 就先出去转转 对了 要不你去老潘家去坐一坐 省着你一天到晚 垫着那闹心办了 你也说 我 我还真正得上趟价去 行 你 你看这扯不扯 光够打包平了 才来把这事儿给忘了 主任长 我来的是向 向你请示一件正经事儿 那说吧 这不是什么 我心呢 咱村那个那个池子 我先给它包下来 养点虾呀 瘪啥的 挣得零花钱 这不省来是成天扯皮蛋强吗 你说这还真是件正经事儿啊 咱村那块石子 多少年没人包了 有财包过是赔了 可这买卖得分人做 不是谁干都赔 你看林村的那些养鱼的 那咋都不赔呢 主任呢 这话说得对啊 这买卖真就得分人干 怎么是咱 我心思呆着也是呆着 就给咱们村增加点税收 做点贡献啥的 你为村里做贡献 村里就为你开绿灯 我去年在大会上不是说过吗 谁要是领着大伙发家资付 村里就让它享受 免去一年租金的优惠政策 不是 主任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不是 主任 你这句话还算数不 当然算数 你现在要干 我立马执行 那行 你要算数的话 我马上出去张罗亲 大人 优惠政策归优惠政策 不过你还得谨慎啊 养鱼那得有销路 这卖出去才能挣钱嘛 这个销售这块吧 我不愁 丰盛那小子呢 在外边见识多 认识语广 销售这块他包了 你们一起干 不是 主任 你说我跟谁一起干嘛 我都得感谢主任你啊 这政策来得也太 太及时了 给我造的都有点 措手不及了 感谢我啥呀 你要感谢 就应该感谢党的好政策 不那么正式吧 还像喊口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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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去吧 我还忙着呢 行 主任 你先忙着 我先去了啊 主任哪 老攀天人挂破鞋了 啥 挂了破鞋 不信你去看看 走 去看看 怎么会是 这儿行 这谁干的 谁干的 又不是给我站出来 这都 咋回事啊 出啥事了 咋回事啊 主任 这啥呀这是 主任哪 老前在挂着破鞋 好像跟他自己一对 这都是谁干的 怎么这么取得呢 围固天家不乱呢 大家都认一认 这是谁的鞋 认一认 给挂着鞋 太难了 不好啊 主任 这兰海鞋 谁下都有 我们这连脚都一样 再啥点茶去 是啊 主任 咱们村买鞋 都挑大号里面 就算量脚 你量脚还是随的 他量啥呀 不就是挂支货鞋嘛 有啥好大舅小怪的 行了 行了 都回去吧 都回去吧啊 我说主任 这事不能就这么拉倒了呀 我这不是还得调查吗 这又不是什么杀人盗窃的 又得向公安局报案 这个 你把这个收起来 等我调查清楚啊 一定给你们娘俩 明确的答复 先别着急 你 妈 你去吧 出门 你看啥呢 哥 你快过来看看吧 咋了 你看 咋了 咋了 这谁干的事这是 这谁这是 你看 啥意思这是 文贵 你家被挂了破鞋了 我儿子他家也挂一只 可你家好像是一双 你干吧 那件事是不是你干的 啥事啊 啥事 网上两家挂鞋的事呗 不是 啥 我挂的 我说你哪只眼睛 看见是我挂的了 我倒是想挂 可惜没轮上 不对啊 你昨天刚刚和人家打完架 今天人家就被挂鞋了 除了你 谁还和人家有仇啊 不是 我说牛昌青 你真会忘自个儿 身上联想啊 不是 那还有结仇吗 他们两家勾勾搭搭的 那谁能看得下去眼啊 不是生风败俗的事你不管 你都质问起我来了 这有意思 别说我没干 就是我干的 也算他活该倒霉 干了磕这事 还想让人给他立牌坟啊 竟想他没事 我跟你说 就一个字 该 你干啥去这事啊 我上老潘家看看 看看到底咋回事 这家里都快唱大戏了 你这都闹听了 人家埋太咱咱还忍呢 不忍呢咱整个 大姐 杨琪巧 你说自打你嫁到我们老前妻 我们家就没过上一天消停日子 咱们是分家了 可是我和春桃还姓前妻 你们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姐 这话不能这么说 你别着急 马哥 我告诉你啊 咱家这脸是让你丢尽了 你出去听听去 大伙都说些个啥 就俩字 破谐 琪巧啊 还把满头哭愁了 你这快快帮我忙吧 快快 怎么可能啊 你干啥去 你说你啊 咱们老前妻祖宗三代 从来没干过这么丢人的事 到你这儿 这回可好 你把脸都丢尽了 我看这次的事你咋处理 如果你再惯着他 你就不是我弟弟 姐 你也不是我哥 真是他过的呀 这咋的啊这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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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说你们 大姐管你瞅啥啊 你这儿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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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我 不说了 姐 行了 行了 过去了 没事 大姐啊 这就是事 别早起来 大勇哥 给你妈多多点水喝 没事 好 老哥跟太太呢 还有点事 我过去从家下手 谢谢你带忙 没事 没事 谢谢 再见 大勇哥 快来来来 多点水 来 走下来来 来 大勇哥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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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喝口水 来 好 躺 来 先躺下 躺下 先躺下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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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说你 你这 至于这样吗 你说 那人腿两肠皮 那说啥都没有了 不就挂一双鞋吗 这这蚂蚁匹杀 多大个事啊 你说 你说你这么 你倒下 那可好了啊 人家挂鞋子又高兴了 你也得逞了 这深圳的衣裳 就是啊 姐 遇到这事了 咱俩都得往开住想 深圳不怕影子蟹 一定会弄明白的 七小 你们两家的鞋 是一双吗 衣裳 主人说了说 衣食半会儿也查不出来 就让我先留着 我 这人 你还渴 交给我 大勇啊 你在家好好看着你妈 姐 这事我去查 你放心吧 肯定能查个水肉石出的 你好好养她 行了行了行了 你说我成天说你 你看你 别往心里去 你举一肆你啥肆你都想开点 你说你就不听 你说这事可太逗了啊 这破鞋挂得 这么成双成对 咱们村 挂破鞋可是头一回 这回老前天可算是出了名了 出不出名蹊跷 这丢人线人也不在乎啊 哪乱 天天跟我们超市 跟她丰收 俩人喝啤酒 楼膊抱要烙 还你把俩人处得贼和谐 我看仨人一块儿过日得了 前满棍就是那王婆盖子 跟你说 杨气乔也管不了啊 包雨了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哪 你哪那么埋调人哪 不是 你说谁埋调你呢 杨气乔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还用咋说清楚啊 咱们三家刚干完账 干啥我们两家就挂上鞋了 你家咋没有呢 这不明摆着是你干的吗 不是 谁干的杨气乔 你看见了 你在当陷害 无赖好人我跟你说 真有陷好人哪 你有好人的样吗 我没长好人样 你长成好人样了 臭不要脸勾三大四 活该让你挂破鞋 真有意思 你骂谁勾三大四呢 你骂谁勾三大四呢 骂你呢 我勾的谁了 你说清楚 你勾的谁 勾的谁你自己清理清楚 干水呀 干水狗的人了 还水人了 还水人了 你干我 你干我 你干我干我干我干 你干谁呀 我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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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哥 萌萌哥 咋了啦 萌萌哥 萌萌哥 那啥 你快点的 那个我七小嫂子 跟老牛婆打起来了 爸 快点 再撤回会呢 快点 你两个人做好啊 杨继强 你学口笨人 就是不行 门都没有了 谁学口笨人啊 你欺负老实人 你咋不说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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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说两句吧 啥事都网你急扯 斗鸡呢 斗鸡 我今天斗牛 你跟着斗到底 斗到底谁怕谁呀 你干啥呀 是不是欺负人太甚了 哪有你这样的 主任你给评评理 我从那村口路过 我嫂子他们在背后埋怠我 我家无缘无故 就被挂了这破鞋了 我已经够冤枉的了 你干啥背后讲究我呀 谁讲究你了 这事就是你干的 你还讲究我 凭啥说这事我干的 你凭什么 是 我不凭什么 那咱今天当着主任的面 就把这事查清楚 好 当着大伙的面 必须给我查清楚 你不查清楚 我还不干呢 对 你说这大伙都做这个 你咋的事 别拿鱼啊 我们自己打起来 怎么是我干的 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干的 我问你 昨天是不是咱们三家 打起来了 你们家大智受了委屈 他心里有怨气 对吧 张妮 你没有怨气 他有怨气之后 他当场骂那句话 你记得吗 他说我们家 跟老潘家有一腿 这话他说没说过 你们两家的事 跟我说不着 我不知道 我凭啥跟你说不着啊 他骂完之后 我才怀疑是他干的 是你干的 要不然我还不怀疑呢 咱们三家打完仗了 为什么我们两家就挂鞋了 你们家怎么就不挂呢 大家我听见没有啊 怎么的 你们家挂鞋 我们家就得挂呀 我告诉你 我们家没挂鞋 说明我们老牛家 占着执行的证 不像你们家扯三挂俩的 你说谁扯三挂俩的 谁扯三挂俩的 谁扯三挂俩的 干什么 你们挂鞋的 这不是谁扯三挂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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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人不好 门关啊 你来得正好 说这事吧 不能没有证据 说是谁干的 就是谁干的 不是主任 这话说得不对了 对不对 咱就不说这鞋 是不是你家挂的 就是这鞋是不是你家 你还是不认识吗 你家昨天晚上 谁出去你不知道吗 这事啊干吗呢 这鞋根本就不是 我们家大志的 那谁干啊 再说我们家大志 昨天受伤了 那躺在床上 根本就没起来 哪有功夫鞋心 到你们俩家 就给你挂鞋去啊 对 没怎么回事 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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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知道 就不这样吧 那既然他就说清楚误会的话 那算了呗 他抄什么啊 怎么算了吧 你们说打就就打 说赖就赖 凭什么 我告诉你钱满棍 今天你媳妇不给我个交代 这事咱就没完 对 本钱咋的你还想啊 你还想要什么交代啊 你说什么交代 精神损失费 名誉损失费 还有这打人费 还有打人当着大伙的面 给我赔礼道歉 对 你上次给你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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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凭啥给你道歉啊 要是查清楚了 不是你干的还行 要是你干的 你得给我陪你道歉 行 要是不是我干的 你咋办 要真不是你干的 我不管给你陪你道歉 我还陪你两碗豆腐 这话是你说的 大家伙都听见了吗 给我证明 杨绩小 告诉你 必须查清楚 找找找找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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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我送豆腐 不 行了 都别跟 우리�企红家阳奥 折折折了 折折折吧 上窗了你 消消消消眼 你也回家 咱没凭没据 你干吗怀疑是老包家干的 不是他干的能是谁干的呀 不信咱俩查查 一查不就知道是不是他干的了 行了吧 你就知道查了 降就这商量 不是说破鞋的事吗 非把事弄大去 那还怕大呀 这事越大越好 大了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呢 我告诉你 死查到底 一个是查清楚之后啊 不能连累老攀家 再有一个 查明白到底是谁干的 咱以后才能在村里抬起头来 对不对 就从牛大志身上开始查 牛大志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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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大志叔叔会想过 在家家打架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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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走 是 我不听你解释 你听我说 这事真不是我干的 不是你干的那是谁干的 难道是我把鞋 挂到自己家大门上了 可这事真不是我干的 是 昨天吵架 我是说话有点过激 可我那是有口无心哪 肯定其中有小人在这儿钻空子 他就像借机会搞事 牛大志 你还真喜欢在背后讲究人呢 一会儿说人家崔晓珊是小人 一会儿又骂周大勇是温能费 那你自己是傻呀 敢做卑鄙的事却不敢承认 还嫁会被别人 你还算个爷们儿吗 要说这里边有鬼 我看来是你 顺桃 大志 正好你上我们家来了 这事你也知道 挂鞋 这多恶心人的事啊 今天你当着大伙的面 把话说清楚 我没啥好说的 干了就是干了 没干你们也不能冤枉我 你们凭啥说这事是我干的 说这话总得养求个证据吧 你们是看见我挂鞋了是咋的 什么叫凭啥呀 就笨鞋子这事也应该是你干的 反正我怀疑这鞋是你挂的 既然你这么说 那你就拿出证据来 你说证据是吧 来 这证据 这鞋是不是你的 自己看看 你看看 这鞋不是我的 不是你谁的啊 不是你的鞋 如果说不是你的鞋的话 你穿上试试 你试试 赶紧试试 穿上啊 你穿上试试 你们啥意思啊 平常说这鞋是我的 还让我当着这么多人面 穿着破鞋 你平啥呀 姐 姐 姐我 我听说你跟杨夕小打起来了 有猜我跟你说 来得正是时候 跟我去老钱家看看去 我看看那鞋啊 到底是不是咱家的 我 看来那事还真不像是你干的 那是谁干的呢 不是 你说啥呢 不是 我姐夫说了 说这事啊不是你干的 这就对了 村长 村长 又咋的了 你们快去看看吧 满棍两口的 把你们家大致给堵住了 逼他 穿那只破鞋 大致不穿 他们就打起来了 什么意思 前两个穿没完没了的呢 我跟他拼了 来 我 我跟你说大致 不管这事是不是你干的 你穿一下证明一下 不是得了吗 这这么简单的事吗 就是 这鞋不是我的 我也不是 谁做的啥事谁自己明白 想打我当垫背的 不好使 牛大致 掉了 你回来 你回来 牛大致 不去让你试试鞋吗 至于这样暴跳如雷呢 心里要是没鬼 咋就不敢试 我心里没鬼 反正我就是不是 你们凭啥说这事是我干的 咋的 咱村就我最恶了呗 除了我牛大致 就没人能干这事了 不是 我跟你说 不用冤枉你们 就试一下 千万 来来 试一下 我不管你冤不冤枉 我就是不是 千万关 来来来来来来 不是 你们干什么 我跟你说千万关 你说你要欺我们家人工 都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手太过分了你 过过分 杨继晓 你们全家都快欺了我们 崩崩子拉屎了 我过分 不是 你们还有完没完啦 多大点事啊 不就是一双破鞋吗 好 现在我就给大家验证 让你们看看 到底是谁家的 大家把鞋脱了试试 我不脱 谁是谁是 管着我不是 你试一试 大家不就全清楚了吗 儿子 你把鞋脱了 给他们试试 证明一下 就是啊大致 把鞋脱了 让他们试试看看 不就完了吗 穿上啊 哥 他俩家打成啥样的 那春桃和大致 打起来没呀 打呢 俩打得老热闹了 那牛大致让老前妞逼的 正当着大家伙面脱鞋呢 啥 脱鞋 你说大致当时 全村人的面脱鞋 我跟你说 灵 这回可有好戏看了 那牛大致那脚长的 跟怪物是来客似的 你就瞅着吧 你就看你 那他到底脱了没脱呀 你管脱不脱呢 这是跟咱有啥关系 那牛大致那脚长的 也不知道谁干的 那缺德事 栽赃线害王大致是 那那那指定是老前妞干的 我跟你说这事没别人 咱呢可千万多远点 你千万别跟着山豪 咱赶紧接五毛这些 在家等候消息 啥 接五毛这些 我说哥 这以前村里头一打仗 你这都是头拱地的 往前冲啊 今天咋真反常呢 那个 低调嘛 老妹 做人哪得低调 是吧 咱们坐享其成 坐享其成 你走 我跟你说 坐享其成是啥意思呢 是他们 不是我干的 凭啥让我试啊 你要不是的话 就证明是你干的 你们不就是想看明 咋回事吗 来 我让你们知道 你不语撕 你不语撕 你撕开了之后 怎么证明啊 我不把歇撕了 怎么给你们看证明 行 撕吧 撕 撕 你们看看 这是几个角尺头院 五个 我呢 六枕 我是六枕 你们就是还让我 当着全村人丢个人 是不是 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儿子 大致 大致 谢谢我 你真的冤枉大致 是 那个主任 这事看来真是我们不好 我们冤枉大致了 那个啥 刚才在村委会的时候 我说了 如果要冤枉大致的话 我就给嫂子赔礼道歉 我当着大伙的面 跟嫂子说声对不起了 嫂子是我错了 杨启强 你太过分了 把我们娘俩埋怠成这样 对不起就完了 我告诉您 你必须赔偿我儿子 明映损日费 还得当着大伙的面 给我们娘俩赔礼道歉 要不然这事没完 是是是 都是我的错 嫂子不光给你赔礼道歉 还要赔你两碗豆腐 还有名义损失费 你想让我赔啥我都认 是我不好 你说你还有完没完啦 都是相礼相亲的 闹出点误会 赔礼道歉就完了嘛 还要啥名义损失费呀 大家都散了吧 这些事啊以后再说 牛少青 你个知里怕外的东西 我跟你没完 这 不是 必须要赔明映损失费 周日呢 今天这事确实是我不对 待会儿我到家里 好好给嫂子道歉 不用了 你嫂子那人你还不了解吗 过几天就好了 你们忙吧 那我 我走了啊 周日 你慢走啊 我就说吧 这是你长得不明白 是不是 超儿八卦丢不住人呢 行了 赶紧把豆腐送去吧 我走 放开门上别买去 不要吵 不要吵 待会儿豆腐就到 大家把队排好了啊 不要着急 驾 驾 豆腐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啊 大伙排好队 马上豆腐就来了啊 来 我说你过来 我说啊 哪有这么送豆腐的 等他把货送来 那还过菜就凉了 你也是 磕着一棵树上吊死 他要是不来 咱还不营业了 那后厨都等 那豆腐下菜单呢啊 你光给我咋唬有用吗 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一问就在道着呢 可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比你还急呢 我就说了 那乡下人哪有个准 你就指着他吧 以后啊 啥事都不能提供你的 那 你干啥去啊 我 我说前面豆腐房 你都豆腐去啊 你还能眼巴巴的干等着啊 等他来了 那关门得了 才卖的是杨家豆腐 你亲别人家豆腐行吗那个 都是豆腐 他能差到哪儿去啊 你还非得盯是盯毛是毛的 叫什么证啊你 问题是啊 你光指着他一家 多在乎事 是不 也是啊 那行 那就听你一回 早去早回啊 来 大伙 把队排好了 不要着急 来 你说姐夫啊 这么一条鱼啊 兴得这么一锅烫 你看这挂鞋子要是查不来的话 咱们村啊就没一个好人了 往严重一点说 咱们村的人啊 都让你给带坏 你说这玩意上哪儿说理性 你这玩意儿啊 兔爷 我跟你说 那必须得把这个人给查出来呀 都是他缴的事 要是把他查出来 那咱们就没责任了 查 无凭无据 到哪儿去查呀 那是没凭没据 不过咱村也就这两半人 不行 那就大家伙脱鞋挨个试 还挨个儿拖鞋试 看把你们能的的啊 咱村自古以来 头一回出现这种稀奇古怪的事 你们有能耐你们就查啊 你们要是查不出来 我就拿你们试问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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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这人 这样 大哥 实在抱歉 我今天来晚了 我说大妹子 这还真不是什么对不起的事 你看看几点了 就这工夫 走了好几班客人了都 我知道 大哥 我就这一次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我现在给你卸货 今天我们家的豆腐都订完了 你再到别人家去看看吧 订完了 嫂子 我这货就是给你们家送的 你们要是不要 我上哪儿卖去 这我们就管不着了 你当我们卖货 我还没找你涮账呢 行了行了 你走吧 以后要货呀 我再跟你联系 老板 我也没办法 也这样 你今天的货呀 我就留一半 剩下你道别处再卖嘛 我估计啊 剩下也就差不多了 如果以后啊 你能给我按时送货 我每天呢 就再订你五百豆货 五百 你不是说订我十百吗 五百就不少了 你说你赶个阴天下雨 你不过来 我得关门闭店呢 你这不等着让我黄铺嘛 算了 你再联系联系别家了 行了 卸货吧 你说怎么这么缺德呢 你知道这儿 不是 我这么琢磨啊 你说咱们村 也没有谁跟他们两家 有约和仇的 再说也不能想害咱们家呀 谁干的呢 姐啊 这个事 好像跟仇货院 好像没啥大关系 应该是坏呀 坏 我刚才想了一下呢 全村人哪 这歪心眼子比较多的 只有一个人 谁呀 崔小山 来 爹 听说村里这活 要很查这事 查查当典侠呢 他爱咋查咋查呀 咱又没干点事 怕他啥呀 说是啊 他怎么查 咱们怎么配合 怕啥的呀 对呀 怕啥 我才不怕呢 又跟我没关系 闺女啊 你又不怕 没干点事 你就离这事远点 是不是 妹子 不好意思 你媳妇啊 是有名的母老虎 我都惹不起她 刚才言语上冲冲 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的 大哥 大妹子 我说你凭你这手艺 凭你杨家豆腐的口味 你管给我送货能挣几个钱啊 你应该到大地方去闯一闯 大地方 是啊 县城啊 我表妹就在县城 只要你的豆腐好 他们那地方肯定是疯抢 到那准能赚大钱 我还没去过县城卖豆腐呢 那你去看看呢 人嘛不都得闯一闯吗 是不是 谢谢老板 行 祝你爸大财 慢走 我就不迷回来了 你说你给城里待得好好的 你回来干啥呀你说 我要开理发店呢 咱们村都够闹嘴嘴了 你还开什么理发店呢 你说你跟上吵啥热闹你 那镇长不都说了吗 让大伙要多搞副业 多挣钱 我这可是好事 好事 爹 要不然你也给我掏点钱 掏点资费 然后挣了钱 咱爷俩一人一半平分 行行 你别说 你这招挺好啊 好啊 买去吧你 别说我没钱哪 我有钱我也不能掏出来 让你去除风头去 这哪儿就叫 出风头了呢 闻贯 媳妇 媳妇啊 你可算回来了 我跟你说啊 出事了 这个玉兰嫂到镇上 找镇长去了 把刮破鞋的事 跟镇长一说 镇长立马就火了 你说她说把这些事 作为咱们村重点整个地下 你说咋想干这事啊 她咋能找镇长去呢 这不咱们把大伙连累了吗 我跟你说啊 这玉兰嫂子 肯着搬你池子砸自己脚吧 这不是吗 你说咋整 丑死了 这豆腐咋升回来了呢 今天去晚了 人家订了别人家的豆腐 没办法就拉回来了 路上也没卖了 行了 先别管这豆腐的事了 我跟你说啊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好 金婶 金婶 岂 你干啥呢 你给我拿个碗来 快点 干啥呢 回来 偷东西的是不是 我没偷东西 没有 手里拿啥 这是我剪的 不是你家的 什么玩意这女意见 先入 先入 偷东西还嘴硬是不是 我给你告诉主任你 拿你当典型 回来 你这种旅行 你怎么还能帮你 你帮你 去哪里 你还能帮你 来 你啊 我来 来 你说咱这鞋 它不是包玉兰挂的 那还能有谁呢 可现在看来啊 还真不是包玉兰干的 肯定是另有器人 咱得好好查查 看看到底是谁 哪那么容易查呀 妈 我回来了 放学了 我跟你爸忙忘了 没去接你 是不是饿了 等着啊 饭菜马上就好 这孩子拿那鞋干啥呀 多脏啊 来来来 快 去去去 洗手洗手洗手 洗完手赶紧写作业 一会儿就吃饭啊 瞅啥玩儿都洗一遍 这边耶 来 去去我 来 媳妇 早点去早点回了啊 不别耽误事情 别发 Shout!! 行行行行 fore 咱挣水去了啊 小艾 姑娘 别忘了上学啊 张清晓 清晓 清晓 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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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都出去就卖豆腐去 女士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这事咱俩啊 得把它查清楚 你说不查出来 这不清不白的 这大家跟着 都闹心不着 我也想查清楚 我怎么查呀 再说了 不能再乱怀疑人了 昨天这事 我已经很对不起 嫂子 我再跟你道一次歉 行了 道歉的话就别说了 咱俩现在呀 得拧成一股神 站在一块儿 把这个事啊 查个水落石出 咋查呀 咋查 踢着这鞋 挨家挨户的事 我就不信得查不出来 挨家挨户的事啊 那能好吗 不好 那你说咋办 我跟你说呀 要查 就从那老崔家先查 他家最知道关影 老崔家 对呀 我怀疑这事 就是那崔晓珊干的 不是 你看那孩子 长得贼美术愿文 跟你说就是他干的 嫂子 嫂子 咱可不能瞎说啊 不能论长相就怀疑谁 你说呢 不是 你看那孩子 嫂子 我得去送货了 等我送完货回来 咱们俩再研究 不是 那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我下午就回来了 谢谢啊 站 站 坐这 幼稚的挣钱 在咱我们家的时候 咋那么有功夫呢 大娘 啥事啊 大娘 你是不是想要那只鞋 我要那只鞋有啥用 你妈都走了 那事啊 得你妈出头才行 那我出头行不行 你出头 不是 你跟小孩 你倒什么乱哪 赶快上学得了 没工夫跟你忙 大娘 你上学的时间 还早着呢 昨天放学的时候 我看见崔小山家 晾着鞋 跟我们家那个很相似 崔小山 大娘 我要我家那只鞋 跟他家那只鞋一比 不就知道了吗 对呀 这不省事多了吗 还用伸脚试啊 比一比不就知道了吗 去 回我取学去 我跟你说 今天咱娘俩 就把这案子给他破了 快点 妈 我去吧 走 走 走 爹 你就给我靠点钱投资呗 你要不就当我管你借的 我挣个钱马上还你 行不行 爹 爹 我求你了 你别把自个儿来搭你呀 挣钱 爹 那只鞋也搭呀 他这趟回来 不就是为了牛大志回来的吗 要我说呀 连人带钱 一起搭进去 没你事 少插嘴 你哥说得对 你说那牛大志 除了是主任的儿子 他还哪好啊 你说那一踪大脚 一瞅着就搁了 那脚咋的了 照样下地开活不耽误 再说了 现在那城里的技术 可先进了呢 就是一刀的事 干啥都经小怪去 行了行了 行了 你俩说起没完了呢 还吃饭呢 嚼嚼嚼嚼嚼嚼嚼的 你让不让我吃了 对了 你这一说嚼 还真就没完了 我听说村里边 那大家伙啊 弄个是鞋 一个一个是 谁也跑不了 这自古以来啊 咱们村也没出现过这事啊 这热到心意 这会出大名了 挥个是鞋 黑马 这谁这么个所谓主意啊 包玉兰呗 你说那老娘们 咋跟着插上这事啊 山大 一口说上饭呢 晚上外边的晾得一堆破鞋 你拾着拾着 挑了一刀 拿到错误会的 让他们检查 找检查找完事 爹 那鞋我都收框了 再说不都检查完了吗 那跟人家鞋还得检查呀 人家说了 饭是鞋都得查呀 谁家也不例外 你干啥去 找鞋去 你不吃饭了 吃啥呀 你俩说得我真恶心 这下班 快点啦 撕起来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鼠 白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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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林 小林 来了 来了 早 快点来 过来一趟 干啥喝 那小林啊 你看咱家那个煲米都没准完呢 那啥你进屋给我倒一下凉水 完了之后我把那活儿大了 喝好喝 啥没吃完饭的 干啥活儿又 你赶紧去吧 那活儿总得有人干 去 多倒点 倒一大大人吧 干啥 神仙大大 快去快去啊 那活儿啊 折磨好嘴干一天 一天都口香能卖完 折磨好嘴还是打晚宿 我爱你 爱着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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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师啊 上车门学 我给老师跟你请假就得了啊 别吵吵吵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好 现在我们拿出语文书 翻到第二十页 杨小艾 今天咋没来上课呀 你们谁知道 说 我知道老师 杨小艾肯定跟他妈 到城里卖豆腐去了 豆腐 安静啊 安静啊 你咋知道 她跟他妈卖豆腐去了 猜的呗 猜的呗 她要不是不跟他妈去城里卖豆腐 她啥也不会做呀 她就会帮他妈去卖点豆腐 好了好了 同学们 翻到二十页 我们开始上课吧 杜鹃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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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妹子 屋里结账是吧 大哥 我这一大早豆腐还没送来呢 你家咋就卖上了 这谁家的豆腐啊 大妹这么跟你说 我不能光等你一家 你这豆腐送来也太晚的了 我光等你一家豆腐 我的顾客都跑一半了 再说了人家供货商 四点就把豆腐我送来了 老板 这不对吧 你看你挂的 可是杨家豆腐的招牌 你哪能卖别人家的豆腐呢 大妹子 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没有我卖你的豆腐 谁知道你的杨家豆腐 再说了 这块招牌是我先打出来的 我挨傻卖傻卖 这跟你没有关系吧 不是 我今天 确实是有点来晚了 但是 那每天不都这样吗 有的时候路上就有特殊情况 再一个 你说 你卖的是我杨家豆腐 你可以用这个牌子 对吧 这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 可是你今天没卖我豆腐 你还用我杨家豆腐的招牌 这能说得过去吗 这对不对也不是你说的 对吧 我挂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卖谁家的豆腐 跟你确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老板 这事咋能跟我没关系呢 你要卖我豆腐 可以用杨家豆腐的招牌 那你不卖我豆腐 那就不能用杨家豆腐的招牌啊 谁说的 我们愿挂谁牌子挂谁牌子 该你什么事啊 谁说那杨家豆腐 只需你一家叫啊 我们家饭店三年前开业的时候 那就叫杨家豆腐了啊 你算老几呀你啊 从今以后你们家的豆腐 我们家不卖了 不卖也可以啊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这翻脸跟翻书一样快 不卖行 我不是非得卖你们家 但是你们不能用杨家豆腐的招牌 用不用也不是你说了算哪 我们爱用就用 这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你爱咋地咋地 从今天开始啊 你这豆腐我们就真不卖了 你爱找谁找谁去 我们豆腐就叫杨家豆腐了 你爱咋地咋地 欺负人是不是 不是 不卖我杨家豆腐 挂这招牌就不行 就不行不是你说的 我就挂了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你 你敢叫杨家豆腐 我就敢告你 驾 驾 我没见过你这样 驾 站住 我牌子 牌子 把我牌子挂不下 铃哥 来来来来 咋的你 不是 你哥要给他神经兮兮兮的 杨家豆腐干啥呀 妈 爹 你说我哥不会神经出问题了吧 我看他这两天咋真不正常呢 神经有问题 不能啊 啥不能啊 我那天晚上还看他梦游了呢 那家要整他 跟僵尸似的 还一蹦一蹦的 老是人了 梦游 我从来没发现 这孩子得这个病啊 不行不行不行 那啥你 你把菜拿出房去 我去看看去 这啥能得这个病啊 这啥能得这个病啊 少一蹦 你得到一蹦 到如果那妹妹就少了药 我的灰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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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你你你你干啥呀爹呀 你你你吓我一跳你 你这这活是我干的活 你说你身刀干的玩干啥呀 我不让你去拿鞋吗 你整这玩干什么玩呀 我 我不孝顺吗 那让你干嘛 再说那鞋不都装慌里了吗 一会儿送去就完了 先干完活的 我不让你把鞋收拾完了 挑了双 拿到你牛叔那儿 让他过堂 过完堂 你回来再干也行啊 我差那一会儿啊 我差那一会儿先干嘛 你说你这孩子 我就发现这阶段 我跟你说话 他这么费劲呢 爹没 没那么着急啊 咱先把活干嘛呢 我去不去啊 不去我去 爹 爹 你别往那边去 爹 你回来来 这 哎呀 妈呀 我 我说你们俩 连我们家仓空了 干啥呀这是 我 我按厂 按厂 我看你来偷东西来了吧 哎呀 哎呀 妈呀 你家有什么时候偷的 那你上回来蹭盘干啥来了 这有意思 你找啥呀 哎 不是 我那只鞋呢 不是 他什么 那你说你丢鞋了 你上我们家来找他鞋 刚才那只鞋是我带过来的 就落在这车里了 我不上这车里找上哪儿找去 什么玩意你拿了 这都我在赶紧撂去 我跟你说你赶紧走啊 不可能我跟你说 那是证据 就是老钱家挂了那只鞋 你不走是不是 不走我现在就报警 说你上我家偷东西来 我上哪儿去 我必须找到那双鞋 不找那双鞋我不可能走 好啊 那个 大家伙儿都来看看了 来 这主任媳妇上我家偷东西 咱这放来也不走了啊 你喊吧喊吧 来 来 主任媳妇偷东西了 快来呀 杨老师啊 我说要上你家找你呢 今天杨小艾咋没来上课呀 不能啊 这孩子不能不去上课 是啊 我也担心哪 特意跑来看看 问你家出啥事了 我家没出啥事 那我知道了 等我回家看看 行 那我先走了啊 谢谢杨老师啊 快去 再见 快 行 行 行 我快找到你了 我跟你说 小艾和那包玉兰 他也到老崔家去偷鞋去了 结果被崔小山又抓住了 崔小山说 晃鞋这事 就是包玉兰干的 说咋整个 不可能啊 小艾怎么能跟他在一块呢 他这事不可能是包玉兰干的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的 你说这 这事不整复杂了吗 这事啊 咱俩赶紧去看看呀 走吧 快点吧 走吧 去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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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小山啊 你也太损了吧 你干的坏事 反倒倒打一耙 再当陷害我是不是这样 我跟你说 刚才鞋还在那儿呢 怎么你一来 那鞋就不见了呢 我跟你说鞋是你藏起来的 这说明这事就是你干的 什么就我藏的 我 我都没动过地方 我啥啥啥啥啥 行 咱们去村委会去 当时大口的面 把这事说清楚 走 走 扎给我 扎给我 那是他沈啊 你说你发这么大火干啥呀 有话好好说呗 有什么好说的 这事明摆着呢 我跟你说 走 去村委会去 咱不让村委会去说点 走 你来啊 你来的正好啊 那不就一双鞋吗 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主任啊 你来正好 你家我沈啊 今天一大宝山 往我家仓房里了 干啥呢 这不栽造陷害来了吗 还有这小孩啊 这啥子 来 这啥子 过来 昨天上我家偷的东西 当场上会抓了 干啥子 别嫁着人孩子 你干啥呀 小山啊 你干啥呀 小山啊 嫂子 你 你问你家孩子 她偷没偷东西 你自己说你跟你妈说 偷没偷 我没偷 你偷人东西没有啊 我没偷 妈妈 我姑娘从来没偷过 别人东西 啥子 邓眼珠嫂子 这我明白了 是不是你们两家 合起伙来 勾计好给我下套啊 杨继巧 这事是不是你指使的 你干的 嫂子 话不能这么说呀 我们俩刚卖完都不回来 怎么是我们干的呢 是啊 她婶子 你说你这么大的帽子 我们可戴不起 你这我没小没小屋里 你这 这满身是嘴 也说不清楚啊 说不清楚能行吗 我跟你说 现在不管你们两家 承认不承认 这事反正是明摆着 这鞋必须找到 如果找不到 咱们到镇上去说的 找镇长去说清楚 是联合国说的 那这 我说行了行了 就这么一出迫切 还没完没了的眼了 怪不得镇长说 咱村风气不正 还遇见点事 就你推我 我推你的 既然挂起鞋来了 把这么磕沉的事 也能干得出来 行行行 不是吧 这事必须得查 大家说 是不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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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既然大家同意了 我从今天开始就查 三天之内 我要是查不出来 就挨眉挨护地发 冲我出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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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气了 别看见了 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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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行了吧你 你说你一天天的啊 这个给我惹事 我在外面干活 你看 行吗 我干活得好好的 我还是干个的 凭啥呀 凭啥罚我 我一没偷 二没抢 三我没给谁家挂破鞋 凭啥罚我钱 不行 我还得找你姐夫去 扣咱家一律两事 都不好使 你回去 回去 我姐夫什么脾气 你也不是不知道 她当着大火在面 说出去的话 还能收回来吗 光光这事啊 还有乡长在这儿盯着呢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 那咱多冤枉啊 那可是五十块钱哪 那咱家超市得 卖多少货 能卖出这些钱来呀 谁让咱们全村人倒霉呢 碰着杨琪小弟可扫不心 要是没有她 咱们村 能有这么多裸乱事吗 都是因为她 那 她惹祸找她去呀 别查罚咱呢 那老话还说呢 冤有头占有主 是不是 对呀媳妇 冤有头占有主啊 对呀 这钱呢 你得要杨琪小套啊 她要是不套的话 我这些餐的饭 我都上她家吃去 这招行吗 太行了 快去 把五十块钱 赶紧给我吃回来去 我找一百吃我 我还是跟你去吧 伯爽 不是 你干什么 啥嘛 不是 你听我说 你这气质羞羞的 你当得跟你咋说呀 啥咋说呀 甚至她惹得不能连累咱们呢 那鞋又不是我 千尊秀挂的 凭啥罚我呀 要罚这钱也得她掏 你让她掏她掏算了 让她掏 你这不打仗的吗 这不是吗 打仗打的 你以为我怕她呀 不你管我 不是 这屁 那我们要干啥去了 你妈寄言了 你们赶紧回来快点 哥呀 你整啥呢 这么臭啊 熏死我了 没啥没啥没啥 那个 一屋都不行能不臭吗 走走走走 进屋进屋进屋 什么一屋都会进啊 别看了 别看了别看了 我那啥也没有啊 这啥天王老子 谁老子是老子 那进屋看电视机啊 别看了 别看了 我那啥也没有啊 这啥天王老子 谁老子是老子 别看了 爹啊 爹啊 那个 回来啦 我这一估计 这事就是你干的 我亲爹 你抄着啥呀 你可别点瞎估计了 你这一估计 刚才估计升典型了 到时候卖房卖地 咱都交不起拿罚款 你还知道我这事 不是 人家老前家 也没有做对不起咱的事啊 你怕人家更是 你说寡妇是业的 你坏人家干啥玩呀 坏啥大的 就坏的 就看不上她们娘俩了 没一个好玩啊 爹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在玩什么嘀嘀咕咕的 进屋说去啊 没事没事 吃饭吧 进屋吃饭吃饭 走 吃饭 我吃啊 我不吃 生下来 你俩在这儿 我这辈子我发现 算毁在你手里了啊 好光一点没接到 倒霉事摊了一大堆 不是 那鞋又不是我挂的 凭啥罚我啊 别说是五十 就是五分都没有 我说你喊啥呀 大嗓门都乌里巴拉的 生怕外人听不见 我嗓门大咋的 嗓门大我没在那儿 去得事 我怕谁 我谁也都不怕 我说 你真把那双鞋 掉到老崔家的筐里了 那还有假 我跟你说呀 是那孩子特意回屋 给我取的鞋 说是那双鞋 跟老崔家的事一双 硬拉着我到老崔家去比 现在啊 我心思过味了 那没准就是杨鞋 巧和老崔家做的扣 故意来陷害我 恐怕没那么简单 这事跟杨鞋小没有关系 不咋没关系 那没准就是杨鞋小的 自个儿挂上去的 贼喊做贼 故意陷害大家坑大伙 我说你脑瓜子进水了 咋就不会转个弯 就会盯着杨鞋小 那要坑你还用使这招吗 这对人家有啥好处 整个鸡毛还不够费牛禁的呢 傻呀 那 那是咋回事啊 这不明摆着还用问吗 你呀 差点让崔晓珊给讹上 你看这事让你给办的 一个字 蠢 崔晓珊 对 这事肯定是崔晓珊干的 我跟你说 她趁我们躲在仓房的时候 把鞋给偷偷地偷走了 要不是她的鞋 她干吗转移啊 对 肯定是崔晓珊干的 那光说人干的行吗 那得有证据 现在证据让你给整没了 死无对证 想查都难 崔晓珊那个孩子 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你能不能别整大玩意儿呢 家里发生这么多事 你还心心挑豆子呀 这样好了吧 证据给整没了 让人家倒打一耙 是不是 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 咱家和老崔家陷害宝宇兰 那关键是这么多罚款 让咱家自己交 我上哪儿整这么多钱去啊 那怎么可能 让咱们一个人拿钱呢 村里不没这么说吗 村里不没这么说吗 他们愿意闹就能 这闹去呗 真要罚咱们一家 弄急眼了 我一分钱我也不拿 弄急眼了你不交钱 你不交行吗 你不交啊 包月来一口咬定 这鞋是咱自己挂的 那怎么可能呢 长个脑袋也能想出来呀 咱们可能自己造尽自己吗 行了 现在咱家是有苦说不出啊 你别挑了 挑也没用 我都会卖不去 拿筹钱去吧 筹钱 我跟你说呀 这小岸这孩子我也奇了怪了 那小小年纪不光我上学 大概猜猜什么玩意儿和大家呀 行了你啊 那来不来怎么扯到孩子身上了呢 这跟小岸有关系吗 那怎么就没关系啊 哪儿有关系 你埋怨他干啥呀 你看啊 自从这孩子进闸门以后 大事小情哪这事跟他没关系 得把价格搅和他 我工作吃 工作出来 我工作说毛病出来是不是 这就是个冤家玩意儿啊 什么玩意儿啊 那什么不行啊 哪有你这么当爸的呀 有点事就埋怨孩子 这孩子是没听见 要听见了 他能受得了吗 听见我也不怕 我跟你说听见怎么着听见 我这孩子 我养当贵族是欠他的 我妈被欠他的 自从来这家一公子怎么样 真是怎么过的 现在现在就出这儿来了 行吧 妈也给气死了 又因为这孩子吗 怎么又烙起以前的事来的呢你 这事实 你就是从心眼里 没认可过这孩子 到现在为止 你也没把这孩子 当成自己的 我跟你说 他有个妥债鬼跟你说 你欠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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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来了呢 我 我来看看你 看我 我回去了啊 这块儿子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说吧 我想在三村开个理发店 你看行不行 理发店 我也不会理发呀 谁让你回理发了 我就想让你帮我出个主意 好 那个 咱班同学马大雅你还记得不 新柳子村那个 我知道 她就在他们村开了个理发店 可挣钱了呢 去年的时候还往家捧回来 一台液晶大彩店 大娘说了 要给她留做嫁妆的 黎玲 你们家这鞋 都搁这儿呢 鞋 大致 我说咱村这是咋的了 咋个个都对这鞋感兴趣呢 这家伙这些日子闹听的 天天都是鞋呀鞋呀鞋的 我这现在一听到这鞋呀 脑子挂都大了 别说你 我脑子还大呢 我跟你说 这鞋要是查不明白 我们家得闹听一辈子 啥 有这么严重吗 算了算了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我回去了啊 大致 你还没帮我出主意呢 啥主意 理发店呢 那你干吧 那当回回头你干嘛的 我上哪儿捡头去啊 大致 这鞋上什么机子 走呀 我不跟你说 我怎么呢 我一生孩子你就哭了 那孩子被你撞坏 你知道吗 谁家不惯孩子呀 也就你不惯孩子 你看看 哪有你这么当爸的 你让我怎么当爸 我已经不错了 还要怎么呢 我跟你说我 丑老师 丑老师 你俩还有完没完了 咋的了 咱家都会赶上唱大戏的了 天天不消停 你俩抄着那些话 孩子都听见了 哭着就跑出去了 哭着跑哪儿去了 我上哪儿知道去啊 你真是骗我 小艾 小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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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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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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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啥事了 主任 满罐他家孩子没了 全村都找遍了 没找着 啥是我的事啊 就傍晚那阵 满罐他家两口子打架 孩子就自己跑了 孩子没了 那赶紧叫几个人 帮着去找啊 好 好了 那孩子没了 孩子没了 我得去看看 开点 姐 你好 姐 姐夫 你跑啥呀咋的啦 姐 那孩子没了 她离家出走了 谁家孩子没了 杨七小那闺女 杨小艾 我上午还看见她了呢 咋还离家出走了呢 就是 我亲眼看见她走的 现在满村找都 找不着人影 估计肯定是走远了 走就走呗 你大惊小怪的 走了咱可守心 你这工具 你还说风凉话 那可是个孩子 我知道是孩子 我你也走的 你 那不是你弟弟家的不 走啊 对不起 你看看找什么呀 不是 你那边怎么样 没有啊 你们也没有吧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那到哪儿去了呢 七巧啊 别着急 也许那孩子 到哪儿玩累了 躲在哪儿睡着了呢 能吗 老师家里都找了 同学家里也都翻遍了 都没有 七人哪 你都着急也找不着 哥 小孩找着没 别着找啊 你们来干啥来了 你说我干啥来了 你说这孩子 咋这么气人呢 他走咋不告诉你们一声呢 行了 他走就走吧 咱家也消停了 姐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什么叫消停了 这孩子不一定走了呢 那不一定走 那这时候找啥呢 你看 看不看啊 看见我连句话都不说 我是你们仇人哪 行了 别说了 行不行 那孩子丢了都能不上火吗他 你别添乱了行不行 我添乱了 我跟你们添乱了 像我愿意管这些破事里的 走走走 胡家 回去吧 来 回了 累死了 累死了 干戏了 这谁家呀 咋在这儿呢 大大 我没有家 你就收留我吧 我什么活都会干 做饭 洗衣服 你给我一口吃的就行 你这么大的孩子 俺怎么能说留你就留你呢 再说了 还得供你上学念书呢 可不是咋 大娘 我不想上学 我就想挣钱 你这傻话呀 你这么小的孩子 你就钻前眼里了 一看你就是没出息 走走走 越上哪儿上哪儿去 咱们家不能留你 大娘 我求求你了 你就留我在这儿吧 你说天都这么黑了 你让我上哪儿 确实天确实黑 明天再说吧 明天再说 就你心眼好好留吧 行行 我说了算 下来孩子 来 给你 回来 来 接手去 走 那这孩子真走了 可不是咋的 你说这大半夜的 他能去哪儿呢 要我说呀 哪儿也去不了 明天一早啊 转回来 不信你看着 但愿吧 可是身上没带钱 饿了也就走完家跑了 这么一看哪 这抱养的孩子 就是隔着心 你说那杨吉桥 对那孩子那真是好 有啥用啊 这不说走就走吗 这家吉打得团团转 野吉不打满天飞 没成 那能一样吗 你说孩子跟孩子 那不一样 那当然孩子和孩子 不一样了 就说咱家小九吧 你打他 他都不带跑的 真是 那一看就是我们 老包家的招 你这话说得对 那一看小九 那就是你们家 教育出来的孩子 你啥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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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啥意思啊 你别onan 怕完 哪儿 pest 你过几哈 你感觉我干什么啊 这回你不高兴了吗 姑娘走了 你就可以过小庭日子了 你别管我 姑娘她还不回来呢 等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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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她走干啥 你在屋里说那么多话呀 你说她对你不好啊 一口一个疤 一口一个疤的叫了 你啥时候你理过她呀你 从来没跟孩子削脸的 孩子做啥你都认为是不对的 你知道孩子为啥 那灰灰能考第一吗 就是因为孩子心里想 只要我考了第一 我爸就能抱我了 你抱过她吗 你抱过她吗 她跟你在一起七年了 你不但没抱过她 就像正眼都没看过她 我想你懂得明日一早一早 你找不回来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你也给找你了行吗 要点凉好吗 我不记得我你要想让你回 我老陪你了 我就在这等下 没什么半夜孩子就回来了 我错了行了吧 你不哭了 你找我把你找 我一定给你找过来 我正错了行了吧 我正错了行了吧 我正错了 她不哭了 我孩子在哪里呢 我还不哭了 她这么晚了 她们还不回来呢 好了好了 不哭了行吧 听话 她愿意 愿我愿我都知道我错了 行了吧 你会不会再来现在处境找去吧 行不 不是 你说这时候能上哪儿找去呀 好了好了 我给你消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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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姐夫 这一大早上你打啥电话呀 我还没睡醒呢 我你还睡啥呀睡呀 这都快把人急死了 你们几个到山上和周边的林子里 仔细地找一找查一查 今天那高低要把那孩子给我找回来 好 不不不 你这找啥找啊 腿长他身边 他想上哪儿他就上哪儿了 这话说回来 也没个方向你上哪儿找去 要是有方向我还能这么急吗 你赶紧到村里招聚全村的老少爷们 全体出洞 听见没有啊 又不是号出什么洞啊 少废话赶紧赶紧赶紧去找 都找得仔细一点快去 去吧 找不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主任 我听我姐说 咋小爱那孩子不见了 是真的吗 找到没有啊 这不正找呢嘛 这样送我一个 我跟你们一块去呗 行走走走走吧 对 那个我姑娘齐碎了 大眼睛圆固哭的 身高在那个一米三 那走的时候穿那个牛仔裤 一个小粉色的一个小隔离衣服 那警察图你说她怎么办呢 这事啊 等消息啊 那太好了 那那麻烦你了啊 警察怎么说呢 他说那咱们再等一等吧 咱不能等啊 孩子这时候都没吃饭呢 兜里也没有钱 必须得把孩子给找找 我跟你说你先别挤啊 其他图我都找到了 你说会不会到镇子上去呢 不能 他哪能上镇子上到那么远 带查办法啊 我跟你说 这样咱们替着学员起誓去 谁要看了会长打电话呢 行 找主任商量 找主任去 找主任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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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到地方喽 先把车喽 慢点 好嘞 来 你在这儿别动啊 我静止点儿去 歇会 听话啊 好嘞 师父 师父 不好意思啊 今天来访了 对 无单货 你谢了行不行 好 好 麻烦了啊 谢谢啊 姑娘 这你可扒不动 别动啊 给你两块钱 去买瓶水喝去 好不好 大大 我不渴 大大渴了 给大大买两瓶好不好 好 慢点啊 看着车啊 来 你俩干什么 说你呢 干什么呢 来 城管的 这是执法证啊 我俩贴的 贴的广告 我家有孩子丢了 你们不知道 不许贴野广告吗 怎么还乱贴呢 不是 这不是野广告 是寻人启事 我姑娘丢了 寻人启事也不能乱贴啊 走吧 跟我们到城管大队 去接上罚款 怎么接上罚款呢 我找孩子怎么犯错了 对呀 那你们交罚款呢 不许贴野广告 不许贴野广告 主任 怎么了这是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他就是罚款 找人家就是罚款 罚款啊 同志 那个是这么回事 我们那是阳泉村的 就是他们俩的孩子 都丢了 我们在这找了好长时间 没找着 那不是蒙了吗 没别的招 就想起这招 着急也不能违反 城市管理条例 破案是容啊 必须跟我到城管大队 去接上罚款 怎么罚款的 罚款不行吗 同志 是 我们找着孩子之后 我们自己撕下来 不行吗 你们这么多人 是不是一起来的 是不是组团 走走走都跟我们走 那个同志啊 我是村主任 你要罚呢就罚我嘛 让他们继续找孩子 行不行啊 村主任也得罚 走走走走 不是 要这样 乡主任 乡主任你们继续找啊 好 慢点主任看你了 你们都看一看 这孩子你看看 你们都见着没有 你们这孩子没有了 能不早看 你们这孩子都没了 你们都看一看 都看一看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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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丫头 别喊了啊 人家说了 人家养不起你 要你啊 隔人再找人家去啊 叔叔 我没地方去了 要不然你收留我吧 什么活都会干 一天只吃一个馒头 我 我收留你 我还靠我们老板收留我呢 小丫头啊 赶紧走吧啊 一会儿让我们老板发现了 就得找人把你轰出去 我们老板那可老烈下了 整机啊了 两个脚就能把你踢出去 那就开小丫头 咿 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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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啥 咱村还被这儿 曾花村给罚了钱 怎么是咋的 他多罚我姐夫五十块钱呢 说他还是村主任 然后还带领大家 破坏城市环境 就罚点钱这事小 这要传想长下去 这影响多不好 你说这事办呢 孩子没找着 还让人罚了钱 没想到一双鞋啊 惹出这么大的事了 害得你姐夫这村主任哪 我看是难做了 你就说我们家上上下下 这么多口人 这些年让他们两口子 跟我们坑啥样啊 你说脑子两口子 也不容易啊 把孩子们俩损这么大 现在说没就没了 也够脑心的 他们家脑心 那是自找的 我家惹谁了 话是这么说 可马哥是七小 也算个心眼好的人吧 你说那咋就没有好棒呢 我听说他家最近豆腐卖得也不好 说收他家豆腐那家饭店 不知道为啥 人家不收了 他还能为啥 做得玩不好吃呗 妈呀 我看这就是点呗 这人要是倒霉啊 喝了水都塞羊 放屁都要脚和根 写账没有了 假的 最近跟七乔走得挺近的 这咋他家出点事 把你急这样的 看你这话说的 哪有的事啊 你说说 把你累一点 你看看累成啥样啊 来 喝点水 你这我就不明白 他凭啥罚你的钱 帮他们家找孩子 就应该他们家掏 你凭啥哪儿呀 我是村主任 带头违规不罚我罚谁呀 都怪 我们把这件事给忽略了呢 不是 这牙根我就没想起来 你说你能想啥 就想帮他们家找到孩子 我跟你说呀 那村里人说得没错 他们家那孩子 就是一个扫帚兴 在的时候吧 不得好 走了呢 还不得消停 整个人个小克星 得得得得得得 这够闹心的了 要说克星那就是你 你只要把你那张破嘴 避上就全都消停了 这回可好了 牛昌青 这回你可长出息了 出大名了 挂鞋的事没整明白 又跑到城里贴什么小广告 还让人罚了款 就让镇里领导知道了 你这村主任哪 恐怕又当不上了 老了老了 还混个晚节不保 真有出息 你这村主任哪里有一个人 你这村里要不上了 非常的好 我说到这村子 这村子的地方 那边有什么事 你这村子的村子 就让你这村子 都让我来 我这村子都没有 你这村子 都让你这村子 我这村子 都给不上了 我这村子的村子 我这村子的村子 媳妇啊 你得别哭了今天 得吃点面呗 你说你要个三天两早 可咋整个 这家不散花了吗 那吃一口吧 你这孩子能去哪儿了 你说 这孩子能去哪儿呢 那是 明天你想着 咱们上村里 跟主任说说 贴下我广告那钱 咱们拿 割啥还哪 你说什么 你说这孩子能去哪儿呢 全村人都出去找死了 也找不着 等他不回来 不哭什么 孩子不会走太远的 兴许过后就回来了呢 好不好 这孩子能去哪儿呢 在县城里头啊 在县城里头啊 好了 大哥 给 好 拿给钱 拿走啊 没饼啊 没几张 有人要饭去啊 那边那边 上那边要去 那边要去哪儿呢 那边要去哪儿呢 我说 那边要去哪儿呢 就是 一边 你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走吧 走吧 走吧 叔叔 求求你了 求啥求 赶紧走 走走走 你去干什么呢 超了八户的 包厂长 这谁家孩子啊 怎么带这儿来了 包厂长 这不是谁家的孩子 这是没有煮的野孩子 没有地方吃饭了 哥咱们再待一天了 赖的不走 偷吃张豆腐 给咱们给抓住了 你偷吃豆腐来了 姑姑我没有 你就把我留下吧 我会洗纱布 泡豆子 磨豆子 还有压水 你还知道这么多呢 慢点吃 慢点吃 来来来来 擦擦嘴巴子 吃个慢嘴巴子老实 行了 吃个 孩子啊 你几岁了 姑姑 我七岁了 七岁了 那该上学了 今天上学了吗 姑姑 我不想上学 小孩子哪有不上学的呀 你是不是就是因为不想上学 从家里跑出来的 小样 小样 我刚才听你说 对做豆腐挺了解的 你家做豆腐的 我 我骗你的 骗我的 小孩子怎么就学着撒谎呢 撒谎不是好孩子 以后不许撒谎了 听见没有 知道了 姑姑 不用了 我去吧 我去吧 走 装卸工告訴我 孩子就在你們院 你能幫忙找一下嗎 孩子丟了 我們這是做豆腐的 又不是幼兒園 你們上別的地方找去 去吧 走走走走 不不不 不是不是 老師傅你聽我說啊 我們是從農村來的 已經找孩子 找了大半夜了 那個你就幫忙 把那個領孩子的人 給我們找來唄 這工人都睡覺了 我上哪兒給你找人去 你們上別的地方找去吧 大姐 站住 把門給我開開聽見沒有 有人說了還進你們院了 我上哪兒給你找人去啊 哪有還事啊 別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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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我報警了啊你們呢 你家住哪兒啊 你爸媽叫什麼名字啊 我 我想在這兒 跟你一起幹活兒 不行 孩子 我不能留你在這兒 第一 我留你在這兒呢 那是違法的 我不能招童工 明白嗎 第二啊 你說你爸媽 要是找到我這兒來了 我怎麼跟他們交代呀 是不是啊 行了 你趕緊吃啊 吃完喝完了 我叫人把你送走啊 姑姑我求求你了 你就讓我留在這兒吧 不行 說什麼也不行 你不許再跟我說了 姑姑不會留你在這兒的 小劉啊 一會兒你過來一下 等著孩子吃完了 你把他送出去 我看 就先把他送到派出所吧 好 快吃 大叔啊 求求你了 行不行啊 孩子是我的 我是孩子的媽 我們找得挺著急的 這好不容易得到消息了 確實是你們廠的 裝卸工告訴的 你把他找出來 我們一問不就知道了嗎 我們這兒工人多了 我上哪兒給你找這個人去啊 你們開你的車 別的地方找去吧啊 大叔 大叔 幫我找他媽 我告訴你 喂喂 小雲啊 小雲趕緊告訴廠長 門前出事了 快點 你們幫我找一下不行啊 快出去吧 你找去吧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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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幹嘛 孩子就在這兒呢 報廠長 報廠長 外邊來了群人 正鬧事的 快來看看 你快吃 我去看看啊 別動啊 快睡 快點 開門 快點 開門 快點開門 快開門 你們別喊了 我們廠長來了 你們幹什麼的 怎麼跑我門口來 鬧事來了 你是是這樣 這位同志 我們巴是鄉 mía人 那找孩子心急 说话都不注意 你们别介意啊 你们找孩子我能理解 那也不能在人家门口 大吵大闹的呀 是是是 妹子 我是孩子的妈 这孩子我听说在你们厂里 所以我们大半夜的 就赶过来找孩子 那个是 大吵大闹的不应该 吵到你了实在对不起 厂长啊 你能不能告诉我 孩子在哪儿啊 你就是孩子妈呀 你是怎么当妈的 连自己孩子都看不住啊 徐师傅 把门给您打开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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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艾 小艾 你啊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小艾 妹子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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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谢谢不用了 好好管管自己的孩子 不能让他太任性了 说跑就跑出来了 是是是 孩子找着了 没事了吧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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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谢谢 谢谢啊 厂长 过两天我们来看你了啊 这个时间不早了 赶快点上车回去吧 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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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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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撒点水就行 来 我来吧 我交过了你就可以吃下去了 嗯 来 不管咋说呀 总算是把那孩子 给找到了 大伙儿没白折腾 可不是咋的 能把孩子找到 没跑多远 没出啥大事 那就是万幸啊 妈呀 那还不算远 那么小的孩子 都跑到县城去了 他们家那孩子 可算是有本事 这事已经过去了啊 你以后就别再抢去了 不是 事是过去了 那咱们家的罚款 谁逃啊 我跟你说呀 我还得去找杨吉小 去算账去 那你就消停消停吧 这事真要捅到乡里 还不知道有啥后果 好 账好了 谁让你走的 爸爸妈妈对你不好啊 你就离家出走 白给你养这么大了 是不是 这家少你吃了 还少你穿了 看着我 哭有什么用啊 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你长大了是不是 为什么走 说话 为什么走 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 就走了 你看着了吧这孩子 你长大了是不是 怎么问你都不说话了 我就白养这么个孩子 我白养这么个孩子 我不敢打你 我还不敢打我自己 你千万 你千万 你快说走卷走 我白给你养大了是不是 你千万 你爸说 你爸说 你爸 快 快快 跟爸说 快点 跟爸说 你说我不敢了 父亲 我以后再也不跑了 有本事你走了就别回来 我就白养这个孩子 我就不愿意上学啊 我不肯定干什么 我 你看你妈妈 气成啥样了 跟妈妈伤不伤心 你看看啊 我跟妈妈说 说再也不敢了 快点 快点 我以后再也不跑 再也不敢 可是我不想上学 我想跟妈妈一起做豆腐 你跟爸说 你为啥不想上学啊 我想跟妈妈做豆腐 谁让你做豆腐的 做豆腐有出息吗 我花钱供你上学 是想让你有出息 你不想上学 是吗 说话 想不想上学 不想上是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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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出去 上门外去去 去找 上门外站着去 不许回来 再乱一下 不许回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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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来啊 你那个叔伯妹妹到城里打工 是不是有好几年了 说啥呢 没头没脑的 什么妹子 你说的不是湘岚吧 对 是湘岚呢 是不是好几年没联系上 那可得好几年了 八九年差不多 她离了婚以后 就离开咱们村 到城里打工去了 咋在好门上 你咋提起她来的呢 我昨天啊 去接孩子 就看见那吕瑶板呢 跟湘岚长得一模一样 天太黑 我就没敢认 不是 你咋没上去问问呢 还接孩子那么急 我哪顾得上啊 不过我看他们家门上写的 叫什么香兰豆腐制品肠茄子 你说能不能吃香兰 老牛羹肯定是 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得 我呀赶紧收拾收东西 进去找他去 你找啥急啊 是他跑不了 不是他去了也白费 我公家准事 你看 来 你看 你看 你妈这个人哪 说风是风 说雨就是雨 爸 我妈这着急忙慌 他干啥去 管他呢 咱俩这老爷们儿管不了他 他愿干啥干啥去呗 我告诉你啊 今天得好好教训他 要不然以后该认出大大分了 我跟你说 你这样不行啊 他万一真走了呢 不能走 不信咱俩在这儿盯着 今天我就想看看他 这孩子到底是走还是不走 我跟你说 这孩子的脾性挺脚啊 我跟你说 看着 你吼着点吧呀 我知道了 大致 大致 走 大致啊 你溜的呢 那个脑子咋样啊 我看那我看那伤 我看那伤消不消 大致 大致 你说你咋还干不过那周大勇呢 咱村还没谁手术不了他 这回你算是头一个了 你说啥 大致 不是我说你 既然干不过人家 就拉倒得了呗 你看我 知道不是人家对手 马上咱就靠边站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配配狗 推广下优良品种 也三位村里走走贡献啥的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干不过他了 你把周大勇找来 你看他看我嘚不嘚瑟 可不是嘚瑟嘛 但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让那双破鞋给磕上的 那周大勇 现在只要一听着写这个字 俩腿都直打钓 我跟你说他这回啊 算彻底灭火了 他灭火了 你咋这么高兴 施小山 别告诉我 这挂鞋的人真是你 我说牛大致 你咋跟你妈一样呢 张嘴就赖人 我跟你说说话 可得有证据 没证据那叫污蔑 你懂不 污蔑 好 你要证据是吧 你等着 我早晚有一天找到证据 让你原形毕露 我说牛大致 你也就跟我这样 老实巴交的人 耍耍威风呗 有能耐你别让大家伙 熊得把鞋脱了啊 现在这外面村人都知道 多渴战身难 你 干啥 打人呢 你再说一遍 你干呀 你撒开 我告诉你 我要不是看在晓菱的份上 我早消你了我 晓菱 你还有脸替我妹妹呢 你眼睛里不只有春桃吗 哪能看见她呀 我跟你说你枉费她 对你一片真心了 我眼睛里有谁是我的事 你管不着 我告诉你 翠小山 往后你给我离春桃远一点 别整得大家都不痛快 不是 牛大师 你给我站这儿 你吓我谁呢 我告诉你 我不是周大勇啊 我不吃你一套 有本事 有本事咱俩就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 行啊 看看最后咱俩 谁把春桃取家去 咋的 不服啊 服你 我都活二十多年了 我就没见过谁吹牛皮 吹得像你这么清新脱俗的 没听过吧 那是你见识短 一天就跟个狗在一块儿混 你见过牛皮长啥样吗 就你这种 咋配也是个尖嘴猴三的样 他骂他了呀 放碗呢 他咋还喜欢衣服呢你 嫌不住呗 老师大哥你这是干啥呀 别你你呗 咋样啊 这身的乳 没事吧 能有啥事啊 我这穷身子没那么娇贵 老师大哥你还是拿回去自个儿吃吧 你干大哥客气啥呀你 那你吃我吃不都一样吗 放碗呢 不是他跟我说你吗 你以后啊 别把自个儿降得那么低 啥穷身子负身子的 都是人 那不都一样吗 那没嘴咱们把日子过好了 那主任见着咱说话都得 点到哈腰里去 说起来主任哪 我真对不住人家 你说这一切切的事 都是因为咱家惹起的 害得人家跟他背黑锅 我这两天琢磨着 去主任家解释解释哪 解释啥呀 你越解释越乱 这事啊就得都过去了 以后不要再提了 那你说 那鞋到底谁挂的呀 芳婉哪 你说你都怪大哥说你 你老捣咕自己累累累的 能不累吗 这事就过去过去了呗 老拴的牛角尖干啥呀 可是 我瞅着你都堵电话 可是啥呀可是 那害得大伙都跟着罚款 受连累 我这心里故意不去呀 不瞒你说呀 我这晚上啊 睡觉都不安生了 芳婉哪 这件事 就得出大哥我欠你 我以后肯定会还你 你欠我呀 你欠我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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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睡了 你都没事吧 小爱 这咋来了 咋这哭啥呀 咋不进屋去呢 我犯错误了 被我妈妈赶出来了 犯错误了 犯错误了 下回咱改不就完了吗 没事 我跟你妈说 七小婶 开门啊 我是大志 我有话说 满罐说 满罐说 开门啊 大志哥哥 你别说了 他们不想开门 你怎么说都没用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站着呀 这么的 上大志哥哥家去 等你妈气消了咱俩再回来 不行不行 不要 我要是走了 我妈妈就够伤心 就够消不了气了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站着呀 等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妈妈准会出来 好 就这么等着 干杯 妈妈 妈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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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小婶 你别跟孩子生气了 她都跟我说了 她知道错了 她愿意改了 妈问你 知道错了吗 她妈知道错了 知道了 还上不上学啊 好 我好好学习 我好好上学 好好念书 念好了书 我帮妈妈做豆腐 这才对呢 对不对 对什么对呀 你就知道做豆腐啊 你怎么就认识豆腐呀 傻孩子 妈妈供你上学呀 就是想让你长大有出息 不用你帮妈妈做豆腐 好了好了 好 回屋外走 大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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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前两天的时候是我不好啊 沈子跟你道歉了 沈儿 你可别这么说 我还行自我过来跟你道歉呢 前两天吧 我说话是有点急 我这脚生下来就这样 谁不知道啊 说出来也好 省着我以后 再藏着掖着的 这样 就这么地吧 大致儿 书 你可别说了 你再说咱这画得更远了 吃饭吧 我走了 想让你留下吃饭 走了走了走了 看这大致子喊了真行 这件什么周大勇强多了 我跟你说 是不是 饿没饿 饿了吧 我几乎吃饭了走 大致儿 马贵啊 那个咱那件事 给抓紧时间研究了 你再不研究就来不及了 你先等一会儿啊 你先几乎吃饭了 我先到村里去一下 一会儿回来 马上马上很快啊 听话啊 听话啊 好嘞 来了 在这儿说去啊 不是 没看过媳妇在那儿呢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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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嗯 你认识他吗 你认识他吗 我们何止是认识啊 他的豆腐专门为我们饭店供货 我们是多年的老祖父了 那太好了 那你带我去吧 走 带你找他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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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宝玉堂的事 你咋还没跟你媳妇说呢 我现在跟他说的话 他不统一这事就完了 你知道吗 哎呀 你这最近呢 在你村里出现这么多事 不是 这不算你挣钱哪行呢 你说那些事 你说我家豆腐卖得也不好啊 真的赚的时间挣了钱 咋子 我的村里有一个大招呼了 村长的同意咱妈妈 免得为一年费用 你说总之一点 就省不少钱呢 真假的 哪可不咋的 那你说 那下步怎么干呢 下一步啊 咱把丰手找着 一块出去考察考察 考察完了以后 回来咱立马去干 不啊 就这么干 对啊 行 那就就定了 你去去去 我把钱走了 好好去 这 这 来 到了 这厂子不小吧 嗯 哎 王上 他干啥的 我找你们厂长 你也是来找我们厂长的 我这两天怎么的了啊 这怎么进城乡下上来捣乱的 不是 我说你这师傅怎么说话呢 吃枪药了 乡下怎么了 比你矮三分吗 不 徐师傅 你今天火气怎么这么痛苦 你丢钱了是咋的 可不丢钱了咋的 昨天就因为没看住 让一个孩子 跑到院里来了 今天早上呢 就罚了我五十块钱 你说我窝能不窝能 徐师傅 要造你这个火爆脾气啊 你今天还得被罚款 罚款 凭啥呀 凭啥呀 凭啥 你得罪了厂长家的亲戚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位大姐是谁吗 她是你们包厂长的亲戚 专门连认亲的 认亲的 认亲的 认亲的今天也认不上 我们包厂长呢 出门了不在 出门了 不是 她昨天晚上还在呢 怎么就不在了呢 我说不在就不在了 今天上午走的 去省城办事去了 明天才能回来呢 你不信哪 来 这是她的电话号 你自己打来 是 现在干啥都不跟我商量吗 姐 我不是故意想瞒你 不是鞋子呀 把待会儿办了以后 再给你收 那贷款呢 这要贷款的话 你咋办呢 是不是得拿房子 跟弟做抵押呀 那如果赔了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哎呀我跟你说啊 他一直赔不了 我这邪子来 你弟不相信我 那你说那个崔大崔 他跟他说俩 你总得信吗 是不是 没事赔不了 你们考察了 我老妈跟你说 我真去考察了一下 我跟你说真挺好的 找准程了都已经 还算呢 你认为准程了 我就告诉你嘛 你考察来考察去啊 你这鱼塘还是不能干 你想啊 包有财承包了好几年鱼塘 那真要是挣钱 能轮到你吗 你去换换 说得也是啊 但是不对啊 那什么啊 您包有财养的是鱼 我养的是鞭呀 那个潘文他跟我说了 他现在掌握了一面技术 这这面技术吧 他说他一干好了 养鞭他会一年 挣个八九万呢 八九万 他做梦吧 那怎么是做梦呢这是 那我就干的事 怎么是更难的这是 那不应该干的买卖 你操那心费那力 到时候还赔着钱 那不犯不上吗 那瞎也费劲了 我让你干就生气 到时候赔钱了该上火了 啥也不知道该上火的 反正钱在我这儿 土地证在我这儿 你说啥也不好使 咋样啊 这事办得顺利不 别提了 气死我了 啥回事啊 碰见一个老倔头子 赶他把门 跟他窝了一肚子的火 就是那个白头 那个看门老头啊 那你找对了 见着香兰没啊 没见到 说香兰进省城了 给我留了个电话号码 我也没打 你咋不打呢你说 我打有啥用啊 也见不着人 我呀把咱家的电话呢 也留给那老头了 让他转给香兰 要是香兰呢 他就能打回来 真要是香兰 这几年她在县城 干得能不错了 是不是 成家没有啊 肯定得成了 孩子对得挺大了 楞尤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一看呢 香兰这买卖 那可做大了 我跟你说 最起码得手下七八个人 是吗 那才叫真正的做豆腐 楊七乔那算啥呀 跟人打下手 都未必够格 我说啊 你这人咋能不厚头呢 你老跟这楊七乔扯牙呀 一个村子叫啥劲呢 这 我乱说的事实吗 是你也行 谁呀 是姐夫爸 是 我是香兰啊 香兰哪 那等会儿啊 我马上就让你姐接电话 接 香兰 真的是你吗 是是是 我就知道是你 干那么大的买卖 肯定就是你 香兰 你可把姐想死了 我跟你说 我还以为看不到你了呢 姐做梦啊 都梦见你 姐 你看 你去得也不巧 刚好感受我不在家 我来省城办事来了 你一走啊 门卫的徐师傅 就给我打电话了 刚开始了我还有点不相信呢 我这么多年也没回去 我还真想回去看看你们 是啊 你回来呀 我跟你说啊 小兰 你姐夫现在是村主任了 咱们家呀 盖了新的三间大碗房 我跟你说可宽着了 你快回来吧 真的 那太好了 你明天来的时候啊 姐上村口去接你去 说定了啊 姐等你 老牛 香兰说了 明天哪 她从省城回来 就直接到咱们家 是吗 去去 叫大志去 把咱家的鹅呀 鸡呀 鸭呀 都准备准备 该杀了啥该宰的宰 香兰可是贵客 咱们哪得好好款待款待她 早 早了点吧 明天杀不也来得及呢 行 那就明天早上再杀 我真没想到香兰 这么快就打电话来了 那个俊老头 还真挺不办事 可不是咋的 我跟你说嘛 这人不可貌相 俊人也不一定 心眼不好使啊 就比方说你吧 平时为人不咋地 但也没到 不可救药的地步是吧 你不是 尸牌吗 快点 先这样吧 你去去吧 你去吧 spilled 你干啥呀 我上县里买 到县里 算了 别折腾了 来回多折腾 弄不远 怕啥呀 累点啊 只要能挣钱就行 我不信他们城里人 不认咱杨家豆腐 行 弄吧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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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巧啊 买豆腐去啊 叔啊 这大清早了 你跑啥呀 我 我这儿没事 断练断练 活得活得筋骨 叔啊 是不是到我家找满棍啊 不是我说你啊 你说你这在村里上着班 拿着工资 挣得挺多的 再说你们家日子 过得也挺好的 你干啥非得拉着 我们家满棍 跑银行贷款 开那鱼塘呢 你知道了 那你不早说呢 吓我一身冷汗呢 叔 别干了 万一要赔了可咋办呢 你放心吧 这没有把握的事 我能干吗 你再说了 你做买卖哪有 不冒风险的 那你在家大爷呢 你还有被饿死的 风险呢 是不是 你想挣钱 你想发展 你就不能太保守 对不对 要不咋能发下致富呢 是不是 谁把钱都咬手啊 叔 反正我不同意你俩干 你赔了跟我没啥关系 那满棍要是赔了 我这小家小业的 哪儿受得了啊 赔不了蹊跷 没事 我有把握 你再说了 满味你出去张了钱 不也是想为你分担分担吗 是不是啊 你呀 就只管卖好你的豆腐 你看这个 天不早了 你赶紧走吧 要我卖货都晚了 快 走 走 走 赔得说 门棍啊 我正找你 我想跟你说点事呢 什么 来来来我跟你说 好 好的 你说 门棍啊 那个银行信用社啊 贷款的事我去问了 挺麻烦的手续啊 这你要是贷款吧 完了那信用社 还得考察你的生产项目 完了还得两个人以上做担保 我每个人只能贷两万 你说咱三个人 一共才六万块钱 这点钱也不够啊 那咋办呢 我有个老朋友 他有个侄子 他说能帮咱 说他们村啊 有个开小卖店的 那个人啊 认识多门路广 常年帮人抬钱 咱们这点钱 根本不算啥 啥人呀 抬钱哪 你说 这不是离打滚高利贷吗 这万一有啥闪事咋上啊 有啥闪事 那抬钱和贷款 那不都是一样吗 也是看在我面上那帮子 再说他义分利 那和银行信用社 那利息也差不了多少 咱们先拿钱先干嘛 等来那贷款下来 那还上不就完了吗 早看早上钱嘛 大叔 我觉得这事 咱们再琢磨琢磨 不是 你还有啥琢磨的呀 你再琢磨来琢磨去 你能琢磨到哪儿去 你再说我了 我跟你那边都说好了 也等着咱们回话了 这样大叔 我觉得这事吧 也不差这一天两天的 你说吗 让我再想一想 你知道我就觉得 我万一有啥闪失的话 那就是一个大坑 得掉进去完了 马棍儿啊 你有啥琢磨的 你说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 你说办事咱磨磨唧唧的呀 我看你 你随时要你媳妇 给你滚木了呢 不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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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琢磨一下 大叔叔 大 对 行了 我 我看你干吗 我看你干吗 你贴是你干吗 我看我干什么 我看你干了 鸡怎么还没杀呢 你老姨都快来了 咋这么磨蹭呢 妈呀 我都杀一只鹅了 从早上到现在我就没闲着 没闲着 没闲着就对了 我一说啊 一会儿就让你爸 把这鸡炖上啊 还有 告诉你舅 他们快点过来 我到村庄去接你老姨 马上回来啊 妈 那狗还勒不勒了 勒 还勒你个头啊 等你勒完我们都饿死了 行了 这不就是我老姨要来吗 她长得跟英家外宾似的 这样上次是得比老实说的 你俩嫂子 这是干啥呀 咱们人 你俩嫂子 你俩嫂子 你俩嫂子干啥呢 我等个人 哦 你俩嫂子 你俩嫂子 你俩嫂子大了 你俩嫂子的水量啊 这大人是玩的你说 想哪些你俩 这大孩子上手里溜走的 你俩编着你 我要操了 if you have a month of Highey eating 典起 情世末 把岁月细细的摸 典起 一把柴把日子上红火 都说好心又好包 好花结好果 也许天注定有 让你倒了我 心难断 爱难舍 是非取之 任凭他人生 心难断 爱难舍 是非取之 任凭他人生 爱恨 没有翻不过的山 没有疼不过的河 心中有梦无难事 酸甜苦了都是恶 是非取之 任凭他人生 没有疼不过的河 心中有梦无难事 酸甜苦了都是恶 是非取之 任凭他人生 没有疼不过的河 心中有梦无疼不过的河 不过的河心无疼不过的河 就远不过一白尝中国人生 没有疼不过的河 筛去一枝割让爱乱兴卧 都说美得尽不还 万事有因